我身为全球唯一的SSS吉利鬼 却没有选择统治世界 而是选择将自己上交国家 只因自己不想吞噬丑陋的鬼魅 更不想将人类当成食物 无奈之下 恶成皮包骨的我拨通了警察叔叔的电话 您好我是一只鬼 请问你们能收留我吗 管保就行 这无厘头的话直接让街景的陈瑶笑喷 就当他准备挂掉电话之时 桌上的水杯竟然自动朝他飞了过来 他刚想侧身躲开却发现自己动弹不了 此时电话中再次传来声音 你若是信我 杯子自然不会砸到你 随着高速移动的水杯在陈瑶身前停下 他顿时明白出了大事 因为这个世界存在诡异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能够远程施掌鬼术的还是闻所未闻 电话对面这个家伙 难道是传说中的S吉利 陈瑶稳住心神 细心地记下我的住址 紧接着以每秒800米的速度直奔当地灵异局 而灵异局的局长在清除整个事件过程后 整个人也彻底猛闭 特么的整个县城最高级的狱鬼师才是个十三 要是派他去对接 一旦对方真是B级以上且有所论 那绝对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可现在情况如此紧急 局长也只好求助于休假在家的B级狱鬼师叶峰 叶峰文言思索了半场 最终表示这个事情他煎了 毕竟在他看来 对方能远程施掌鬼术而并未伤人 也很明确地表示只要管保就会老实待着 那就证明对方并无恶意 这样的话 自己兴许立功转运的机会就来了 很快叶峰便来到了我住的小区 刚下车的他立马感到十分不对劲 这个老旧的小区被一股浓郁的鬼气笼罩 远远望去犹如黑云压顶一般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里面的厉鬼可不止一致 平时局里面那帮小崽子都是群废物吗 为何这么多年都没人发现这个地方 叶峰暗自骂了一声 随后便召唤出自己的护身灵 小区里面凶险不知 他只能先让护身灵冲在前面探路 可刚没走出十米远 两只探路的护身灵变像死狗一样被扔在自己眼前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从黑雾中缓缓走了出来 玩犊子了 叶峰觉察到自己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而且四周好像陆续都出现了高阶力 孤零零的他已然被包围 不过就在他忍不住后退的时候 却感觉好像撞到了什么 叶峰刚转头就看到了站在后背的 你怎么一个人来这 这里很危险 叶峰连忙开口提醒 没一个人呀 这不还有只猫吗 我微微一笑 猫也不行啊 叶峰话音未落 我身旁的梨花猫却已经一口咬断了一个利本脖子 这尼玛可是A级的利鬼啊 如此说来 在叶峰眼里那只没用的梨花猫应该也是利鬼 而且至少是个S级 火得的天天野 整个华夏国可都没见过几只S级的利鬼啊 老大 人类怎么派了个弱鸡过来 也太不重视你主动打电话了吧 梨花猫一脸鄙夷的望了望叶峰 他的确是太弱了 不过既然是局里安排过来的人 那就进屋坐会了 面对我诚挚的邀请 叶峰浑浑噩噩的跟了进去 连S级的利鬼都只是个宠物 这个年轻人究竟到了何种境界 随后的半个小时 和我交谈的叶峰如坐针毡 在我细心的描述之下 他也总算是明白了自己的意图 听说人类有魂石可以攻击鬼魅吸收能量 这样就不用再去吃血食补充身体消耗 毕竟对于我来说 面对那群恶心的鬼魅是真下不去嘴 而且被普通利鬼当作美味的人类 更是完全不在自己的菜籽之内 可浑石这玩意儿也是个稀罕物件 叶峰表示他这个小警员肯定是不能做出答应 因此便告诉我要回去给上面汇报一下 我也十分理解他的难处 表示会耐心的静待佳音 最后还热心的将他送出了世纪华府小区 毕竟没有自己庇佑 就他这渣渣实力出门不到两秒就得隔平 在我刚把他送出小区大门后 叶峰毫不犹豫的狂奔到自己的那量破解答案 虽然我告诉他只要出了小区那些利鬼便不会对他出手 但很明显这小子已经被吓尿 我微笑地向他挥手告别便转身离开 可此时叶峰的心中已然掀起了滔天巨浪 毕竟这一趟行程收获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 如今全球鬼弃复苏人鬼并存 鬼妹们甚至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 位级以上的利鬼就有了独自思考的能力 甚至还能不断进化升级 对面的樱花国就已经被一只从位级进化到S级的猎口女掌控 整个国家大半都变成了他的领地 恐而言之 若是一个国家出现了S级以上的利母 那对于这个国家将是一个致命的危机 很快还是出现S级以上的鬼妹这一消息便传到了高层耳中 国家领域局总局直接召开了紧急会议 各路高手纷纷赶回总部参加 就连传说中华夏国的最强战力十大天王也全部清零 但所有参会人员都到其后 总局长梁安志简单介绍了海市出现的紧急情况 随即便让众人研究研究如何处理我 此话一出 地旁便有人嘲嘲着表示不过就是指S级鬼妹 十大天王也是S级的遇鬼师 直接出手灭杀不就得了 你压得没看大屏幕上的情报信息吗 对方的一个宠物猫都是S级的利谷 万一真是一个超越S级的存在 反手就将天王们给埋了 那以后华夏国谁来守护 情况部长苏燕愤怒的开队 顿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毕竟S级鬼妹到底是怎样的战略 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见过 但是介于我表现出来的良好善意 最终会议商定 此次行动由情报部长苏燕和狱鬼部长爱立群前往对接 而为了安全起见 总局长老梁还委派了五名天王暗中保护 众人收拾完战斗物资 便直接乘坐专机前往海市 结果在到达目的地时才发现 团队中竟然多了一个人出来 原来是研究部的蒋泽好奇心太巧 一心想研究高阶厉鬼的 他竟然提前溜上了专机 此次行动九死一生 爱立群可没闲心带一个没有战力的累赘前往 但是已至此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让其跟在队伍后别乱跑 在到达世纪华府小区后 众人瞬间感受到此处浓郁的鬼气 看来真如情报中所说 这个地方妥妥的是个鬼窟 苏烟等人刚前进不到五十米 就遇到了树枝利鬼 虽然都成功将其击退 但众人却发现有些不对劲 这里的鬼魅异常的强大 就刚才的那个A级吊丝鬼 原以为以老爱A级遇鬼师的战力 带着两个护身灵完全可以轻松应对 可实际情况却是差点被对方吊打 要不是苏烟及时出手帮忙 堂堂遇鬼部的头头可能就直接扑改 一时间众人也在无半点轻视之心 一旦遇到鬼魅都立马激活秒杀 就这样缓慢前行至了小区中部 遇到的厉鬼也是越来越强悍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大货 闯路折死 一团黑色的鬼气静止向着老爱冲了拐 此时老爱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这只厉鬼强大的骑士 很可能硬拼之下自己和护身灵都得一同消散 但他不能躲 因为他绝不允许自己背后的几人受到伤害 毕竟他可是遇鬼不准 就当众人都以为老爱就此丧命之时 那团黑色的鬼气却忽然掉转方向 静止奔向了一旁的苏烟 这家伙看来已然有了灵质 十分清楚这群人中最值得攻击的目标 一旁的蒋泽看到这一幕完全呆着了 自己研究厉鬼多年 完全没遇到过这么高智商的A级鬼魅 他忽然感觉华夏国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不要啊 老爱根本无暇思索这些事情 此刻的眼里只有苏烟 只见对方已然被黑烟包围 刺了 一声撕裂的声音从鬼气中传出 老爱瞬间犹如雷击 他根本就不敢去想那声音到底是苏烟被撕碎了 还是他的护身灵 忽然一道金光从远处呼啸而至 静止地打进了那团黑色的鬼气中 随着鬼气的消散 苏烟也完好无缺地站在了原地 只是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忧伤 一群废物 区区吉利鬼就把你们打成这样了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众人警惕地往一旁望去 原来来人竟然是十大天王之一的骨酷 这回咱们得救了 天王可是华夏国最强战的 S级别的遇鬼是 蒋泽顿时兴奋地对着身旁的人说道 可是他并未注意到 此时骨头的脸色并不好看 所有人都认为S级的遇鬼是单挑S级鬼魅应该很简单 但只有身为S级的天王才知道 想要除掉一只S级的鬼魅 十大天王可能至少需要出动一半的人 此时由于天王的出现 作为队长的老爱也松了口气 他拿出队长机和叶峰进行沟通 可刚说话不到两秒 忽然从远处的黑暗中 飞出一把鬼气凝聚的丽人 直接将爱丽群的队长机削成两半 而小区外围的叶峰发现通讯莫名中断 顿时也是急得不行 看来里面的情况并不顺畅 即使有天王道场也是凶险万分 而真实情况的确如此 在老爱的队长机被毁掉后 他们的周围又再次浮现出一些恐怖的声音 还要往前面走吗 近来这么久了都没有接触上那只S级的鬼魅 如果他心存祸心 那我们可就真出不去了 蒋泽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能再深入了 先固守在此处防御就行 通讯的莫名中断肯定会让外面意识到咱们这里不太平 等着总部救援吧 古托淡淡地说道 他的话音刚落 几人周围就已经围上了五只利物 最低的也是个B级 都打起精神来 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同伴 古托大喊一声 随即转头朝着最强大的两只 急利鬼冲了过去 此时在小区外围的叶峰接到了总局梁局长的电话 在得知古托等人的通讯已然中断后 他顿时皱起了眉头 看来哪怕是有一个天王存在的情况下 小区里面的几个人也不能成功离开 那主动联系灵异局的那个S级鬼魅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联盟联系当初委派暗中支援的剩下四名天王 要求他们尽快出动支援 先不管任务是否成功 最起码进去的人得活着出来 与此同时 刚灭了两只A级厉鬼的古托还没来得及喘气 又有两只A级的小可爱冲了出来 我尼玛车轮站了 这些家伙真特么不讲言德 灵狱展开 古托嘀吼一声 一道金色的光芒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向四周扩展 迅速地将两只A级厉鬼圈进了金光范围之内 而进入灵狱范围的鬼魅也瞬间被压制 完全不能动弹 古托随即召唤出了自己的魂钉 只要将其定入厉鬼的脑袋 那么也就能瞬间将其制服 可是他拿着魂钉戳了半眼 却发现根本就扎不进去 眼看灵狱已经逐渐压制不住利骨 古托的眼中不由地产生了一丝慌乱 难道今天自己就要交代在这儿 就在这紧要关头 两颗银色的魂钉从远处急飞而至 直直地扎进了两个厉鬼的脑袋 古托才几天不见 你怎么变得这么弱啊 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 古托这才终于放心下来 是麒麟来了 这也代表这天王一分队的其余四人全部一样 五大天王齐聚 就算真是S级的鬼魅出手 他们也有信心将对方斩杀 外面打得稀里哗啦 可此时的我还在自己的沙发上葛优扒 虽然早就觉察到了小区内鬼气的动物 但梨花猫却告诉自己那是几只厉鬼打架而已 这种事平常经常发生 只不过今天打得激烈了些 我发了个声当想继续再睡一小会儿 脑袋中却忽然闪过一道亮光 小叶子好像说过会尽快安排高层的人过来对见 那万一真是他们的人过来 我这一个没注意导致他们被外面那群厉鬼给吃了 到时候上哪儿说里去 不睡了不睡了 赶紧看看去 我翻身起床拎着梨花猫就往外走 虽然小猫咪十分的不爽 但在自己手里 这小家伙可翻不起一丝的拉 刚走出家门我就感觉四周有一股鬼气正在释放 随即便询问了手里的猫咪啥情况 是隔壁那栋楼的一个S级厉鬼 不过他就是菜鸡一个 咱们要不就别管他了呗 那可不行 如果这只厉鬼对国家的人动手 那我的铁饭丸可就没着落了 说完我便快速地向隔壁楼走去 发现那只厉鬼正在探查着四周 喂 你小子干啥呢 我大大咧咧地走上去询问 对方微微转头望向了我 在他眼中我虽然是只鬼 但是却未散发出一丝鬼气 自然而然 他把我当成了菜鸡 小兔崽子 跟大爷说话这么不客气的吗 厉鬼说着便聚起一道鬼气向我袭来 可这足以开杯烈时的一击到我跟前却烟消云散 这什么玩意儿 此时厉鬼有些愣住 虽然他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 但他还是下意识地瞬间就爆发了自身的鬼 这可是S级厉鬼的鬼 那威力自然是不同反响 只见一股澎湃的黑色能量向四周扩散 刚刚清理完周边鬼魅的五大天王 立马感应到了危机 急忙让负责防御的宋启明展开护盾 眼看着黑压压的鬼魅瞬间笼罩了几人的头顶 五人顿时冷汗直冒 这就是S级厉鬼释放出来的吗 威力也太逆天了吧 擅长探测的邓夜舟对能量波动极度敏感 他能深刻地感受到这鬼魅力量的强大 等等 不对劲 邓夜舟忽然再次大喊 这鬼魅并不是针对我们释放的 咱们完全属于被波及而已 此话一出 五大天王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需要这个S级的厉鬼动用鬼魅攻击 他到底是遇上了什么事儿了 就当几人还在思索之时 原本被收回的鬼魅再次展开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鬼魅的阶层竟然在不停地攀升 最终达到了四阶巅峰 仅差一阶就能向SS级发起冲锋 我的个天天啊 但凡今天这只S级鬼魅的目标 是他们五大天王 那估计也真就给埋在这儿 此时的麒麟满脸严肃 假如这厉鬼真要入室为火 那么对整个华夏国来说 将是一场覆灭的灾难 鬼魅施展的飞快 收得也很迅速 很快众人头顶的阴霾便不见踪影 而且因为S级鬼魅的原因 基本已经将四周的鬼魅清场 麒麟转头让老爱和苏烟都撤出小区 毕竟后面的探查 以他们这个级别的实力 基本都是送死的范儿 老爱也不矫情 痛快地带着队伍迅速离开了现场 走了没多久 老爱忽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发现队伍少了个人 研究部的讲座不见了 就当他正考虑是否要掉头回去找人之时 苏烟冷冷地表示不用找了 成年人总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没必要为了他再让大伙涉险 说完便毫不犹豫地继续向小区门口走去 众人顿时面面相去 最终也只能跟了上去 此时在另一边 楼顶的厉鬼已经被我彻底降服 一压地继续放了 施讲个破鬼欲就像放屁似的 一次不够还得整个好几下 你不知道那玩意儿连我头发丝都吹不起来吗 我带着满脸的不屑对着眼前的厉鬼骂倒 而厉鬼现在是完全猛逼的 他很清楚自己的等级 妥妥的S级的王者 多少人类看到自己都是四散逃命的 可眼前这个长得像人的鬼 竟然完全无视自己的鬼欲 那对方到底是什么等级呢 就当我以压倒性的优势修理S级立鬼的时候 五大天王们也迎来他们的危机 一只S级的镜面鬼竟然变成了蒋泽的样子 向他们靠近 还好擅长探测的邓夜舟及时发现不对劲 立马大喊让队友们瞬间远移 眼看硬偷袭不成只能硬钢 镜面鬼瞬间展开鬼欲 天王们的反应也是相当迅速 队长麒麟的灵欲和宋启明的护盾同时开启 在两者的效果叠加下 这应该算得上目前华夏国的最强防护手段 下一刻 灵欲和鬼欲产生剧烈碰撞 强烈的能量波动瞬间朝着四周扩散 那边什么动静 该不会真的是国家安排的人过来了吧 毕竟这一小区的鬼妹可没有谁拥有金色能量 不过这又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在阻碍小爷吃黄粮来着 愤怒的我立马释放自己的鬼欲朝着打斗的地方压了过去 此时刚被我修理过的厉鬼蹲在一旁瑟瑟发抖 自己到底是哪来的自信感和这样的大佬叫板了 现如今自己连胳膊都断了一只 后面怎么处置自己还不晓得呢 就当我的鬼欲到达五大天王上方之时 我就能清晰地通过感知看到下方所发生的事情 很快我便发现一人胸前的标示和小叶子身上的一样 哈哈 他们果然就是国家安排过来的人 我得赶紧去支援他们 不过由于干架经验实在太少 我习惯性地问了问身旁的梨花猫 下面这只鬼跟刚才被自己打断胳膊的家伙比咋样 梨花猫也是一脸无语 你个SSS级的大佬难道自己不会判断吗 但他不知道的是 我这穿越过来当鬼也没多久 的确是搞不清楚自己的实力 主人 这只镜面鬼撑死也就是个S级巅峰 这辈子能不能进去SS级都是个未知数 你可是当前世上唯一的三S级力果 收拾他不就跟玩似的吗 原来我是这么强的吗 一直以来我还以为只是你们太弱而已 既然如此 那咱们赶紧救人去 就在我火急火燎的准备亡武大天王交战的地方感去世 平时万般顺从的梨花猫此时却没有动物 主人 这些人类实在太弱小 你何必非要去拯救他们呢 挖了个区区 你个死猫迷今天怎么了 这不是你告诉我的人类有魂事可以让我填饱度 我才主动去找他们的吗 现在要不就下面这五人 我的铁饭碗就没了 是的 的确是我告诉你的 但是我也真没想到你会如此伤心 不过有一件事我必须得让你知道 过不了多久 鬼巢就要爆发了 到时候厉鬼们会主宰这个世界 所以即使你现在就他们也是暂缓死亡而已 梨花猫这么一说 我的心里顿时闪过一丝震惊 虽然在大野地里捡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这小家伙不简单 但是现在看来他的确隐藏的很多秘密 鬼巢是什么玩意儿 我盯着梨花猫冷冷地问道 在这个世上鬼界是一直存在的 现在人鬼共存的状态是因为以前鬼界大门短暂打开过 来到人类世界的厉鬼并不多 因此人类还能聚集力量抵抗 但不久之后鬼界大门将再次打开 到时候万千厉鬼将如潮水般蜂拥而出 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类都会全部覆没 因此我们完全没必要救他们 还不如直接吞噬了提高自身实力 我忽然望着梨花猫那双诡异的双眼没说话 身上猛然爆出出一股强大的鬼气 此时梨花猫浑身的毛发瞬间竖了起来 内心已然出现了深深的恐惧 他十分清楚我真要起了杀念 那么他估计连三秒钟都撑不下去 我说过自己不吃人 而且人类也不会这么轻易地救灭绝 因为我就曾经是一名人类 咱们华夏人从来都不惧怕任何灾难 下一刻我收敛了向外散发的鬼气 随即转身向楼下走去 你的秘密我不想去探究 但是今天这事以后不准再提 如果你不愿意 可以随时离开这里 反正你就是我捡来的 无论你以后想做什么 那都是你的自由 现在我就要去救那几个人类 你俩要愿意跟我一起去 那就跟上来吧 一旁的断臂鬼想都没想就跟了上去 表示以后任我为主 一切都以我马首是瞻 看来这家伙刚才是彻底被自己打 而一旁的梨花猫沉没了片刻 随后也缓缓地跟了上来 对了主人 你以后可以叫我小七 我没有多说话 只是微笑地点了点头 随后就带着断臂鬼和小七直奔镜面鬼而去 而就在此时的大洋彼岸 一个针对华夏国的巨大阴谋正在酝酿的 原来樱花国的情报人员 截获了灵异局的日常信息 发现了十大天王有一半被困女鬼哭生死为了 当前护国之力极度缺乏 一直都想搞事情的樱花国 哪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连忙召集本国的灵异部门高管商讨 最终决定将正在樱花国作恶的三只S鬼妹祸水东流 这样不仅解决了国内危机 而且也达到了打击华夏国的险恶用心 虽然这缺德事会遭到其他各国强烈谴责 但对于丧尽天良的樱花国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紧接着樱花国的所有人便开始安排这个事情 而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三只厉鬼也是很有特色 第一个S级厉鬼是猎孔女 作为樱花国的头号大女 这妹子却是十分随喜 她见到人就会询问对方自己颜值如何 一旦你对她那里到腮帮子的大嘴有丝毫嫌弃 那她立马就让你隔屁 可是如果你对她颜值大家赞赏 那么恭喜你 她会让你成为和她一样的猎孔女 第二个S级厉鬼是叫梦中人 她并不会主动出现在人的面前 只会选择进入人类梦境进行作恶 而且对象只是年轻女性 在梦里 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包括直接让其死亡 第三个S级厉鬼叫红披风 这家伙完全继承了樱花国的猥琐盘头 只会出现在厕所和浴室之中 她会主动询问对方是否需要红色或是蓝色的卫生纸 但其实不论对方选择哪个颜色 最终都难逃一死 不得不承认小樱花的办事速度极为逊逐 他们很快就以S级鬼妹的喜好设置又来 成功地将其引到了与华夏国的边境线上 当初将五大天王派到小区执行任务的老梁 怎么都没想到 原本以为的碾压局如今却要快被人破了高地 对付一只S级鬼妹都这么费气 这次小樱花故意引过来的三只S级利鬼该如何应对 仅靠剩下的五个天王去拦截 那妥妥只能送给对方五个人头而已 与此同时在小区内 镜面鬼和麒麟等人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 感觉到镜面鬼的鬼气正在疯狂地暴涨 我不由的心中一紧 随即身形一闪 直接瞬间消失在原地 这操作也让身后的断臂鬼愣在当场 大佬的实力原来已经强到这个地步 竟然还能隔空顺 就当他转头准备询问小七的时候 却发现那只梨花猫只是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也瞬间消失在原地 我的个天天啊 这主仆二人到底是啥怪物啊 此时的断臂鬼才明白自己现在能活着是多么的心 而在镜面鬼那边 他也已然彻底发怒了 原本以为是几个可口的食物 但没想到吃的时候竟然还被对方弄伤了 你们都得死 随着镜面鬼的一声怒吼 五大天王脚下忽然蔓延出大片浓郁的黑色鬼气 几人下意识地准备闪堵 却发现为时已晚 镜面鬼的能力直接将他们五人禁锢到五个不同的空间 原本天王一分队的作战模式就是以团体协助为主 麒麟和古拓负责攻击 宋启明负责防御 薛宇擅长医疗 邓夜舟负责侦查 原本五人联合作战还能和镜面鬼再碰一碰 可现在被对方这么一分割 五人顿时沦为带宰羔羊 看来这次很难活着出去了 麒麟作为队长 他必须考虑着做点什么 罚下最强的几个战力不能全部折损在这 不然其他周边国家就会蠢蠢欲动 想到这里 麒麟已然下了决定 他快速利用密语传音通知周边几人 兄弟们都挺好了 待会我会拼尽全力给你们打开一条生路 当鬼欲破开后 你们不要管别的 只需要一个劲的往前跑就行 以最快速度逃离这个小区 一定记得要将这里的信息带出去 四人听到麒麟如此安排 都很清楚他即将要做什么事情 不行 你可是队长 以后需要你做的事情多着 我实力比你差不了多少 我来自暴更合适 鼓托大声的嘶吼着 老鼓你别参合 这事让我来最合适 地旁的血雨马上接上了话 毕竟自己实力最弱 能给团队提供的帮助就只有医疗而已 麒麟听着队友说的话 心中顿时意暖 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贼机立马告诉众人 当前这只镜面鬼已经无限接近SS机 除了五人中实力最强的他进行自暴 才有机会让其他人从这该死的鬼地方逃脱 麒麟话音落下 四人都没在开口 因为他们知道 平时那个温柔可人的队长 已然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下一秒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鬼域中 一抹亮光缓缓地升起 那亮光就犹如出生的太阳一般 让所有人都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而此时此刻 正在自暴的麒麟也感受到了体内内股澎湃的力量 这是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资本 也是他可以在厉鬼群中毫不畏惧的圆群 骄傲的他原本以为自己会在遇鬼狮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但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一生 再见了 我的朋友们 下一刻 麒麟体内的金色能量开始了疯狂的巨变 正在朝着这边急速狂奔的我也迅速发现了不对劲 我随即询问小七远处那越来越强烈的金光是怎么回事 小七盯着那片金光片刻 随即眼里也闪过了一丝惊讶 这好像是人类遇鬼狮自暴产生的能量 真没想到这群人类还挺血性的 什么玩意儿 自暴 这该死的静命 我这躺平吃黄粮的好差事真要被他搅黄了 本少爷一定把他剁碎了喂猫 说完我体内鬼气猛然爆发 再次瞬间消失在原地 主人你慢些啊 一直跟着你这速度狂飙 一会本瞄准得跑差气 小七话音刚落 便意思到身旁有人过来 他转头一看 原来是正气喘吁吁追上来的断臂 主人呢 怎么只有你自己在这 断臂鬼四处看了他 小七鄙夷的看了他一眼 随即摇了摇头 真是个弱鸡 连吃把把都赶不上热乎的 说完再次瞬移又消失在原地 你们又往哪去啊 这倒是给我个方向啊 断臂鬼顿时欲哭无泪 此时麒麟的自暴已然完全进入灵界点 就当他缓缓闭上双眼之时 却猛然发现一股力量拍在了自己后心 不仅将自暴的能量聚变瞬间打断 而且还直接把自己从镜面鬼的鬼域中拍了出去 这什么情况 麒麟顿时有些发猛 这五大天王连手都打不破的鬼 自己是怎么出来的 而且刚才的自暴竟然在最后关头被打断 齐队长 你们都去哪了 吓死我了 其他四位天王呢 鬼域外躲着的蒋泽忽然从一个草丛中钻了出来 听到蒋泽的问题 麒麟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他知道自己的四个队友还在里面 因此没有犹豫 转头便就向鬼域再次冲进去 可就在下一秒 四道人影嗖嗖嗖的鬼域中飞出 随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正是剩余的四大天王 几人一蹶一拐地缓缓站起身来 脸上都是充满了困惑和猛闭 你们怎么也出来了 麒麟连忙上前询问 几个人面面相去 半晌也没有一个人说出个所以然来 此时镜面鬼察觉到鬼域中已经没有任何人类气息 好不容易圈起来的食物被人弄走 镜面鬼瞬间怒火中烧 他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我 自然而然的就把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 要不是因为你把他们放跑 等我吞噬这五个人 一定能达到SS级 镜面鬼一边说一边向我走近 我望着他那一张空荡荡的脸 忍不住说了句好丑 这句话更是刺激到了一项爱美的镜面鬼 随即便毫不犹豫地向我发起了攻击 可他手里刚具起一团能量 一只梨花猫闪电般从我身旁窜子 紧接着一巴掌拍在了镜面鬼的脑袋上 直接将其拍飞八百米远 主人 这玩意儿就交给我了吧 它是我的菜 说完小七舔了舔嘴唇 化作一道闪电向镜面鬼冲了上去 既然小七出了手 那就没有啥事了 随后我便缓缓地走出了鬼域 此时外面的五大天王 看着一个毫无鬼气的人走了出去 先是疑惑随后便是惊恐 麒麟颤抖着上前询问 您难道就是 对的 你猜的没错 我就是之前打电话报警的那个厉鬼 我望着眼前的妹子 露出了一丝邪魅的笑容 魏明的话音刚刚落下 五大天王看向他的眼神之中 便瞬间夹杂起了更多的警惕 他们都知道自己来到这个小区的目的 便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有一只厉鬼报警举报了自己 而他们能够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 也多亏了这只厉鬼 便也正是眼前的魏明 再加上 方才他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魏明从镜面鬼的鬼域之中走出来 他整个人都轻松无比 甚至一丝一毫压力都没有 这也正说明 魏明的真正实力 比他们想象之中的 还要强大不少 队长 咱们怎么办 邓夜舟此刻的鹅角已经渗出了汗水 他后退两步走到麒麟身旁 这才开口问道 只是麒麟如今的脸色也不好看 他双眸紧紧地盯着眼前的魏明 半赏下来都没有说出来一句话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不然 我刚才何必把你们从鬼域中拍出来呢 魏明也看出来了几人对自己的警惕之心 他连忙开口对几人说着 同时还往后退了几步 这些人实在是太弱了 纵然魏明没打算对他们动手 但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之中 也依旧充满了警惕和慌乱 这件事情不是咱们能够解决的了 他的实力如此强大 若是硬拼肯定是拼不过的 但是我们来之前 局里不是说他是有要求的吗 咱们可以问一问局里是什么意见 麒麟说着 转头看向了一旁的蒋泽 我们手机已经失灵了 你的呢 蒋泽忽然被麒麟叫到 他愣了一下 这才低头拿出来了自己的手机 看了一眼之后 蒋泽这才冲着麒麟点了点头 而与此同时 小区内的异动 包括魏明的突然出现 都已经被小区上方的检测仪器 锁捕捉到了 而如今梁安智也一直在测试信号 究竟有没有受到干扰 毕竟一直联系不上五大天王 他们心里也终究是不安稳的 结果这次尝试之后 梁安智的眸中也是瞬间迸发出了喜意 可以了 可以了 梁安智马上冲着眼前的屏幕大喊着 可以什么了可以 老梁你发什么疯呢 梁安智这突如其来的动静 倒是把冯轩给吓了一跳 他顿时便对梁安智说着 眼中也充满了惊讶 梁安智却不曾回答冯轩的问题 孔老我刚才已经试验过了 现在他们已经算是脱离了鬼域的控制 所以他们的信号也已经恢复了 我们是可以联系他们进行通话的 听着梁安智的话 孔老这才松了一口气 既然可以进行通话 便马上和他们联系 那小子能这么庞弱无人地从鬼域之中走出来 他的实力定然不一般 说不定他就是这个小区内最强大的厉鬼了 孔老这番话说出来 梁安智则是连连点头 还有一件事情 梁安智刚拿起来手机 孔老便再次开口了 我要亲自和这小子通话 孔老深吸一口气 他目光深邃 似乎透过屏幕直勾勾地落在了 魏明身上一般 这个要求 梁安智自然也是点头应下了 而正当麒麟打算用蒋泽的手机 给梁安智打电话的时候 梁安智的电话也已经打了过来 齐队长 是总局长的电话 蒋泽看着手机上跳动的字 下一刻激动的就仿佛要跳起来了一般 他一直在这小区里 被无穷无尽的鬼气所笼罩 要不是因为那厉鬼的目标 根本就不是他 想必他也根本就无法逃走的 如今 好不容易联系上外边的人 蒋泽自然是兴奋得不得了 麁琳的眼里也是闪过了一丝喜悦 不过 他如今是挤人之手 自然不可能把喜怒形于面 他只是微微勾了勾唇角 便伸手接过了蒋泽递过来的手机 总局长 麁琳的声音通过手机传入了会议中 肉眼可见的便是 几人听到麒麟的声音 瞬间都松了一口气 而孔老便也正准备开口 可就在这个时候 几人背后的鬼欲之中 忽然爆发了一声巨响 紧接着 漆黑的鬼欲再次暴涨 竟是再次把五大天王 以及魏明和蒋泽 全部笼罩了进来 信号戛然中断 会议之中听到的 也只是嘟嘟声 完了 邓夜舟双目失神地 盯着眼前的这一幕 镜面鬼一直都在被碎嘴溜 简直就像是狗一样 镜面鬼自然受不了 S级巅峰利鬼 竟然被一只猫戏谑到这种地步 他此刻的愤怒 已经达到了顶峰 而恼羞成怒之下 竟是直接冲破了 S级巅峰的其余的 不管是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生活用品 易或者是浑石 我们也都是无限供应 只要你能加入我们 并且不做任何伤人的事情 一切条件随你提 听完孔老的话 魏明则是连连点头 而与此同时 他脸上还有些尴尬 这件事情 他多少也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毕竟之前正是因为自己 差点让国家有关部门蒙受损失 这几个人 差点就在这小区里出不去了 要不是自己来得及时 怕是晚来两分钟 过来看到的 就只是一捧灰了 结果这国家不但不计前嫌 还直接反手 就给了自己这种豪华待遇 这些话 全部凑在一起 他也只听出来了一个意思 只要愿意加入 那么福利待遇任他提 魏明又不傻 吃住都有保障 还入编制 这在他前世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待遇 答应下来之后 魏明便开始思索 对方给了自己这么多的好处 那么自己究竟应该怎么样报答他们呢 魏明正在思索着 而与此同时 孔老背后的会议室大门 则是忽然被人推开了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了 走进门来的那人 大家都知道 孔老现在正在开会 敢在这个时候 推门入的 一定不会是 太过于简单的小事 果不其然 走进门来的 那情报人员的脸上 也充满了焦急 孔老 咱们边境线现在很不安全 来自樱花那边的三只S吉利鬼 已经逼近边境线了 不久之前 我们派出去的五大天王 虽然已经阻挡他们 可那毕竟是三只S吉利鬼 就算五大天王再强大 也终究是阻挡不住的 并且五大天王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 已经有三位身受重伤了 听着情报人员传达的消息 孔老的脸色 瞬间就沉了下来 而小区内的五大天王文言 脸色也是 瞬间凝重了起来 他们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在他们进入小区之后 外边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那三只S吉利鬼 距离我们华国边境线 还有多远 孔老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连忙开口 问着眼前的情报人员 那情报人员虽然有片刻的犹豫 但他心中也明白 此事根本就不能考虑太多 孔老既然问了 那么他就一定要回答 孔老 那三只S吉利鬼 如今距离咱们华国的边境线 已经只有不到十公里的距离了 五大天王 难不住 听着情报人员的话 孔老瞳孔咒缩 这番话 他自然是清楚意味着什么 一旦三只S吉利鬼 成功抵达边境线 那等他们的 将是永无宁日 孔老深吸一口气 紧接着便看向了 依旧站在小区内的五大天王 他们也已经听到了 情报人员所说的话 此刻每一个人脸上 也都不满凝重 孔老 这次直接让我们去吧 麒麟盯着手机屏幕中的孔老 看了半晌 他忽然开口对孔老说着 如今这件事情 也已经算是迫在眉睫了 根本就容不得半点差错 更来不及拖拖拉拉 而麒麟的话 也刚好迎合了孔老的想法 他沉重地冲着几人 点了点头 你们有这个想法就好 现在我命令你们 即刻赶赴边境县支援 麒麟几人点了点头 他们每一个人脸上 都带着视死如归的神情 至于捧着手机的蒋泽 他本就是研究部的人 就算去了 也没什么大用 他便一直处在原地半上 都没动静 而孔老也不在意 他看向了视频中的另一个人 军部总指挥冯轩 冯指挥 军部马上进行协同 海市的部队 立刻抽掉军用直升机过去 务必要让五大天王 用最快的速度赶往边境线 孔老的话音刚落 冯轩便马上点头 是 冯轩着手去办这件事情 孔老这才稍稍心安 至于十大天王合体 到底能不能打得过 那三只S级历鬼 倒也不是他们如今 能够考虑的事情了 随后 孔老的双眸透过屏幕 直直地落在了魏明的身上 魏明道也没有开口 只是回望着孔老 魏先生 刚才我们的建议 你是否同意 孔老沉默了很久之后 这才开口问着魏明 毕竟方才情况紧急 也并未确认 魏明到底是不是要加入 可孔老的问题 问出来之后 魏明却并未开口 他只是依旧沉默地盯着孔老 若是你不愿意的话 就算了 我们 孔老微皱眉头 但他话刚说一半 魏明便开口打断了他 方才你们在说什么 边境线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魏明这突如其来的一个问题 倒是让孔老有些诧异 毕竟魏明也还没有答应下来 而如今就直接问起来 边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孔老盯着 魏明半晌没说话 毕竟他还没摸透魏明 到底在想什么 可眼见孔老不开口 魏明不免开口 问了第二次 孔老 若是情况危急的话 你还不如告诉我 反正生死存亡 也不是你能控制的 不是吗 魏明这话说得有些残忍 可孔老清楚 这话确实是事实 深吸一口气 孔老的眼神之中 充斥着坚定 现在边境线确实很麻烦 而现在 这三只S级历轨 距离我们的边境线 已经不足十公里了 可十大天王纵然全部出现 也不一定能够成功阻拦他们 哎 孔老说完之后 则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情 确实已经超过了他的控制范围 可如今 除了派人去阻拦 也别无他法 可谁都没料到的是 孔老的这番话说完之后 魏明则是沉了沉眸子 他眸光微冷 抬眼看向了边境线的方向 没想到他们竟然 还是这么烦然 魏明话音未落 便已经消失在了眼前 周围的人 只看得到魏明身影 闪烁片刻 便不见了踪迹 主人走了 快追 碎嘴边说 边快速冲了上去 而断臂鬼孙妃 也连忙冲了上去 两鬼本 就吸收了镜面鬼的鬼精 碎嘴 本就行动迅速 所以 自然没有半点压力 至于孙妃 他的境界 也已经有了提升 所以 倒也可以勉强跟上去 只是三鬼离开之后 则是留下了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怎么一声不吭 就走了 行动这般迅速 是打算做什么 蒋泽愣了一下 他往前走了几步 却也并未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种速度 若是放在任何一个城市 他都直接便是 灭顶之灾了呀 而蒋泽 还在愣神的时候 他手中的手机 则是传来了声音 这三只厉鬼 做什么去了 孔老 难不成是他们看不上 咱们的条件 不愿意加入 他们走得这般匆忙 该不会是嫌弃 咱们的待遇不好 生气了吧 你这想法有道理啊 难不成 他们现在要毁灭海市了 刚才他问了 关于边境线的事情 他该不会是要联合 那三只厉鬼灭了我们吧 瞬间 视频会议中的人 都炸了锅了 他们都在纷纷猜测 卫明到底做什么去了 可半上却也终究 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来 孔老指 是沉默着地 盯着手机中的画面 他自然也不知道 卫明去做什么了 但联想到刚才他的问题 孔老心中 不由得有些胆战心惊 若是他真的选择 联合三只S级厉鬼 那他们除了等死之外 什么都做不了 可若是卫明选择帮助他们 孔老摇了摇头 卫明刚才 都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 又怎么可能会帮助他们呢 而正当孔老思索的时候 冯轩也已经开口了 梁局长 这厉鬼有危险 他实力如此强劲 势必不能让他脱离咱们的视线 让五大天王去拦下那只厉鬼啊 五大天王合力去追 还是追得到的 冯轩已经有些着急了 可梁安智还没开口 五大天王则是面面相去 让他们去拦 他们拿什么拦 他们有什么资格去拦 卫明是什么实力 他们是什么实力 这拦得住吗 再说了 就算双方实力旗鼓相当 如今卫明的身影 都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了 厉鬼是没有重量的 他们跑得特别快 五大天王追都追不上卫明 这怎么可能拦得住 梁局长 若是这几只厉鬼出了什么问题 这也都是你的问题了 你可要想好了 到底让不让他们去 梁安智听着这番话 他的脸上也闪过了一丝 纠结和无奈 五大天王是拦不住卫明的 可是到如今 若是不安排人去阻拦 卫明真的惹出来什么祸事 也全都要自己另一举 承担责任了 听着耳边的声音 再加上梁安智自己 本就心乱如麻 一时间 他紧皱眉头 却不知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了 好了 安静 就在众人炒作一团 且无比慌乱的时候 坐在守卫上的孔老 沉着脸开口了 而他一开口 在场所有人便全都瞬间 安静了下来 都炒什么炒 这件事情 也需要你们在这里炒吗 一个个的都多大的人了 你们这样 成何体统 像什么样子 孔老的声音虽然不大 可众人都从其中 听出了愤怒的意味 一时间 在场众人没人敢 再次开口说话 而这时 孔老扫尸了一圈在场的众人之后 这才又接着开口说道 按照我方才所说的那样 五大天王依旧按照计划行事 待军部直升机到达之后 便立刻出发 前往边境线支援 至于其他的事情 和你们没关系 你们也不用管 孔老一声令下 五大天王则是纷纷松了一口气 因为目前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说 也都是靠近边境线的三只厉鬼 更加要紧 既然如今能够不管魏明 直奔边境线 那么他们自然也是连连点头印下 只是孔老的这番话 却并未引起任何人的赞同 冯轩和顾广泉两人虽然不常在一条战线 可对于这件事情 两人却都秉持着一个想法 那就是 不能不管魏明啊 因此 在短暂的沉默过后 很快两人就再次开口对着孔老说道 可是孔老 那魏明怎么办 这么强大的厉鬼 若是真的放任他不管 那万一出了什么事可该怎么办 顾广泉满面愁容地 开口询问着孔老 而孔老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自然知道他实力强劲 但是你们别忘了 这件事情 根本就不是咱们能够管得到的 你们自己心中也清楚 这只厉鬼的实力如此强大 难不成你们认为 咱们派人去拦了 便一定能够拦得下来 对于这只厉鬼 我们别无他法 只能希望他不会对我们动手 孔老说着 他微微转头看向了窗外 天气晴朗 只是也不知道 这蓝天白云 他们到底还能看多久了 孔老的话音落下之后 视频会议之中也无人开口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他们自然也清楚 这件事情究竟有多么难做 魏明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越了 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 他们顶多能够 消灭一只S级历鬼 可这也是需要十大天王 付出代价的 更何况 这魏明对付起来S级历鬼 甚至不费吹灰之力 这样的实力 他们怎么可能阻拦 可是孔老 若是不加以制止的话 我们还能怎么做 难不成 我们就只是等着吗 冯轩耿了耿 却也指得出来这些话 他心中自然是希望 魏明不要对他们动手 也可以说 在场所有人谁的心中 不是这么想的 可没有人知道 魏明到底会做什么事情 他们也只能寄希望于魏明 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若是他真的生气 那么整个H国 乃至整个世界 也都只能认栽了 孔老 顾广泉沉默良久之后 忽然开口 他的声音瞬间变得十分沙哑 孔老威 威抬眸看向顾广泉 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顾广泉深吸一口气 这才看向孔老 如果说 这只厉鬼 真的十分生气 并且 一定很下心来 要对咱们动手呢 对此 我们又该怎么做 现在若是阻拦 虽然机会不大 可好歹也算是有机会的 尽管渺茫 但如果等到他真的开始动手 那我们就真的没机会了 顾广泉的眼中 已经浮现出了血丝 孔老盯着他 可这件事情 孔老又怎么想不到呢 只是 纵然他知道 这件事情的后果 他也只能这么做 如今卫明的举动 我们暂且不知 而边境线的三只S 吉利鬼则 是越来越近 五大天王现在 都已经顶不住了 边境线随时可能被冲破 若是这个时候 我们让余下的五大天王 去追击卫明 也只会有一个结果 追不上卫明 并且边境线被冲破 那么现在 我们只能赌 赌卫明对我们是友善的 赌他不会动手 所以 十大天王必须全体出现 让边境线的三只利鬼 无论如何都进不来 孔老一锤定音 再也没有人 开口否定他的计划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或是其他问题的话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会议也可以先断掉了 孔老说着 有些无力地 靠在了背后的椅背上 眼前的几人沉默片刻 这才终于有人 再次开口了 孔老 如果被攻破 我们该怎么办 听着这声音 孔老抬头 看向了说话的那人 两人对事半上 孔老 这才终于缓缓开口道 若是真的到了这种 实在无法挽回的结果 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那便是提前启动 火种计划 此话一出 会议中的所有人 都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火种计划 是他们 对于灭亡的最后一步了 留下一批军队 还有一批孩童和成年人 他们都是经过 精挑细选出来的 对祖国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有二心 且祖上 都是冒红光的军人 可真的启动 火种计划的话 没有人 能够控制这批火种 到底能否存活下去 毕竟到时候 也只剩下了这批人 能不能活下去 全凭他们自己的本事 但凡敌人 或者魏明 要斩草除根 那么 就连火种都无法存活 这项计划 一直都被隐藏 就算是在鬼气复苏的时候 就已经在暗中开始准备 但一直到现在为止 所有人也都只是放在心中 从来没有人 把这件事情 摆到明面上讨论的 毕竟大家心里都明白 一旦火种计划启动 就已经证明 撑不下去了 这个话题本就十分沉重 在孔老提出来之后 所有人心中 也只有一个想法 那便是绝望 毕竟谁都不想启动 火种计划 可就在孔老等人 满面阴霾的时候 魏明也正在赶往 边境线的路上 他当然不会对华国动手 之所以听完孔老的那番话之后 选择果断离开 也只是因为 魏明意识到 如今的情况 确实有些棘手 那情报人员和 孔老汇报的时候 魏明也算是听了得七七八八 如今 那三只S级历鬼 距离边境线 甚至已经不足十公里了 按照历鬼的移动速度 怕是很快就能够抵达 华国境内了 就算有五大天王 在阻拦 可五大天王当中 也有三人已经受伤了 怕是他们根本就无法抵挡了 魏明自然不可能任由那三只S级历鬼为所欲为 身为一个华国人 魏明自然清楚 当年樱花都做过什么 毫无人道的事情 包括那些惨绝人寰的实验 一件件一桩桩 哪一件事情 不足以让一个华国人气血翻涌 就算现在这些事情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可但凡一个华国人提起来 眼中也不免会依旧充斥恨意 就算魏明如今已经不是华国人 而是一只华国鬼了 可无论如何 他也不可能看着 自家的人被小樱花欺负啊 再说了 旁人就算不知道 但魏明自己可是一清二楚 他上一世祖上可是英雄 在对抗战役之中屡见其功 哪怕最后依旧是死在了敌人手中 却也无法掩盖这一份份勋章 身为英雄的后代 再明知自己先辈死于敌人手中 魏明自然当仁不让地主动出界 不管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他都要先冲到边境线去 把那三只S级历鬼给消灭掉 可以说 一开始魏明就对樱花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可他却并未表态 毕竟化身历鬼 还是应该先琢磨好自己的处境 却未曾料到 他自己不主动去报仇 敌人反倒是胆子够大 竟然 主动出界 既然都主动送上门来了 那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别怪他了 魏明脸上的神色十分冷烈 本就是历鬼 心情不好的时候 周深自然是更加阴冷 就算是跟在他背后的碎嘴和孙妃 都忍不住颤了颤 主人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的样子 难不成边境线的这几只厉鬼 招惹过主人 孙妃打了个喷嚏 这才转头问向了身旁的碎嘴 碎嘴倒是摇了摇头 纵然他但在魏明身旁的时间不算很长 可也多少算得上是华国土生土长的猫 所以 对于一些历史 他也多少清楚一些 简单地和孙妃形容过后 孙妃的脸上也染上了韵怒 好啊 这小樱花竟然做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怪不得主人这么生气 我现在听完这些事情 都只觉得肺都快要气炸了 碎嘴转头瞟了他一眼 这才缓缓开口 你是厉鬼 没有废 话音落下 碎嘴猛然提起了速度朝着魏明追上去 不过请客间 便只剩下了孙妃独自一只鬼 远远地追随在魏明背后 与此同时 此刻 华国边境线附近 五大天王根本就无法抵挡那三只S级厉鬼 他们甚至也在尽力躲开对方所释放的鬼欲 毕竟如果单独一人被鬼欲所笼罩 那么他们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便是再也出不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人负伤了 如果再这么和他们打斗下去 怕是连咱们自己都无法从这里离开了 十大天王二分队 队长成言冲着不远处的四人喊着 可如今 他们是唯一的一道防线了 若是他们也被攻破 那么这三只S级厉鬼 也会彻底毫无阻碍地进入华国境内 队长 咱们虽然三人身负重伤 但是我们也并不是盲目受伤的不是吗 三只厉鬼原本那么分散 却在我们的引导下 聚集在了一起 并且只要他们聚集起来 咱们应该也比较好对付了吧 成言文言 微微抬头 转头看向了说话的那位天王 两人对视半上 他们也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了绝绝的神色 看来对于如何解决 或是阻拦这三只S级厉鬼 你们都想好了吗 成言深吸一口气 这才开口问着身旁的几人 他们看向成言 眼中也都带着一丝坚定 队长 一开始过来的时候 咱们就知道 是什么样的任务不是吗 可咱们不也还是义无反顾 成言深吸了一口气 他微微转头看向了自己背后 海岸线附近的群众 早就已经被疏离了 可背后还有那么多城市 那么多民众 若是被这三只S级厉鬼 踏入华国领土 那么随之来的 必定是他们 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我们现在 也许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你们也都想好了吗 成言盯着背后看了半场 这才转过头来 满眼坚定地 问着面前的几人 几人没有过多犹豫 而是直接冲着成言点了点头 队长 我们都做战友这么久了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你一定也清楚 所以 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们视死如归 男子汉大丈夫 从不会说一句不愿 我们也都是为了 咱们背后千千万万个 华国同胞啊 哪怕就这么离开了 我也不会后悔 听着自己身旁的声音 成言终于冲着几人点了点头 他知道 二分队的所有人 此刻都想到了一起去 二分队的五位天王 已然准备一起自爆 三只S级厉鬼 根本就不是他们 能用普通手段 所阻拦得下来的 若是想要阻挡 或是对他们造成重创 也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他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 便是采取自爆的方法 让三只厉鬼 都收到重创 毕竟 那可是五大天王 纵然他们无法用实力灭掉厉鬼 却也可以用自爆的方式 五人只要围成包围圈 能够让厉鬼 笼罩在他们的自爆范围之内 那么 不管这三只S级究竟多么强大 也终究无法逃过 这自爆产生的波及 就算无法彻底消灭三只厉鬼 但起码也能让他们遭受重创 只要能够拖延他们的行动速度 为华国争取时间 他们的任务便也算是完成了 火灵头 此刻 五大天王的脸上 已然纷纷浮现出了一抹 视死如归的神情 而与此同时 樱花那边也通过卫星 一直在观察着 华国海岸线附近的情况 此时的他们已然发现 纵然是五大天王出手 也终将无法抵挡 这三只S级厉鬼 松本局长 通过观测卫星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 五大天王 面对三只S级厉鬼 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了 他们已经彻底是强弩之末了 并且松本局长 我认为 他们马上就要采取自爆 用来对抗厉鬼了 情报局负责人景田拓 十分激动地对松本木说着 而松本木此刻 自然也是一直盯着检测卫星 所传回来的实时画面 看着画面上 已然没有阻拦能力的五大天王 他脸上的神色 也染上了一丝兴奋 快快快 把大家都叫上 我们要庆祝一下 松本木一边喊着 一边联系他能联系上的所有人 樱花情报局 灵异部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部门 只要是手头没紧急事件的 则是全部聚集在了一处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都挂着欣喜的神情 他们是不是马上要被灭了 就算这五名狱鬼师 选择一起自爆 可他们也终究无法杀死 三只S级历鬼 一个满面油光的男人 兴奋地凑到了大屏幕前 他一边指着屏幕上的边境线 一边开口对身旁的人说着 这是自然 快快快 录下来 今天的这一幕 将是我们崛起的象征 一旁已经有人手忙脚乱地 走向一旁去 打算把大屏幕中的画面 全部录下来了 松本局长 这次多亏了你们情报局 因为你们的消息 传达足够及时 所以我们才能做出反应 趁他们不注意 打他们个出其不意 林一部长殷景南笑着 走到了松本木的身旁 这件事情 能够发展到如今 这幅局面 多亏了他们两人 而面对殷景南的赞赏 松本木也是连连白手 殷景部长 也不能只说我 也多亏了你们林一部的决策力 不然 事情也不会如此顺利地 发展到这一步 两人对视一眼 下一秒 则是瞬间会议地点了点头 快 开香兵 局宴会 今天这个日子 我们要警戒 殷景南转头对背后的人说着 他们大部分 都比殷景南和松本木的地位低一些 所以 面对殷景南的命令 也是争先恐后地去做 很快 桌子上便摆上了几瓶香槟 殷景南快步走到桌边 拿起一瓶 递给了身旁的松本木 既然这件事情 多亏松本局长 那就由松本局长 开香槟庆祝吧 松本木推辞几句 却也伸手接过了香槟 随着香槟打开 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地欢呼雀跃 而樱花在庆祝的同时 其他国家也正在观测着 华国附近的战斗情况 毕竟三只S级历鬼同时出现 尽管不是在自己国家的掌控范围内 也还是引起了一阵轰动 当他们发现 三只历鬼都是朝着华国的方向冲去的时候 他们便再也没有了紧张 反倒是满脸兴奋地盯着观测屏幕 其中包括鹰匠国和美丽国 他们自然不打算帮助华国度过这次的危机 恰恰相反 对他们来说 这还是一件好事 他们都是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同时也在兴奋 一个古老的国家 一个拥有如此悠久历史的国家 竟然会在鬼气复苏之后 成为第一个被历鬼攻占的国家 这一幕 已经被全球大大小小的国家所注意到了 所有国家 如今都已然做好了看笑话的准备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伸出援手 若是要论的话 毛雄国倒是愿意帮助 可如今的毛雄国 已经是处于自顾不暇的地步了 毛雄国境内也有大量历鬼存在 他们国家的遇鬼师 此刻根本就腾不出手来 更是无法帮助华国 纵然毛雄国的人看着这一幕 心中也万分难受 可他们也终究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幕发生 此刻的五大天王 携手围在三只厉鬼身旁的画面 已经算得上是被全球所直播了 队长 今天过后 我们会被人民所铭记的吧 五人都准备好之后 年龄最小的那位天王苦笑一声 这才开口问着成岩 成岩微微一正 半上却也并未回答 他也根本就不知道 今日一战之后 他们的名字会不会被人民紧记 可他们的任务 本就不是被人民所记住 二分队所有人 都挺好了 咱们的任务 是阻拦三只S级 厉鬼踏入我华国境内 可如今 我们虽然无力阻挡 但我们也绝对不能 就这么放任他们走进去 所以 二分队所有人 准备好自爆 势必要用我们的生命 来捍卫我华国的领土 和人民 成岩的话音落下 余下四人 也纷纷重重点头 五人深吸一口气 他们都已经站在了 自己的位置上 下一刻 便是自爆了 而全球的人 也都在摒弃凝神地盯着屏幕 他们都在等 等五大天王自爆 等三只厉鬼 进入华国境内 等华国覆灭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不速之客 却忽然冲上前来了 你们这群 人类怎么一言不合 就要自爆 随着这道声音的话音 瞬间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身旁 忽然出现的这个年轻人 而在看到卫明身上病位 有任何的能量波动后 一时间 五大天王的脸上 不由全都被疑惑之色所代替 小子 你是什么人 来这里做什么的 成言率先开口 他缓步走到了卫明眼前 同时也上下打量着卫明 可就算离得如此至今 他已然未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 丝毫鬼气 或者是能量波动 也因此 可以说几乎是瞬间 他成言便直接认定对方 只是一个普通人 可一个普通人 为何会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这里 与此同时 那些正在监测这一幕的其他国家 如樱花 毛雄等等 他们在看到 忽然有一个人 冒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也都是瞬间震住了 所有人似乎都不理解 为什么在这种紧要关头 再马上就能看到 五大天王自爆的时候 竟然会有一个人冒出来 几乎是瞬间 樱花人的脸上 就都有了别样的表情 这个人竟然无声无息地 便出现在这里了 难不成 他是华国隐藏的高手 如今出现在这里 也正是为了帮助 这五大天王 一起抵挡厉鬼 樱花的众领导之中 也不只是谁 忽然开口问了一句 只是他的话音落下 半上却也未曾有人 开口应声 毕竟 没有人知道 这个忽然冒出来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更没有人了解 他能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这里 又是怎么做到的 等等 我们的监测卫星 是不是有探测灵力的功能 一旁的阴景男 忽然开口询问了一声 而灵异部的人 自然也是马上接话 是的不着 我们的检测仪器经过了带装 是可以监测到灵力波动 和鬼气波动的 阴景男这才松了一口气 马上监测 我倒是要看看 这家伙是人是鬼 究竟是来帮忙的 还是趁机来捣乱的 阴景男的话音落下 身旁这才有人 连忙冲到了大屏幕前方 不多时 那人便转头看了回来 而大家则全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那人 检测仪器显示 这个人没有任何灵力和鬼气 基本可以断定的是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听着这番话 樱花国的人 这才纷纷松了一口气 既然检测仪器 都表示此人没有危险 那么对他们来说 倒也不必那么慌张了 而除了樱花国 其余国家自然 也是纷纷通过监测仪器 进行了试探 毫无例外 所有仪器 都表示魏民身上没有灵力 更没有鬼气 看来这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能来到这里 也纯属巧合 不用管他了 咱们继续盯着 这五大天王自爆 便可以了 只是 此刻的五大天王的脸上 也是纷纷浮现出了 一抹失望之色 毕竟身旁 忽然冒出来一个人 他们也都下意识地认为 这人是不是来帮助自己的 可当成岩接近过后 却发现 魏民好像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才掩盖不了 自己心头的失望了 队长 如果这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那怎么怎么办 还要继续自爆吗 围在成岩身旁的四大天王 自然也发现了魏民 似乎只是普通人 这才面露难色 纷纷转头问着成岩 若是五大天王 不管不顾 依旧选择自爆的话 那么魏民 就站在这里 他也必定会遭受到波及的 稍稍等会儿 我先看看 这小子的情况 成岩转头 对自己身旁的人 开口说了一句之后 这才转头 重新看向了魏民 既然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那么这个地方 也不是你该来的 我们送你离开这里 等你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 一定要躲起来 躲好了 成岩眼中都是坚定 一旁的四大天王 听着成岩的这番话 他们也并未有一个人开口的 毕竟大家都清楚 若是他们五大天王 合力自爆的话 想必魏民 也一定承受不住的 大家都是华国人 毕竟是同胞 再加上 五大天王也是灵异局的公职人员 从一开始加入灵异局的时候 他们所秉承的便是 一切要以人民为重 所以目前 自然不可能 就这么直接自爆 不是 你们在说什么啊 魏民听着成岩的话 一时间已经有些诧异了 这几个人 不是要自爆吗 怎么自己来了之后 他们反倒 不打算自爆了 魏民的话 虽然是问出来了 但五大天王 却不曾有任何一个人 开口回答他的 队长 咱们若是这么一去一回 怕是这三只厉鬼 也就更近了 到时候 咱们自爆的范围 很有可能会波及到民众的 一旁一个男人 忽然开口对成岩说着 成岩这才微微转头 看了过去 我知道你家里人都住在海边 你担心他们 记挂他们 这个想法确实很正常 但是 你也应该想一想 咱们就算自爆 也是能够短暂地控制范围的 只要让最猛烈的爆炸 不波及过去 之后的那些 倒也没有太大的威力 再说了 这附近的所有人 基本上都已经被驱散了 咱们就算浪费 片刻时间 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倒是这小子 大家同为华国人 如果是因为我们 才导致他死了 那么我们就算自爆了 心理上过得去吗 成岩的脸上 挂上了一丝严肃的神情 他这问题问出来之后 那男人果然 不再开口了 对于这件事情 他们好像 只能这么做 而几人的犹豫 通过监测卫星 在樱花国人的眼中 他们则是万分 不能理解他们的做法 这五人不是要自爆吗 怎么拖了这么久 都还没有自爆 总不能是他们 后悔了吧 根据我对华国的了解 他们不会后悔的 只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普通人 他们华国 一向都是把普通人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 不过 我却只是觉得 他们太虚伪了 仅仅是普通人 何必这么护着 阴景南的话音落下 周围却没人开口 所有人的目光 现在都落在大屏幕上 五人已经停止了自爆 并且 看样子要带着卫明 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果然还是不打算 伤害华国人 哪怕情况紧急到如此地步 他们也还是要把这小子送出去 这件事情 就这么定了 咱们现在 先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 之后我们回来 再进行自爆 成岩身为二分队的队长 他所说出来的话 自然没有人会拒绝 身旁的四大天王虽然犹豫 却依旧冲着成岩点了点头 随后 五人便围在卫明身旁 带领着卫明朝着边境线的方向移动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只是不愿意 让一个毫无抵抗之力的人 留在这里罢了 他们五个人身为国家公职人员 牺牲本就是他们分内之事 可卫明 只是忽然出现的普通人 自然 不能死在这里 而卫明被五人带着离开 他甚至也不曾反应过来 自己过来 本来就是想帮助五人消灭厉鬼的 倒是没想到 他们自己都打算自爆了 临死之前 看到一个疑似普通人的自己 他们竟然还会终止自爆 卯足镜要把自己送出去 卫明虽然没有说话 但他心中此刻 也已经充满了感动 这边 是华国的公职人员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是吃国家饭 是保家卫国的 他们便都会把普通民众的生命 放在第一位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卫明倒也不再多说 而是任由五人带着自己 朝着边境线走去 反正他们距离那三只厉鬼太近的话 也多少是有些危险的 倒是还不如 让他们和自己一起离开那片危险的区域 等他们远离厉鬼之后 自己再想要动手 或者是要把那厉鬼消灭 自然是更加方便了 很快 他们六人 便已经接近了边境线 可就在这个时候 跟在卫明身后不远处的碎嘴和孙妃 则是看到了卫明 还有他身旁跟着的五大天王 一瞬间 两鬼都直接愣在了原地 他们对视一眼 眼中充满了诧异 这是啥情况 主人不是要去边境线 消灭厉鬼的吗 这怎么又回来了 并且 还是被五大天王给带回来的 看到五大天王的瞬间 孙妃便隐隐有些担心 毕竟他可是最弱的厉鬼了 若是五大天王看到自己 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就是一顿暴揍 那自己肯定会落到一个魂飞魄散的局面的 至于一旁的碎嘴 则是毫不在意这些 没事啊 你没看主人都还在他们五人中间呢 若是真的有什么危险 主人一定会出手救下我们的 碎嘴一边说着 一边已经朝着卫明的方向迎了上去 而五大天王看到碎嘴和孙妃的瞬间 他们便马上提高了警惕 毕竟 眼前孙妃身上的鬼气十分浓郁 五大天王只是扫了一眼便清楚 他定然是厉鬼 并且 还是高级厉鬼 队长 这里怎么又冒出来厉鬼了 承颜身旁那个年纪最小的天王 已经开始颤抖着声音开口了 而承颜也只是眉头紧重 他盯着眼前的碎嘴和孙妃 半上都没有说出来一句话 只是承颜的眼神在碎嘴身上待了片刻之后 也还是移开了视线 他并未从碎嘴身上感受到任何鬼气的波动 所以 对于他们来说 如今眼前多出来的厉鬼 只有孙妃一个 快快快 这群人好像紧张起来了 难不成这个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 也是厉鬼不成 监测仪器快看一看 樱花国 樱井南看到大屏幕上的这一幕之后 便马上开口对着身旁的人说着 而一旁的人也马上冲上前去 再次用监测仪器进行测试 不多时 他便兴奋地叫了一声 这个忽然出现的 果然是厉鬼 并且 他身上的鬼气十分浓郁 经过更加深入的检查 我们监测仪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这只厉鬼 也是一只S级厉鬼 听着自己手下的汇报 樱井南的脸上自然闪过了一丝笑意 看来 这次华国的危机更大了 本来他们樱花国就已经安排过去了 三只S级厉鬼 如今 再加上他们华国自己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了一只S级厉鬼 华国边境线 如今已经存在四只S级厉鬼了 而他们如今能打的 也只有两位天王了 不论从什么方面来说 他们华国这次 必定是毫无反抗之力了 好啊 好极了 我们樱花仙辈 不曾做到的事情 竟然在今天这个时候 要做成了 不过 还有一个问题 那便是这次 咱们真的能不成功吗 樱井南说着 他微微转头看向了一旁的松本木 如今华国的情况 自然还是情报局知晓得更多一些 所以他需要听一听松本木的意见 而松本木倒是十分轻松地笑了 华国本就只有十大天王 如今五大天王出现在边境线 已经证明了 剩下的五大天王 根本无法出现在这里 那么这五大天王 又已经有三位受了重伤 余下两个人就算能打 他们也绝对拼不过四只S级厉鬼的 这只厉鬼 虽然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但也终究是厉鬼 松本木本就是情报局局长 他所说出的话 自然更有说服力 这话一出口 樱井南的脸上自然是更兴奋了 如此说来 成功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樱花国的所有人都已经兴奋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其余盯着华国边境线的国家 自然也是纷纷检测出了 这孙飞身上的鬼气 刹那间 他们和樱花国的反应 也是出奇的一致 所有人都认为 今天便一定是大家的死期了 甚至 他们所有人也都兴奋了起来 毕竟自己相隔万里 却能看着一个历史悠久的谷国 灭在自己眼前 他们自然是根本就压制不住自己心头的兴奋 小子 这本就有三只S吉利鬼 现在又多出来了一只 我们本就算是强弩之末了 本来打算送你离开之后 我们再进行自爆 但现在看来 好像我们根本就无法送你出去了 也许和我们这五大天王死在一起 也是你这辈子的宿命了 成言双眸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孙飞 他自然知道 今天的事情一定被各国所监察着 并且一旦历鬼毫无阻挡地 踏入了华国境内 恐怕那些国家也会幸灾乐祸 甚至一拥而上 而他身为十大天王二分队的队长 自然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与此同时 正在观测华国边境的那些国家 此刻也已经全部兴奋了起来 甚至五大天王的脸上 也都染上了一层绝望 原以为只有三只S吉利鬼 如今却忽然在冒出来一只 他们现在心头也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如同整个世界的天都塌下来了一般 卫明看着眼前这群人的表情 他则是轻笑了一声 看来 这次大家都认为要避死无疑了 并且对于五大天王来说 死亡倒也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 他们身为最强大的狱鬼师 面对这几只S吉利鬼 最终竟然也只能是束手无策 甚至用自曝的方式 也根本就无法阻挡 他们踏入华国境内 恐怕 这才是让他们最为绝望的吧 卫明心中清楚这一点 可他却并未开口说出来 他只是冲着眼前的五大天王 轻轻地摇了摇头 下一刻 卫明便趁着五大天王 无比悲伤的时候 从他们的手中 缓缓地溜了出去 他的离开 倒是并没有引起 五大天王的注意 毕竟他们此刻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卫明身上 卫明刚 从五大天王的手中 正拖出来 刚一转头就看到了一旁 正在朝着边境线 快速移动的三只S吉利鬼 看到他们的时候 卫明便毫不犹豫地转头 朝着他们快步走了过去 他一步一步地 走得虽然缓慢 却也十分坚定 可卫明的举动 则是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不论是五大天王 又或者是 正在监测中的各个国家 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充满了惊恶 这家伙想要做什么 难不成是觉得 一定活不下去了 所以 想要主动送死 该死 我们好不容易 把他送回来 结果 这小子趁机又要回去 简直就是 枉费我们的一片苦心 成岩转头 盯着朝着背后 越走越远的卫明 他只能恨铁不成钢 却也终究没有别的办法 眼看着卫明 朝着他们走去 樱花国的人 也顿时只觉得好笑 看看啊 这便是那五个人 无论如何 都要带出去的人 如今看来 倒也不过如此 人家根本就不成这个好意啊 樱井难吃笑一声 他一边说 一边转头 看着身旁的众人 虽然他身旁的人 没再继续开口 只是他们的眼中 也都带上了一丝笑意 毕竟这件事情 在他们看来 不管是五大天王 又或者是卫明 都是傻子 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 而与此同时 卫明朝着三只S级厉鬼 走过去的同时 三只厉鬼 也都注意到了卫明 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可他们的眼中 却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 毕竟卫明身上没有灵力 更是没有鬼气 对于这三只厉鬼来说 卫明只是一个普通人类 若是厉鬼的话 他们也还是要考虑一下 究竟要不要 直接对他动手 可既然是普通人 那就根本用不着考虑了 你们三个想要来入清华国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是什么分量 卫明缓步 走到他们面前 他倾笑一声 缓缓开口 对眼前的三只厉鬼开口 而他们反倒是对视一眼 紧接着便朝着卫明冲了过来 你想要什么 我们可以给你 但是 你没必要趁着这个机会 出现在这里 此时的成员打算 先和眼前的这只厉鬼 商量一番 而孙飞的眼中 倒是闪过了一丝诧异 我 你说我 孙飞有些无奈 但他却也只是摇了摇头 还是先看看那三只厉鬼吧 听着孙飞的语气 再看着他的眼神 几人对视一眼 这才终于确定 暂时来说 孙飞对他们应该是并无敌意的 这么看来 他们确实不用太过于担心 孙飞这边的问题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三只厉鬼 和卫明的方向 只见卫明和三只厉鬼的距离 越来越近 这小子 是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吗 成言紧皱眉头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他暗暗地在心中说着 可不管他们脸上挂着的是什么样的神情 此时的卫明也已经走到了 S级厉鬼的面前 死 都要死 三只厉鬼也不知是谁 忽然开口冲着他们高喊一声 卫明脸上倒是神情依旧不变 他冲着三只厉鬼冷笑 这才走到了最靠前的那厉鬼面前 走在最前方的 是猎口女 小虎 你看他我漂亮吗 猎口女意识到 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人 他则是呼地扯下自己脸上的白色口罩 嘴巴大张冲着卫明笑着 卫明则是吓了一跳 纵然他也是厉鬼 可这有关于猎口女的传说 卫明也是清楚的 更何况他毫无征兆地 便把自己脸上的口罩扯了下来 这倒是让卫明自然毫无防备 你自己漂亮不漂亮 难道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这种问题还用得着问我 卫明这话丝毫不客气 猎口女脸上的笑容瞬间便消失了 他恶狠狠地盯着卫明 眼中充满了恨意 你竟然说我不漂亮 你该死 你该死 猎口女冲着卫明怒吼 而周围的鬼气 也随之声唐了起来 糟了 这小子 怕是完蛋了 一旁的成颜双眸 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的一幕 他喃喃地说着 眼底也满是惋惜 毕竟也是好不容易带出来的人 就这么自顾自地跑了回去 甚至今天 可能还要死在樱花的S级利鬼手里 这让成颜几人的心中 瞬间变得十分烦闷 只是猎口女的鬼欲展开的同时 卫明的脸上却也不曾有丝毫慌张 他只是面带笑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猎口女的鬼欲彻底把卫明包裹进来 而与此同时 他那一头发丝也在空中飞舞着 就你这副样子 还好意思出来问好不好看 漂不漂亮 你要是只老老实实地待在樱花 去祸害樱花的那些人 我倒是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只是你现在 既然来到了我们华谷的边境 你以后也就别想出去了 卫明的话音落下 下一刻 一道化身为剑的鬼气 便冲着卫明冲了过来 卫明只是转头看了一眼 可他的眼中却毫无距移 他直直地冲着猎口女走上前去 紧接着 便是一巴掌拍在了猎口女 那凌乱的头顶上 就你 还想对付我 卫明的声音在猎口女的耳边响起 猎口女尽管满脸震惊 可他周身的鬼气 也已经缓缓消散了下来 只是 猎口女的鬼气 刚刚有消散的征兆 一旁的梦中人便迎了上来 三只利鬼本 就是樱花派来的 他们如今 也是有相同的目标 便是要让整个华国覆灭 所以他们 根本就没有内讧 眼前的卫明 也是他们相同的敌人 所以 猎口女的鬼气 虽然渐渐消散 可梦中人的鬼气 也自然冲斥了进来 几乎是瞬间 边境线周围的鬼气 已经隐有了 遮天蔽日的模样了 小子 看着我的眼睛 梦中人缓缓抬起头 卫明道 是也不躲避 他顺着梦中人的话 微微抬头看向了他的脸 只是梦中人的帽子 扣在头上 却也看不清楚 他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 卫明盯着梦中人的双眼 不过片刻 他便只觉得自己 好似回到了学生时代 他此刻 正坐在班级中 看了看身上的衣服 又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景象 卫明下一秒就笑了出来 这分明就是樱花的衣服 并且窗户外的景象 也根本就不是华国 所拥有的景象 那么这么分析的话 这个厉鬼应该是引导自己 进入了梦境 只不过 他毕竟是樱花的厉鬼 所以 哪怕是带着自己入了梦境 眼前看到的 也终究还是樱花国的景象 只可惜 不管是上一世 还是这一世 卫明都压根不曾去过樱花国 所以这梦境 根本就困不住他 卫明刚刚站起身来 教室门口便走过来了一个人 卫明转头看了过去 但哪怕是他 此刻 却依旧看不清楚对方的脸 就是你把我带到这个梦境里来的 卫明盯着那人开口问着 尽管此刻 根本就看不清楚对方的脸庞 但卫明的猜测 却并未出错 眼前站在卫明眼前的人 确实是那三只S吉利鬼中的 其中一个梦中人 你和我出来一下 有些事情找你 梦中人并未回答卫明的问题 而是自顾自地开口 对卫明说着 卫明转头 看了一眼自己周围 身旁没有人注意到自己这边 他倒是也没有继续开口 而是缓缓地站起身来 跟着梦中人往外走 你看 楼下的花丛是不是很适合躺下 走到走廊之后 梦中人忽然抬手指向了楼下的花丛 卫明顺着他的眼神看了过去 只是他却和梦中人保持了距离 片刻之后 卫明这才轻笑了一声 对其说道 你的能力 就是可以在梦中杀人吧 话音落下 他这才转头看向了梦中人 刚巧 卫明此时也看到了梦中人 朝着自己伸来的双手 尽管这是梦中人造出的梦境 所有人在他的梦境之中 都要遵循他的规则 可卫明是谁 他的等级比梦中人可是高了不少的 所以 梦中人尽管可以把卫明拉入梦境之中 却也根本对他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那你说说 我若是在梦中把你反杀了 在现实之中 你会不会活下来呢 卫明说完 便是冷笑一声 紧接着 他便直接伸手 拉上了梦中人的手臂 梦中人的身躯 微微一顿 可下一秒 卫明便卯足了力气 抬手就把梦中人 从楼上丢了下去 梦中人落地的瞬间 现实中的卫明 这才睁开了双眼 怎么样 难道你还觉得 你能把我灭掉 卫明看着站在自己眼前的梦中人 他冷笑了一声 眼底充满了不屑 与此同时 梦中人也已经缓过神来 那毕竟是他自己的梦境 就算被卫明 从楼上丢下去 可他也能保证自己 绝对不会死在梦中 只是 这一次 他也算是受了伤 并且鬼气 也隐隐有了涣散的模样 只剩下你了 你想对我做什么 卫明盯着眼前这个浑身上下 被红色披风包裹的人 也不知道 樱花国的厉鬼 是不是都是这副样子 把自己包裹的 根本就让人看不清楚 他们的脸庞 红披风微微 抬头看向了卫明 随后他伸出手指了指卫明的背后 卫明有些意外 他转头看向了背后 自己的背后 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房间 只是那房间的样式 却看起来 根本就不是一间正常房间 盯着房间 看了半晌之后 卫明这才缓步朝着那房间走了过去 既然这红披风想要让自己进去 那自己便也顺了他的意 进去看看罢了 毕竟卫明对自己的实力 现在也算是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区区三只 S级厉鬼 根本就不可能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 刚走进房间 卫明背后的房门便关上了 咚的一声从背后传来 卫明只是转头看了一眼 便继续盯着前方 这竟然是一个厕所 看来 樱花的这几只厉鬼 还必须要在固定的环境下 这三只S级厉鬼 才能够做到对它们产生影响 你需要卫生纸吗 你要蓝色的还是红色的 正当卫明正在思索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背后忽然有了一个声音冒了出来 卫明微微转头看向了自己背后的那人 只见红披风正站在自己背后 并且 他的手中也还拿着两卷卫生纸 卫明冷笑了一声 要什么卫生纸 你自己留着用吧 与此同时 在外围的所有人看来 如今的卫明就是已经被三只S级厉鬼所笼罩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卫明走得出来 再加上大部分人都已经意识到 三只厉鬼的鬼气陆续出现 更让所有人都认为 如今 卫明已经被三只厉鬼给撕碎了 快看快看 咱们三只厉鬼已经把那小子给笼罩了 这小子肯定跑不出来了 那可是三只S级厉鬼啊 他能跑出来才奇怪了 樱花国的众人都一脸兴奋地盯着屏幕 他们说出的话也无疑都是幸灾乐祸 毕竟这几只厉鬼是他们放出去的 能够造成这样的后果 也是他们一手促成的 此刻 站在华国边境线的五大天王 他们只能盯着眼前的这一幕 而感到力不从心 事情已经发生到了这种地步 所有人都认为 卫明必死无疑 所有人都认为 这一次 卫明必死无疑 一个毫无能力的人 落入三只S级厉鬼的鬼域之中 怎么可能还能逃得出来啊 只是他们的想法 卫明可就不知道了 此时 卫明只顾得上对付眼下的三只S级厉鬼 自然是无法觉察外围的动静 队长 这小子 估计也差不多要死在这里了 咱们难不成 真的要给他们收尸吗 要不然 咱们再想办法 把他救下来呢 他看样子 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分明还那么年轻 如果就这么死在这里的话 咱们心里 也说不过去吧 成言身旁 有队员 开口对他说着 只是成言的严重 倒是也充满了谨慎的 他根本就不可能 太过于轻易地让自己的队友去送死 三只S级厉鬼 根本就不是什么随随便便 就能消灭的存在 再者便是 对于五大天王来说 如今卫明也已经踏入 那三只厉鬼的鬼域之内了 纵然不管他到底是 为什么这么自信满满地走了进去 但如今他想要出来 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并且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成言他们把他给带出来的 如今 他却一定要继续走向 那三只S级厉鬼 他自己愿意找死 那么 依旧都不能怪五大天王不出手救人了 而此刻的卫明 已经把眼前三只厉鬼的招数都给破了 此时三鬼的鬼气虽然还不曾消散 但是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 卫明会活下来 算了 我们还是继续准备自报吧 深吸一口气之后 成言看向自己身旁的四大天王 他们此刻 已经彻底忽略了身旁的孙飞 哪怕他也是一只S级厉鬼 可他们也无暇去顾及他了 你们就这么放弃管我了 孙飞看着眼前的五大天王 他有些意外地对五人说着 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五人尽管都听到了他所说的话 他们却还是并未看向他 此刻五大天王的眼中 只剩下了那三只厉鬼和卫明 尽管卫明的身影已经彻底被鬼域给包裹上了 他们的眼神也不曾从那一处一开 半晌之后 鬼域稍稍退散 几人这才终于看到 那片区域此刻只处立着一个身影 只是因为距离并不近 倒是根本就不清楚是卫明 还是三只S级厉鬼之中的一只 所有人都在沉默地盯着眼前的那抹人影看着 就连其他国家监视的屏幕上 也都拉进了那抹身影 随着鬼域彻底消散之后 众人这才终于意识到 眼前站着的人 竟然是卫明 而那三只厉鬼 竟已然不知所踪 怎么回事 那三只厉鬼呢 那可是三只S级厉鬼 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就消失了 成岩转头看向了自己身旁的四大天王 可是 自然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卫明消灭三只厉鬼之后 则是低头看向了地上的三颗鬼精 这自然是方才 那三只厉鬼被卫明打死之后 所产生的鬼精 五大天王的眼神 一早就被吸引过去了 尽管他们不曾想到卫明会 消灭了三只厉鬼 可面对着地上的三颗鬼精 他们的眼中也是 闪过了一丝诧异的 而下一刻 碎嘴和孙妃便朝着卫明冲了过去 凉鬼的速度非常快 不过 片刻便已经站在了卫明的面前 主人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威武 纵然方才在小区里 已经消灭了一只厉鬼 如今跑来边境县 又消耗了这么大的体力 可主人对付起这三只厉鬼 依旧是如鱼得水 一旁的碎嘴 开口对卫明说着 他的话里话外 全都是对卫明的恭敬和夸赞 卫明听着 却是根本就不为所动 而一旁的五大天王 自然也是听到了碎嘴的声音 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这才终于认识到 原来这一只梨花猫 竟然也是厉鬼 这几个鬼精 就给你们两个了 反正我也用不着 卫明伸手 拿起地上的鬼精 他随手 就丢给了碎嘴和孙妃 碎嘴双眸紧紧地盯着鬼精 就在鬼精 要落在他脑门上的时候 他则是直接跳了起来 便把一颗鬼精叼在了嘴里 而一旁的孙妃 则是伸出手 一只手抓了一颗鬼精 两鬼都转头看向卫明 眼中自然也是充满了狂热的 主人你真的要把这三颗鬼精 都给我们吗 一旁的孙妃 开口问着卫明 而卫明则是毫不犹豫地冲着 两鬼点了点头 自然 我留着也没别的用处 倒是不如给你们 两鬼见状 则是马上开始吸食吞话 一套动作如鱼得水 没有丝毫的犹豫 只是 见着眼前的这一幕 整个世界都好似瞬间 安静了下来 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 这卫明看上去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且他身上 还不曾有灵力和鬼气波动 他却能无比轻松地 把三只S级历鬼给消灭掉 那么他的实力 到底已经到了哪种地步 队长 那两只历鬼对那小子的态度 看上去如此恭敬 难不成 这两只历鬼是 这小子养的吗 成岩整个人都充斥着震惊 还未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身旁便有人开口问着他 对于这个问题 成岩只是盯着他们 如今两鬼对卫明的态度 已经很明显了 根本就不难看出来 这两只历鬼定然是为民养的 这小子的身份一定不一般 我们都是国家灵异局的 从头到尾 都没有听说过 有比我们十大天王 还厉害的人存在 所以 这小子的身上 之所以没有灵力 也没有鬼气 现在 倒是有了另外一种可能 那便是 他不是狱鬼师 更不是普通人 他是一个远超 我们级别的历鬼 所以我们在他身上 感受不到任何的鬼气 成岩这番话说得十分谨慎 同时他的双眸 也是一眨不眨的 盯着眼前的卫明 只是现在卫明的心思 倒是还在身旁的两鬼身上 他根本就没有看向一旁的 五大天王 主人 我们又突破了 身旁的碎嘴 和孙妃吸收 玩鬼精的力量之后 这才纷纷转头 看向了卫明 卫明这才终于满意地 点了点头 自己身边追随的厉鬼弱 是能力足够的话 倒是也确实可以 为自己提供最大的助力 卫明总不可能次次 都是单打独斗 总要让自己身旁的鬼 也培养得更加强大的 只是 碎嘴和孙妃两鬼 吞噬完鬼精之后 他们两个的鬼气 都是瞬间暴增 五大天王双眸 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两个 这一次 好几个国家的监测卫星 也都瞬间侦测到了这变化 所有盯着眼前这一幕的人 全部愣在原地 他们根本就不理解 为什么卫明会把三只S级利鬼 这么轻轻松松消灭 只是卫明从做事开始 也就没指望有人 能够理解自己 他忽然抬起头来 这一下 更是让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而此刻卫明所看向的方向 正是大洋彼岸的樱花 卫明盯着樱花的方向 看了半晌之后 这才微微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两鬼 原本 我也不曾打算打开杀戒的 但是这一次 却也不是我主动惹事 若是从一开始樱花 就没有招惹过我们的话 自然也就不会发生这么多 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是 既然他们都动手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就只能叫做 正当防卫了 你们两个愿意随着我 一同前去樱花吗 卫明的双眸之中 闪烁着光亮 他开口问着眼前的两鬼 碎嘴则是毫不犹豫地 便答应了下来 从一开始 碎嘴便跟在了卫明的身后 他自然也清楚 卫明是一个什么样的秉性 再说了 卫明所认定的事情 哪怕是石头牛 都不一定能够拉回来 而孙飞看出来 碎嘴要跟随卫明之后 他便也是冲着 卫明点了点头 主人 我们当然是要跟随你了 不管主人要做什么 我们都会跟着主人的 听着孙飞的话 卫明这才满意地 点了点头 那我们就可以 直接冲着樱花去了 之后他们究竟会怎么样 便让他们自求多福吧 话音落下 卫明已经朝着樱花的方向 快速移动了过去 只是卫明的这一举动 则是让所有人 瞬间都提高了警惕 所有其他国家的检测人员 都全部傻眼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卫明竟然会直接转头 冲着樱花冲过去 而如今 樱花的人更是不知道 接下来究竟应该怎么办了 樱井部长 一开始这件事情 就是你答应的 所以我们樱花才会这么做 可如今造成这样的结果 你倒是说一说 究竟该怎么办 这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善查 能够轻而易举 把咱们三只S吉利鬼消灭的 能是什么善查 身旁的情报局局长 松本木冷着脸开口 对樱井难说着 只是事情发展到 如今的这部境地 自然也不是樱井 难想要看到的 一时间 樱井难对这件事情 自然也是根本就没有别的方法 他们樱花的人 只能盯着眼前这一幕 不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如今 却根本就没有处理方案 这小子距离 咱们也已经算得上是 越来越近了 我们已经几乎可以感受到 他带掉我们的压力了 接下来 咱们应该怎么办 若是不能及时处理好 这件事情的话 怕是咱们樱花 也将会彻底覆灭啊 一旁 已经有人开始表态了 可是这件事情 也不是他们想要怎么样 便能怎么样的 卫明的速度非常快 樱花的人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靠近过来 一时间 这股无能为力 和窒息感 则是让他们瞬间 有了一种 想要自杀的冲动 都安静一些 这件事情并不是 毫无办法的 咱们要仔细地想一想 究竟怎么样 才能够让他放过我们 樱井难转头 看向自己身旁的几人 他冷声冲着他们开口说道 只是樱井难的这番话 说出来之后 却也未曾引起任何人的支持 不论是从什么方面来说 这群人目前也都认为 这件事情都是 樱井难一手造成的 所以 若是之后 樱花真的遭受到了 魏明的毁灭性打击 他们也根本就不会 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而是会全部怪罪在 樱井难的身上 并且与此同时 其他那些 也在观察的国家 比如在远处的M国 他们也早早地 便安排了人 早在知晓此次事件之后 他们就已经派人前往了 他们的新子民 眼人都能看出来 可是他们却根本就 不曾想到 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个毛头小子 并且 还是一个看上去 十分普通的人 给全盘打乱了 他们的计划 此时M国的总统 也已经拿起了一旁的手机 给君吾指挥打电话 当君吾指挥听闻 要马上 把人撤回来的时候 也是一片茫然 毕竟他根本就不知道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必须马上 把人全部撤回来 但凡这群人 激怒了那个年轻人 那么等待 我们就是樱花那般的下场 总统说着 他便把刚才检测的所有事情 都告诉给了君吾指挥 而听完总统的话之后 君吾指挥也意识到 这件事情 只能暂时先担得下来了 他们倒也是 已经十分清楚地 看到了魏明的手段 如今魏明 如此强大的模样 已经远远地超越了 他们的把控范围 若是没有魏明 他们倒是什么都不拒 可单凭魏明不费吹灰之力 便能瞬间斩杀三只 S级历鬼这件事情来看 他们对于魏明的警惕程度 便也是瞬间 就提升了一个档次 若是他们这群人真的 把魏明给激怒的话 说不准魏明到时候 会对他们做什么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魏明走着走着 却是微微转头 看向了这边 主人 是发生什么 要紧的事情了吗 孙飞看到了魏明的动作 他这才连忙开口 问着魏明 魏明轻笑了一声 有些人 已经暗中安排上了 只不过 如今他们 看到我们的实力 所以打算 把人给撤掉了 魏明轻笑了一声 他已经感应到了 那些人的举动 只是既然 对方打算退一步 他倒是也不打算 直接追上去 毕竟现在最要紧的 还是樱花 并且 魏明可不仅仅 只是打算对樱花动手 他要从樱花开始 一个一个地去收拾这些 刚才看好戏的 眼见着魏明 已经带着两只 厉鬼离开了 五大天王 这才终于缓过神来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年轻人 把樱花派过来的 三只S级厉鬼 给消灭了 该不会我在做梦吧 身旁不知 是谁开口说着 成言愣了半晌 不曾开口回答那人 眼前的这件事情 带给他们的冲击 魏明算得上市太大了 他们根本就不曾想到 魏明一个看上去 如此普通的人 竟然能够消灭 三只S级厉鬼 队长 难道咱们现在 连一个普通人 都比不过了吗 成言听着身旁的声音 他顿时 只觉得有些头疼 这个人看上去 是普通人 但其实 绝对并非如此 若是 他真的毫无本领的话 那为什么会有两只厉鬼 一直跟在他的身旁 此人绝对不简单 但是如今 我们却还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只是目前来看 不管是他 还是他养的两只厉鬼 起码对咱们华国 都是不曾有敌意的 所以 咱们也暂且可以 不用管这些 只要他对我们没有敌意 我们便可以先放一放 说着 成言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四人 四人这才冲着成言 点了点头 既然现在那三只厉鬼 都已经被消灭了 那这里 也没咱们什么事情了吧 重重地叹了 一口气之后 成言 这才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四人 他们自然是没有人开口的 毕竟成言 才是他们的队长 不管成言 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对于他们来说 我从就是了 队长 要我说的话 咱们本来的任务 不也就是让他们 从这里离开吗 既然现在事情 都已经做到了 哪怕不是咱们 自己动手的 可不管怎么说 目的 也是达到了不是吗 成言身旁 有人开口 对他说着 话音落下 成言这才点了点头 五人正准备撤走 可就在这个时候 几人的头顶 忽然传来了 一阵直升机的声音 有人来了 成言抬头看向了 眼前的天空 只见一架直升机 正冲着他们赶来 尽管不知道 那直升机上是什么人 但是 五人看得清楚 那是从国内 飞来的直升机 也就是说 总归不是敌人 五人盯着直升机 一直到直升机 落地之后 上面的人走下来 他们这才终于 看清楚了那些人是谁 齐队长 你们一分队的人 怎么也来了 你们不是去处理 那小区里的厉鬼了吗 处理完了 所以才过来的 成言开口问着麒麟 他的脸上 也带着一丝诧异 根据一开始的消息 来说 一分队所去往的地方 可是一个鬼哭 没想到 他们如今竟然 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着成言眼中的诧异 五大天王 倒是没有解释那么多 我们过来是 总局长的意思 他说 你们应付那 三只S级厉鬼 非常勉强 所以 总局长才安排我们过来的 听着麒麟的话 成言的眼中 倒是闪过了一丝无奈 紧接着 他便微微转头 看向了不远处 空荡荡的边境线 还有便是空无一人的海面 麒麟顺着成言的眼神 看了过去 这才终于发现 眼前哪里有厉鬼啊 就是连个人都不曾有 他愣了片刻之后 这才终于转头盯着成言 同时 他的眼中 也满是意外和不可置信 你们五个 把那三只S级厉鬼给灭了 我们连一只S级都难以处理 你们竟然能够同时对付三只 听着麒麟的语气 成言自然看得出来 今天的事情 是他误会了 并且他们来得也足够晚 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成言还不曾开口 一旁便有人开口了 说到这件事情 我们可就有的说了 齐队长 那三只厉鬼 当然不是我们消灭的 那可是三只S级啊 只是我们虽然 打不过那厉鬼 却有一个人可以打得过 听着身旁的声音 麒麟马上转头 看向了开口的那人 什么人 竟然能够灭掉 三只S级厉鬼 此人若是可以联系的话 定然要让他加入咱们灵异局 麒麟的情绪 未免给太过于激动 一旁的成言走上前来 抬手在麒麟的肩膀上拍了拍 我们自然也是 有你这个想法的 可是不瞒你说 那家伙看上去 根本就没有灵力波动 甚至还跟着两只S级厉鬼 所以我们倒是觉得 这家伙 很有可能也是一只厉鬼 并且是更加高级的那种 听着成言的话 麒麟则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所以你们口中所说的这个人 可能是一只厉鬼 成言冲着他点了点头 只是根据他们话中 所描述的这人 怎么那么像是 他们在小区里看到的那人呢 按照他们口中所说 难不成那个年轻人 就是魏明 确实有可能 只是魏明 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 甚至咱们直升机 都追不上他的 也不好说啊 毕竟他是一只厉鬼 并且是一只无比强大的厉鬼 他想要消灭三只S级 倒也算得上是轻松 几人凑到一起分析着 而根据他们的分析来讲 成言他们口中所说的人 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魏明 而就在这个时候 灵异局的监测仪器 也有了变化 他们发现 华国边境线上的 三只S级厉鬼的气息 已经不见了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梁安智便马上 给成言打过来的电话 并且 是视频电话 成言看到梁安智的 视频电话之后 自然是毫不犹豫地 接了起来 我们方才发现 你们身边的厉鬼气息 已经消失不见了 难道你们 已经把那三只S级 全部消灭了吗 梁安智的话中 充满了不可置信 他当然不觉得 五人能够这么轻松 解决掉三只厉鬼 可如今监测仪器上 所表示出来的数据 却是不可能造假的 成言这才赶忙 把方才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描述给了梁安智听 听完之后 众人也都是 纷纷松了一口气 只是他们同样 也猜测出来了 成言口中的那人 是未明 那么 消灭完厉鬼之后 那小子去了哪里 众人都放松之后 梁安智则是继续开口 问着成言 他好像是朝着 樱花的方向去了 只是我们觉得 依照他的实力 根本就不会被 樱花的任何人所伤害 任由他去了 听完成言的话 众人的脸上 则是纷纷闪过了一丝喜意 从一开始的时候 魏明便已经表现出了 他对于华国的友善 而现在 他又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边境线 甚至现在得知 那三只厉鬼 是樱花派遣过来的之后 也直接选择了 去往樱花国 这一种种一种种 一桩桩事情 无疑都表明了 魏明也是站在 他们华国这边的 纵然是一只厉鬼 可他也是 一只华国的厉鬼 果然 不仅仅是 我们华国的人 心中有着 要让小樱花 得到报应的想法 甚至是咱们华国的厉鬼 都也有同样的想法 是啊 若是这么说的话 咱们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 自然是不用担心 那小子的能力可不弱 周围瞬间爆发了 一声声欢喜的声音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兴奋 纵然成言他们本不知道 这件事情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可在身旁的骨唾 则是添油加醋的 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告诉给了成言 听完之后 成言的眼中 也闪过了一丝惊恶 他知道 魏明的身份一定不简单 可无论如何 他都不曾想到 魏明的身份竟然是这样的 所以 只要有他出手 那么 整个樱花 可能也将会不复存在 听着成言的问题 麒麟则是微微点了点头 而就在所有人 都沉浸在欢快的情绪之中的时候 灵异局忽然爆发了尖锐的警报 整个灵异局 都被红光所笼罩 足以证明 这次的警报等级 究竟有多高 发生什么事情了 孔老也瞬间严肃了起来 他微微坐直了身子 盯着屏幕中的梁安智 梁安智转头 看向身旁的电脑 紧接着 便倒吸了一口凉气 糟了 梁安智脸上的神情 十分严肃 落在其余人的眼中 大家自然也都清楚 这件事情 可有可能是一件大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麒麟也忍不住开口 问着梁安智 梁安智没有说话 他只是把自己的电脑屏幕 投屏到了几人的视频会议之中 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这一幕 所有人都陷入了 无比的恐慌之中 这则警报 赫然是鬼巢爆发的预警 灵异局的监测仪器 已经通过鬼气的波动时间 推测出了鬼巢爆发的时间 而时间已经不远了 根据监测仪器所显示出来的来看 他们所有人余下的时间 只剩下24小时了 鬼巢预警 这鬼巢我先前也是 听说过的 鬼门大开 便被称为鬼巢 而一旦鬼巢开启 便会冒出来 无法预计准确数量的厉鬼 所以这个鬼巢 真的要开启了吗 孔老身吸一口气 这才开口问着梁安智 梁安智沉默良久之后 这才终于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 倒是也根本就没必要进行隐藏 再说了 也只剩下了最后的24小时 监测仪器 也算得上是华国如今 最为顶尖的技术造出来的 所以 他所预测出来的时间 绝对不会出错 鬼巢爆发点在哪里 半赏之后 孔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之后 这才再次冲着梁安智开口 他也清楚 自己便是这群人的主心骨 若是自己表现出来的情绪 非常紧张 甚至有着恐慌 那么所有人怕事都要乱了 孔老 鬼巢的爆发点 有两个 一个在北方 一个在南方 北方的那个还好 鬼门处没太多人 可是南方的鬼门 却是处于闹市区域的 如果真的爆发鬼巢 可能咱们的人数 要大量锐减了 听着眼前这群人 对自己所说的话 梁安智整个人都 陷入了无奈之中 他当然知道 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是 现在他们却根本就没有 任何办法可以对付这鬼巢 毕竟从鬼巢里 爬出来的厉鬼 很有可能比如今 华国境内的所有厉鬼 都要强大 甚至S级 都有可能是最为低级的 更何况 这样的鬼巢爆发点 华国境内竟然还有两个 梁安智低头沉思半赏之后 这才重新抬头 看向了眼前的麒麟和成年 如今 华国最为强大的能力 也就是你们十大天王了 所以 这件事情 只能让你们去做了 梁安智一边说着 他的眼神 却落在了一旁受伤的几人身上 思索半赏之后 他这才再次开口 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 先回来休整片刻 不然 你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大的消耗 怕是就算去了 也不一定能够护得住自己 梁安智的脸上 带上了一丝严肃 成年原本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麒麟却伸手拉住了他 你三名队友身上的伤 看起来倒是也很严重 我劝你先带着他们 回去简单处理一下 虽然没伤及性命 也没有影响行动 可是 毕竟也还是会有些影响在的 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所以还是要用最佳的精神状态 去对待这件事情 成年转头看着眼前的麒麟 半赏之后 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麒队长 你说的确实不错 这件事情 是我没考虑周全 麒麟没再多说 而这件事情 也便这么敲定了 反正直升机就在一旁不曾离开 他们便直接登上了直升机 准备回到零一局了 包扎休整一番过后 他们又要马不停蹄地出发 赶赴鬼巢爆发的地点了 如今 他们的时间也非常紧迫 若是他们来不及的话 到时候 鬼巢爆发起来 整个华国都将会毁于一旦 而此时另一边 卫明带着碎嘴和孙妃 也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便是樱花国的海域上空 低头看着眼前的樱花国 卫明这才吃笑了一声 就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 还想要撼动我们那么大的华国 这樱花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区区小樱花 数年前都做不到的事情 难不成如今就能做到了 卫明盯着樱花 眼中充满了愤怒 而碎嘴和孙妃 也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发动攻击 很快 卫明便已经带着碎嘴和孙妃 进入到了樱花 而等他们到了之后 这才发现 眼前樱花的不对劲 街道上很少有人类 倒是充满了鬼气 而路上行走的 也大部分都是厉鬼 反倒是根本就看不见几个人 这樱花好奇怪 怎么一路走来 我们都没见到几个人类 反而看到的 全都是厉鬼 一旁的孙妃 喃喃地说了一句 而她的话音刚落 碎嘴就冷笑了一声 这难不成还不够明显吗 当然是因为 这里的人都已经被厉鬼消灭了 所以现在剩下的 自然就全都是厉鬼了 碎嘴的话音落下 一旁的卫明 则是连连点头 不错 你这个想法 说得确实不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她一边说着 一边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碎嘴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自然是 不用手下留情了 若是这樱花内 大部分都是人类的话 那我们倒是还要思考一下 到底要不要动手 虽然我 已经成为厉鬼了 却也不愿意 自己手中沾染上 一些人类的性命 这样一来 倒是正合我意 卫明的话音落下 身旁的碎嘴和孙妃 则是冲着她连连点头 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一次 他们想要怎么对付咱们 卫明的嘴角扬起了笑意 碎嘴和孙妃 则是即刻冲了上去 另一边 随着他们三鬼 来到樱花 此刻的樱花 也已经彻底乱了 现在他们已经彻底 进入我们的领域了 殷景部长 一开始这个建议 也是你提出来的 你现在倒是告诉我们 怎么做才能够 赢得最后的胜利 还有就是 如今如此强大的厉鬼 已经过来了 咱们到底应该 如何对付这厉鬼 殷景男的面前 已经有好几个人 开始质问殷景男了 可他面对卫明 却也只能是束手无策 几位 你们先不要着急 咱们首相还没有联系咱们 那么这件事情 倒是留有余地的 如果咱们 殷景男的话音未落 便被一阵手机铃声 给打断了 几位稍坐等候 让我先接一个电话 殷景男说完 则是拿起来 自己的手机放在了耳边 首相大人 他倒是没有想到 自己怎么还说曹操 曹操就到 刚还在说 首相根本就没打电话过来 下一秒 电话就直接打了过来 殷景男的声音之中 无疑带上了一丝颤抖 而手机那头的首相 似乎对于这件事情 也十分地生气 殷景男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若是无法解释的话 你便是最先死的人类 电话中 首相的情绪 似乎十分不满 殷景男的额头上 已经渗出了汗珠 他咽了咽口水 这才小心翼翼地 对着电话那头的首相开口 首相大人 这件事情 是一个意外 先前我们到时 也不曾想到 竟然有实力 如此强劲之人 现在 竟然都已经惊动他了 并且 他也已经到我们这边来了 咱们如果无法驱赶 便也只能采取 其他想法了 殷景男的话 无疑更是让首相愤怒 现在你们所有人 来到总部会议室 十分钟之内必须到 首相强行压抑着自己 心头的愤怒 他说完之后 便把电话丢在了一旁 这件事情 如今已经超出了 殷景男能够控制的范围 既然在这个时候 首相也打电话过来了 那么他 自然是要听从 电话挂掉之后 殷景男这才对着眼前的几人 说着首相的命令 所以 因为你自己的一意孤行 惹出来的这些事情 如今 却需要我们这么多人 随着你一同去处理吗 一旁的景田唾眼中 充满了不悦 可殷景男 则是也转头看了过去 这个提议最开始 就是你们所说出来的 现在倒好 全都要怪在我身上吗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着 一时间 倒是让身旁的其他人 纷纷起身劝驾 外敌来袭 可他们内部 若是最先开始分崩瓦解 这不管怎么说 都是 被他们樱花不利呀 在身旁人的劝说之下 两人最终这才不再继续争吵 可经历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 两人看向彼此之间的眼神 也都多少夹杂了些许不耐烦的 行了 现在 咱们也别内哄嘛 不管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的问题 总之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合作 所以才导致了如今的这个结果 要我说 咱们谁都别争了 现在首相的电话都打过来了 若是十分钟之内 咱们没有赶到的话 那么咱们所有人 大概都要被首相所数落了 殷景男深吸一口气 他这才开口 对着眼前的几人说着 景田拓虽然如今看殷景男不顺眼 但他不得不承认 殷景男所说的话 还是有道理的 走吧 别磨蹭了 景田拓丢下一句话 这才转头朝着门外走去 很快 几人便到达了首相所说的会议室 只是现在首相却还没有出现 整个樱花的决策者 现在都已经聚集在了一起 他们都已经接到了首相的电话 对这件事情 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并且 整件事情 之所以会变成如今的这个样子 也都是因为殷景男和景田拓 自作聪明 可惜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直接被人家杀回来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两个 我们樱花 现在会落到这不田地吗 这本来就是怪你们 首相虽然没有表达过 他对你们的不满 但是我告诉你们 等首相来了 你们就完了 对啊 你们要做这样大的决定 为什么提前不和我们商业 哪怕是不和我们说 首相总要了解你们所有事情吧 可你们竟然一意孤行 这才导致了咱们如今面临的危机 那三个本就是厉鬼 你也别指望 他们能对咱们手下留情 本来现在的人口 就锐减得厉害 现在又是因为你们 引来了这么几个变态的厉鬼 你们可好好想想吧 过会儿怎么和首相说 身旁的声音不绝于耳 两人此时也已经没闲心 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了 他们都选择了 缩在一旁 任由他们斥责自己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会议室的大门 忽然被人打开了 你们吵够了没有 闹够了没有 这声音很大 且夹杂着愤怒 瞬间 电影的身处于会议室的 所有人都转头看了过去 此时站在会议室门口的人 正是首相 首相大人 首相大人来了 会议室里的人 纷纷站起身来 他们朝着门口的首相鞠躬 而首相这才沉着脸 走到了一旁的椅子旁 现在外敌当前 你们的表现令我很失望 首相一边说着 一边缓缓地坐了下来 而余下的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也都纷纷地找了椅子坐了下来 说说吧 目前对于 这件事情 你们想要怎么做 首相一边说着 一边转头看向了英景男和景田拓 毕竟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而起的 如果他们两人 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来的话 怕是没有人会罢休的 首相看样子 是在质问两人 可他却也是 在给两人找台阶下 两人对视一眼之后 这才纷纷转头 看向了面前的首相 首相大人 咱们可以尝试 和他们商议 如果条件让他们满意的话 应该也不会对咱们 做任何过分的事情了 你这简直就是胡闹 那个家伙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一回事 你就要盲目地去和他们商业 说不准到最后 咱们商议不成 反而是全军覆灭呢 那你倒是说说 咱们应当怎么做 要我说 咱们要不然尝试一下热武器 总能多少 造成一些伤害吧 热武器 没有任何作用 这是众所周知的 难不成 你以为你能成为这个特例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 陷入了争吵 而一旁的首相听着听着 也是有些生气了 我让你们商量 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办 不是让你们 当着我的面争吵的 首相的话音落下 两人 这才纷纷闭上了嘴 半晌之后 景田拓 则是微微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首相 首相大人 那个厉鬼 真的十分强大 若是实在无法 强行斩杀的话 那么我们也只剩下了一条路 便是启动火种计划 我们如今的人 本来就不多了 所以 还希望首相大人 能够考虑一下这个想法 英景南深吸一口气 这才开口对首相说着 而他的话音落下之后 首相倒是也冲着他点了点头 你这想法可以 深吸一口气之后 首相这才缓缓地站了起来 之前 咱们已经选定的人 也可以带出来了 只不过 不要让他们太过于猖狂 而我先走一步不过分吧 首相说着 眼中还闪过了一抹金光 他身为首相 如今又正是中年 如果能够平平安安的 倒是也还能活上很久 他当然不愿意留下来 而听着首相的话 一旁的英景南和景田拓 自然也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他们也不想死得太早 所以 这个想法 倒是引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同意 既然大家都答应了 那么这件事情 就可以着手去办了 首相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门口的方向走去 我们现在便直接去太空飞船 只要我们离开了 那厉鬼也不会对咱们怎么样的 听着首相的话 在场的所有人便也是连连点头 他们自然也是这么想的 只要能够离开这里 便是不管那个家伙 究竟如何厉害 也绝对无法 对他们造成伤害了 话音落下 几人成群结队地 朝着整个樱花 最为隐蔽的地方 快步走去 而这个地方 便是他们一早就设计好的 太空飞船的发射地点 在首相的带领下 众人经过了一系列的安保措施 其中包括指纹 瞳孔红膜 甚至也进行了DNA对比 这才终于站在了 太空飞船的登船口 接下来咱们便是要离开这个 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了 不过 第一批离开的虽然是我们 但之后也会有人协助 让剩下的人离开 这次离开之后 距离下次回到樱花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咱们大家都做好准备吧 站在登船口 首相转头对着自己背后的众人说着 众人倒是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们只是冲着首相点了点头 紧接着 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 朝着飞船走了上去 可是让他们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是 刚上飞船 站在最前边的人就停下了步伐 几位 我们终于见面了 此刻正有一个人坐在他们的飞船上 此人 正是魏明 而魏明倒也十分惬意 他的手中还摇晃着半杯红酒 看上去要多潇洒 有多潇洒 他他就是那个 灭了咱们三只厉鬼的那小子 站在首相背后的景田拓 满脸震惊地开口对首相说着 而首相的脸上 也是瞬间便带上了一丝警惕 我都等了你们这么久了 身为客人 这就是你们对待客人的态度吗 魏明有些无奈地 冲着眼前的几人摇了摇头 一路过来 碎嘴和孙妃则是冲在最前方 给自己开辟道路 而三鬼所过之地 基本上都已经成为人间炼狱了 厉鬼在被他们消灭的途中 自然是十分抓狂的 所以也一定会伤到 他们目光所至的人类 甚至 魏明就算从头至尾 都没有对樱花的任何人出手 可是魏明却是刻意放出了 自己身上的鬼气 他这种等级的厉鬼 就算没有现身 哪怕没有动手 仅仅是鬼气 也足够这群樱花的人好受了 这一路走来 仅存的也已经死的死 伤的伤了 而魏明也早就意识到 樱花很有可能是有这种活种计划的 所以他早早地就进行了一番探查 隐匿了自己的鬼气之后 果不其然 没有被樱花的任何一个人发现 而看到这艘飞窗之后 魏明便也认定 过不了多久 这群贪生怕死的樱花人 就会想要逃离 那么他们只能来到这飞船上 只是魏明倒是没想到 自己最先见到的 竟然会是贪生怕死的樱花首相 樱花的这群人自然也从未想过 他们竟然会在自家的飞船上 看到魏明这个不速之客 几乎是看到魏明的瞬间 好几个人都纷纷腿软跪了下来 你们这是怎么个意思 初次见面 就对我行这么大的礼不好吧 不过也是 这一项都是你们樱花的风范 魏明说着 嘴角也缓缓地勾起了一抹弧度 看来 你们对我倒是很尊敬 快起来吧 地上也挺凉的 一个个的身板本来就不好 别再动着了 魏明的话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只是 无论魏明说的是什么话 眼下都并未有人敢对魏明开口说一个字 这群人基本上都已经面色惊恐 一个个都都快要吓尿了 我知道 大概你的心中 对我们也是 有怨恨的 来到这里 是想要报复我们 魏明微微点头 他的目光扫视过眼前所有人 下一秒他便笑了出来 所以你们也是知道 做出来这种事情之后 我们的人会怎么反抗 可你们确实选择了赌一把 就专门赌我们的人不会反抗 或者说 我们可能都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这样一来 你们就能彻底吞并我们 魏明这话 倒是说中了几人的心中 瞬间 他眼前便没有人继续开口说话了 而魏明倒是也不说话 他只是沉默地盯着眼前的几个人 先生 首先我承认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的错 你一路过来 应当也是看到了我们樱花的现状 若非被逼无奈 我们也不可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的 那脸上看上去 倒是充满了无奈 可魏明却清楚 什么被逼无奈 只不过是他们对华国仍旧有执念罢了 我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大 相信你也看到过了 接下来 整个樱花会怎么样 相信你们也知道 魏明不想继续说那么多 他冷笑一声 这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手中的酒杯也早早地被他放下了 眼看着魏明打算动手了 这才连忙冲着魏明开口 等一下 我还有话要说 声音很大 甚至都有些破音了 魏明站在原地 双眸直勾勾地盯着他 他知道 若是想要保全整个樱花 或者是他身旁这群人的性命的话 说不准是可以给自己一些 自己刚好所需要的东西的 所以 魏明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而看着魏明停下来 也是瞬间松了一口气 先生 我们可以给你所有你所想要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我们有的东西 我们全都可以 给你 只要你可以放过 我们就行 一番话说得很快 就像是生怕自己说得慢了 下一刻就直接被魏明杀了一般 而听着这番话 魏明的眼中倒是闪过了一丝诧异 他有想过 樱花的人会给自己什么好处 然后让自己放弃 对樱花动手 可他却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会直接说 不管自己要什么都会给 魏明没再说话 他低头思索了半赏 而樱花的这群人 也不敢开口 一时间 整个飞船上 则是陷入了沉默 半赏之后 魏明总算是想明白了 他抬头 这才冲着他开口了 我要你们所有的魂石 包括鬼精 数量不限 有多少拿多少过来 听着魏明的话 樱花显然有人不满了 毕竟他想要的 实在是太多了 樱花也是需要魂石 来给玉鬼师补充能量的 若是全部都交给了魏明 他们樱花 岂不是就像是砧板上的肉 只能任人宰割了 只是那人还没开口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但是 你也要按照你所说的那样 答应我们 拿了我们的东西 就不要对我们动手 魏明没说话 他只是沉默地站着 而对方则是冲着自己背后的几个人 挥了挥手 快 按照这位先生的要求 把咱们所有魂石和鬼精都拿来 一颗都不准少 背后纵然有人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却也最终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见背后的几个人顺从地离开 而魏明也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很快 离开的那几人便纷纷回来了 而他们的手中则是拎着两个背包 先生 这个背包里装着的都是魂石 而这个 都是鬼精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魂石和鬼精了 魏明的眼中 很明显地闪过了一丝嫌弃 仿佛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只拿出来了这么一点 不过转念一想 樱花本来就是一个小国 能有这么多 也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 魏明伸手提过眼前的袋子之后 在手中拎了拎 这才轻笑一声 还行吧 算得上满意 魏明轻声开口 樱花众人闻言 纷纷松了一口气 那么先生 除了这些东西 难道你就没有别的 想要的了吗 看着魏明的模样 他便缓缓开口 对魏明说着 听着这话 魏明倒是有些诧异 他转头 尽管不曾开口 但对方也还是被魏明的眼神给吓到了 先生 还请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盯着我 我并没有做过太过分的事情不是吗 魏明闻言 这才微微点头 他把手中的东西放下来之后 这才继续看着对方开口 你说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只要是你觉得我能用得上的 便都给我吧 如果我觉得东西的分量够了 便相当于买下你们的命了 魏明这番话说出来之后 首相自然是再次点头 我们自然是有一些奇珍异宝 包括一些 只要S级以下遇鬼失吃了 便有大概率 能够直接升到S级的金破 包括能给人快速补充能量的 还有可以维持现状 不让伤势继续发展的 这种类似的药物 我们也有很多 若是这位先生 你愿意的话 我们都可以给你的 首相一边说着 一边充满了兴奋 他这一次 也确实是把所有东西都给拿出来了 只要是他们有的 不管魏明提出来没有 他都主动说出来了 也能看出来 这首相实在是不想死 所以才会拼尽全力地 想要活下去 魏明自然是看透了他的想法 只不过魏明没有说话 就只是单纯地 盯着眼前的首相看着 首相似乎也感受到了不对劲 魏明的眼神 从某一时刻来讲 是充满了锐利的 也正是首相最不喜欢的 可如今 魏明才是主导者 他们只能低下头 当作自己看不到魏明的眼神 能让S级以下的遇鬼失 突破S级 这种金破 能给遇鬼失用吗 说不定下一秒就吸收不了 直接在吸收金破的图中 死掉了呢 还有你们所说的其他东西 难不成我们华国没有吗 还真的想用这些东西 护梦我过去 我是没见过什么世面吗 还是说我什么都不懂 魏明一边说着 一边走向首相 他的脚步一点一点逼近 首相的脸上 都已经闪过了一丝恐惧的神情 先生 我们已经把我们最为重要的东西 都给你了 先生 你断然不能这么草率地 把我们都斩杀在这里啊 首相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不甘 他们都已经成功地 踏在飞船上了 难不成尽管这样 也还是要被魏明斩杀吗 看着首相眼中的恐惧 魏明这才笑了一声 如果想要让我放过你们 不是不可以 至少要拿出来足够地成一把 听着魏明的话 首相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自然是可以 我们有一种 你们都没有的东西 给厉鬼提升能力用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派三只厉鬼过去 给厉鬼提升能量的 并非魂石或者鬼精 我们有另外一种东西 你想看看吗 听着首相的话 魏明则是站在了原地 他并没有继续往前走 而是思索着 若是这个东西 真的可以补充厉鬼的能量的话 自己倒是也可以留着 至于手中的这些鬼精 给碎嘴和孙妃就足够了 他们两只鬼 甚至连鬼精都消耗不完 思索扮上之后 他才转头看向了眼前的首相 可以 你这个要求很合理 把东西拿过来 我先看看 首相这才点头 他转头看向自己背后的阴景男 阴景男身为灵异部部长 那东西也自然是在他手中的 可英景男对上 樱花首相的眼神的时候 却明显表现出了不情愿 那东西是他好不容易得来的 对所有厉鬼来说 都是让他们都能为之疯狂的 还不快去 难不成站在这里等死 首相转头看到 英景男并没有离开 他这才冲着英景男喊了一声 英景男眼中纵然存在愤怒 却也仍旧转头离开了 看着英景男的背影 首相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伴赏之后 英景男这才终于回来了 并且他手中还拎着一块漆黑的石头 这石头倒是很大 并且在英景男过来的时候 卫明便瞬间感受到 有一股能量冲向了自己的体内 下一刻他便意识到 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英景男黑着脸放下手中的石头 这才往后退了两步 而卫明则是缓缓走上前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之后 这才仰起笑脸看向眼前这几人 这些东西我自然是收下了 都是你们给我的礼物 如果我不收 岂不是有些不合适 卫明的这番话说完之后 樱花的人则是纷纷露出了笑脸 他们都知道 卫明既然已经收下了他们的东西 那么就也说明 卫明不一定会对他们动手了 整件事情 还是有转机的 只是 樱花的人并未想到 自己脸上才刚刚洋溢出笑意 下一刻 卫明便转头看向了他们 那么东西我收下了 人留着就没用了 卫明话音落下 鬼气瞬间笼罩几人 请客间 飞船上便只剩下了几具尸体 把东西都收拾好之后 卫明便站在飞船上等着碎嘴和孙妃 办上之后 两鬼这才终于姗姗来迟 主人 我们都已经消灭了路上的大部分厉鬼 并且 这樱花我们已经看过了 基本上没什么活人了 听着碎嘴的话 卫明这才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那么 咱们就可以考虑 去下一个地方了 反正这群人都不想看着 咱们华国好过 那么我当然也是要让他们知道 看戏也是有代价的 卫明揉了揉自己的脖子 这才转头看向了眼前的两鬼 他们也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就在三人准备出发的时候 卫明忽然意识到 一阵强大的鬼气 朝着四面八方袭来 卫明瞬间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转头看向了身旁的碎嘴和孙妃 你们感受到 这一股强大的力量了吗 把这个拿去补补 别还没和人打照面 就先被这能量给碾压了 卫明说着 从一旁的包里 拿出来鬼精丢给两鬼 两鬼皆是面色一喜 随后便接过来开始吸收着 而碎嘴一边吸收鬼精 一边对卫明开口 主人 根据这个能量波动 我大概可以确定的就是 应该是鬼朝开启了 并且虽然这能量是四面八方来的 一时间 根本就无法判断出 到底是哪里来的能量 但是我可以说的就是 这定然是华国的鬼朝要开启了 接下来 整个世界都将会大乱 华国仅凭那几个所谓的天王对抗鬼朝 根本就不可能抵挡得过 同一时间 华国 感受到能量波动了 看来鬼朝马上就要开启了 咱们接下来 要马上安排人去鬼朝附近 勘察情况了 如今十大天王 是否已经都守在鬼朝附近了 梁安智看着眼前大屏幕的预测 这才深吸一口气 转头看向了身旁的人 总局长 十大天王已经兵分两路 现在应该已经到达鬼朝附近了 有他们守着鬼朝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梁安智听着手下的话 这才没再多说话 他只是沉默地盯着眼前的屏幕 而这时候 鬼朝也已经迅速开启了 鬼气瞬间使得鬼门附近的活物 全部瞬间枯萎 至于动物 他们早就意识到了危险 现在 也已经根本就不在附近活动了 队长队长 你快看那边 那是不是鬼朝的中心点 这是什么 鬼气吗 十大天王一分队 邓夜舟忽然开口 对麒麟说着 同时他还伸手指向了麒麟的背后 他整张脸上写满了惊恐二字 听着邓夜舟的话 麒麟这才缓缓转头看向了自己的背后 果不其然 看到自己背后的一幕之后 麒麟也是瞬间愣住了 这怎么会忽然生腾起一阵浓雾 麒麟一边说着 一边缓缓地站起身来 只是那浓雾的速度非常快 邓夜舟尽管已经意识到危险 却也来不及开口提醒 下一刻 鬼门瞬间增长 而五人在浓雾的掩盖下 根本就不曾发现 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身旁已经出现了大量厉鬼 而至于这浓雾 则是以飞快的速度往外扩散 不多时 就已经笼罩了附近方圆百里的范围 被浓雾覆盖下的五大天王 也已经不见了踪影 等梁安智发现的时候 他们的监测仪器 早就无法看到五大天王的身影了 几乎是瞬间 梁安智就慌张了起来 快快快 叫研究部的人去 快看看这浓雾 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五大天王 难不成刚出现就要陨落了 梁安智很着急 而蒋泽比他更急 这鬼巢出现所带出来的浓雾 可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 他身为研究部部长 自然是十分兴奋的 而与此同时 五大天王身旁 虽然出现了大量厉鬼 只是对他们却根本无法 造成太严重的伤害 咱们如今刚来到这里不久 这鬼巢也是刚开 所以身旁纵然有厉鬼 但也终究是没那么强大的 他们级别也都并不高 咱们先小心应对 总局长那边一直都在观测着我们的 所以他们一定能够发现 咱们的不对劲 只要撑过去 一切便都好说了 麒麟意识到身旁的厉鬼 没那么弱 思索半上这才开口 冲着身旁的队员们说着 其余几人虽然没有开口 但他们对厉鬼发动的攻击 更是多了几分灵力 而看着这一幕 麒麟心中也清楚 自己说的话 起码是说 进他们心里去了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要注意好 咱们一定要在一块 不要走散了 不然 一定是更加危险 在农屋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麒麟也已经意识到 他们现在已经彻底地 失去了方向感了 若是在这个档口 再有人走散了 那么一定 就永远都走不出去了 听完麒麟的话之后 几人明显走得更近了 而这个时候 虽然他们离不开 这农屋的区域 但不论怎么说 也好歹算得上 是一直在一起 至少安全这一块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另一边 梁安智让研究部的几人 用最快的速度 赶往鬼巢爆发地点 当然 更重要的事情 还是要让他们 尽快找到 五大天王的身影来 蒋泽带着人 乘坐直升机 直升机一路都是 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的 只不过一路上 他们也已经看到 有零零散散的厉鬼了 若是国家不抓紧时间 把鬼巢中 冒出来的厉鬼清除掉 说不定整个华国 也真的就要 面临史上最大的一个危机了 很快 蒋泽带着人 就靠近了农雾 看着眼前如此大的范围 蒋泽的瞳孔都缩了缩 不要进到农雾里边 我们停在远处就行 我们可以自己走进去 但是断然不能太轻易地踏入 蒋泽的声音落下之后 一旁的驾驶员 这才点了点头 随后 就把飞机停在了农雾 不远处的一处平地 看着眼前的农雾 蒋泽这才深吸一口气 他微微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不原张良 接下来 咱们就要下去看看了 先要监测一番 这浓雾究竟有什么用处 咱们在附近 驻扎的也有人 实在不行的话 联系之后再研究就是了 听着蒋泽的话 张良倒是什么都没说 他毕竟是蒋泽的不原 自然是蒋泽 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当然不会反驳 部长 我们下去吧 东西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张良提起 放在一旁的包裹 这才转头望向蒋泽 蒋泽深吸了一口气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下一刻 他便直接拿出来了 自己的防毒面具 扣在了脸上 走吧 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护的 蒋泽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身上穿着连体衣 手上戴着手套 就在刚刚 他也给自己戴上了一个 防毒面罩 也就是说 不论这浓雾 有什么样的作用 都是压根不会对蒋泽 有任何危害的 张良看着自己 这全副武装的部长 他有些无奈地 扯了扯嘴角 下一刻 他便拿起了一旁的防毒面罩 给自己也扣上了 两人缓步靠近浓雾 很快便已经站在了浓雾的边缘 深吸一口气之后 蒋泽这才拿出来探测一切 蒋泽身为研究部部长 在灵异局 也已经待了这么久了 大大小小的厉鬼 他也研究了不少 并且 针对灵力和鬼气 也都有不少的研究 所以 若是这浓雾会对人类 又或是对浴鬼师 有什么影响的话 蒋泽自然是头一个研究出来的 并且张良 也是他用的 最顺手的一个部员 尽管如今只有他们两个人 出现在浓雾的边缘 也根本就没有旁人敢多说什么 毕竟若是论经验的话 蒋泽往后退 便没有人能往前进了 很快 蒋泽就已经用身边 所有的探测仪器得出了结论 他一把就把自己脸上的防毒面罩 给扯了下来 下一刻 就转头拿起了对讲机 这浓雾对人体倒是没有伤害的 只是浓雾 毕竟是浓雾 如果进去的话 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蒋泽手中的对讲机 是连着周围驻扎部队的 部队的人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便马上报给了军部总指挥冯轩 而冯轩则是告诉他们 不管这件事情之后会发生什么 包括蒋泽之后 不论要什么东西 他们也必须无条件提供 冯轩安排完之后 便挂断了电话 至于此刻的蒋泽和张良 两人此刻也正在犹豫 自己要不要进去 毕竟这浓雾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没有人知道 而蒋泽对此也是非常好奇的 鬼巢打开 这种场面可不是天天都能看到的 只是 纵然蒋泽想要进去 可是张良却伸手拉上了蒋泽的手臂 部长 这浓雾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咱们都不知道 如果你贸然进去 出了问题怎么办 咱们整个研究部 可没人能够比得上部长你了 万一失去部长 我们这么多人该怎么办 张良这番话 说得让蒋泽也停下了动作 他低头沉思半晌之后 这才抬头望向了张良 你说这话有道理 我联系军方的人 既然我们进不去 那么就让他们派出来一支小队 这件事情总要解决的 总不可能就任 有这浓雾摆在咱们脸上 咱们却进也进不去 里边是什么状况也看不到吧 听着蒋泽的话 张良这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蒋泽能够松口 便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张良马上拿起来一旁的对讲机 他告诉军方 他们要一直赶死对 一定要是军人 绝对不能是贪生怕死之人 并且张良也说得很清楚 他们已经检测过了 这浓雾对人体确实没什么影响 只是农雾里边会有什么东西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必须要一支 敢闯的敢死对 军方的人倒是也没有拒绝 他们表示会用最快的速度 把敢死对送过来 随后便放下了对讲机 只是张良听完军方的态度之后 一时间却是有些不知所措的 他不是很能理解 为什么现在军方的态度 和之前相比 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觉 只是如今 他们也根本就来不及 想那么多了 若是不能快些让人进入浓雾之中探查的话 他们也终究是 无法继续进行研究的 好在 过了没多久 军方的人果然来了一支敢死队 我是敢死队的队长 接了命令这才来到这里的 走在最前方的男人看到蒋泽之后 便冲着他点头 蒋泽微微点头 正打算开口问对方的名字 而那男人仿佛也看出来了一样 他轻笑一声 眼中充满了笑意 你们不用问我叫什么了 反正我们敢死队不一定 什么时候就没了 所以倒是也不一定非要知道我们的名字的 花音落下之后 他背后的队员则是纷纷走上前来 他们列成一排 冲着蒋泽和张良敬礼 两人纵然不曾开口 可他们看向这支小队的眼神也充满了敬意 很快 这一支小队便装备精良地踏入了浓雾之中 只是让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事 他们分明刚走进浓雾 可下一秒 站在浓雾外围的蒋泽和张良 就已经看不到那小队的身影了 不着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是刚刚进去吗 张良瞪大了双眸 他转头看向身旁的蒋泽 只是蒋泽也充满疑惑地摇了摇头 等拿出对讲机的时候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 刚进入的那支小队不仅仅是消失了 就连任何电子设备都无法联系上他们了 他们就好像进入了一个莫名的空间 并且将外围的消息也彻底屏蔽了 意识到这件事情后 蒋泽和张良不由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同时蒋泽也是立刻给梁安智打过去了电话 梁局 我们刚刚已经派出去了一支赶死队 但这赶死队竟然在踏入农屋的瞬间就消失了 蒋泽通过电话如是将所有事情汇报给梁安智 可此刻电话那边的梁安智却也只是沉默 他的面前是一个大的电子屏幕 因为在派出蒋泽的同时 各个高层领导人便也决定 用现有的所有卫星 还有灵异局的专业检测仪器 一起在高空中 对着农屋进行拍照 而最后得出来的照片 如今就摆在梁安智的面前 这农屋所覆盖的区域很大 并且还是十分规整的椭圆形 就好似是一个巨大的鸡蛋壳 直接盖在了这片土地上一样 只是如今这片农屋却没有要继续扩张的模样 梁安智沉默了很久之后 这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蒋泽 同时他告诉蒋泽 让他们暂时和那农屋保持距离 之后便等着消息就可以了 挂断电话之后 不管是梁安智 还是其他领导人 他们纷纷陷入了沉默 面对这种从未见到过的状况 他们也属实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只是现在 不仅仅是华国 其他国家 也同样出现了这一幕 这次的危机让很多国家都乱了阵脚 他们纷纷把自己卫星所拍到的图片 发了出来 而众多国家经过对比之后 这才发现 这个所谓的椭圆形浓雾 已经在多个国家出现了 并且 如今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该如何对付这个东西 这种一模一样的状况 则更是让那些国家们瞬间认为 自己好像找到了盟友 或是和自己一样的倒霉国家 只是另一边 樱花国 魏明此刻已经感受到 从华国蔓延过来的鬼气了 这鬼气实在是太过于强大 以至于他尽管不在华国 却还是能够感受到鬼气 魏明站在飞船上 他微微侧过身子 双眸盯着远处的华国 他的心中不由地开始担忧 如今的华国 到底能不能平稳地度过这次危机 只是魏明还没想出来答案 下一刻 他便忽然意识到 自己身边也出现了一阵浓烈的鬼气 甚至面前的空气 都已经有了形状一般 魏明微微皱了皱眉头 主人小心 快离开这里 碎嘴是最先意识到的 他马上冲着魏明大喊 而魏明刚刚抬起头来 他的脚下便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几乎是瞬间 浓雾便从魏明的脚下冒了出来 源源不断的浓雾往外扩张 而魏明在毫无准备和防御的瞬间 便已经被樱花国鬼巢爆发 所产生的浓雾吞噬了 而如今魏明的情况 其实也早就被华国这边注意到了 自从魏明从华国边境线离开 前往樱花的时候 华国就已经调动了一个卫星 而这个卫星 也是专门用来观测 卫明的行为的 在卫明出现在樱花的时候 众人便是一阵阵的欢呼 他们知道边境线发生了什么之后 便也更加清楚 魏明定然不会空手 往樱花走一趟 所以魏明在樱花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落入了他们的眼中 甚至包括魏明 在和樱花的那些人对峙的时候 几人也纷纷为魏明捏了一把汗 他们自然不是怕魏明会 被樱花的这几个人给欺负了 只是对于魏明来说 樱花给出来的条件看上去 也算得上是非常诱人的 而他们根本不知道 樱花的条件 究竟会不会让魏明 打消对樱花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若是魏明真的被收买了的话 如果之后再为樱花做事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此事就将变成危机 只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思考 便见得魏明把那几个人全都杀了 几乎是瞬间 正在盯着屏幕 看得众人也是纷纷松了一口气 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染着一丝喜色 魏明这般举动 无疑是直接替他们所有人 都出了一口恶气 数年之前 樱花对咱们那么过分 如今也总算是报复回去了 只能算是稍微出了口气吧 毕竟现在那边也没什么人了 大部分都是厉鬼 如果我是这小子 我就直接全给灭了 对啊 所谓的小岛 就应该直接沉敌 众人一边讨论着 双眸一边直勾勾地 盯着眼前的屏幕 只是下一刻 魏明被一阵浓雾包裹的瞬间 几人也纷纷站了起来 他们每一个人的眼里 都闪过了一丝惊恶 这浓雾已经在华国出现 并且进去的那支队伍 也在没了动静 所有人都 魏明这么强大的一个人 他进入到浓雾之后 究竟还能不能出来 若是就连魏明都无法出来的话 他们接下来 还能怎么办 众人顿时紧张了起来 而华国境内出现着浓雾的时候 他们甚至都不曾这么紧张 只是众人不知道的是 除了他们之外 自然还是有人 也在观察着魏明的一举一动 如今观察魏明的人 和之前窥探华国边境线的 也是同一批人 上次的窥探 是因为他们想站出来奋一杯羹 只是在看着魏明轻轻松松 便把那三只S级利鬼消灭之后 他们便瞬间意识到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并不是他们 能够解决的 所以他们并没有人露出来 只是他们心中也很担心 毕竟魏明去樱花的时间并不长 可那些人已然全都被杀了 因此他们都在害怕 若是魏明来找他们 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这小子不管多么强大 如今不也还是被这些浓雾给包裹了 既然被浓雾吞噬 大概率就是出不来了 这一点咱们也已经测试过了 M国 几个人正站在屏幕前讨论着这件事情 他们一人一句地说着 只是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紧张 可是 若是这小子也死在了浓雾之中 那么岂不是说明 这个浓雾的强大 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总统身旁 有人正一脸 惊恐地对他说着 尽管他们都在担心 魏明解决完樱花之后 是不是就轮到他们了 可是如今眼见着魏明被浓雾吞噬 兴奋之余 他们又不由地开始担心魏明的状况了 只是这种情绪 让他们一时间根本就无法挣脱出来 这想法实在是太怪异了 他们希望魏明会死在浓雾之中 可与此同时 他们又希望魏明会毫发无损地 从浓雾之中走出来 毕竟 若是就连魏明如此强大 都无法从浓雾脱离出来 那也只能表示 这种浓雾 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 若是魏明能够出来 就说明浓雾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否则的话 这个世界上还能有比魏明更加强大的人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整个世界也将都会面临毁灭 绝对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可是 如果魏明真的没有死 他能够成功地从这浓雾中出来的话 后面等着他们的 便一定是魏明的报复 这一点 所有人都想得明明白白 总统转头看向了 方才开口说话的那人 他的眼中也充满了无奈 那你倒是说一说 对于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吗 若是他安然无恙地出来了 又或者是他并未出来 你有什么对策吗 总统的话问出来 那人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好像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处理都是死局 樱花那些人 已经给了魏明那么多好处 甚至他们是藏了很久的东西 也全都一并拿出来 交给魏明了 就连总统都认为 魏明既然收下了这些东西 那就定然是不会再对那些人动手了 但却不曾想到 魏明收是收了 但下一刻 便依旧毫不犹豫地 对那几个人发动了攻击 而在浓雾出现之前的一刻 魏明在解决完那几个人之后 他抬头所看向的方向 是他们如今所处的位置 因此他们毫不怀疑 等魏明从浓雾中走出来之后 定然是会过来报复他们的 半赏之后 总统这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咱们的人只是在边境线附近盯着 虽然确实有些不厚道 可是我们也并未有任何人主动发起攻击 那么如果他真的过来 想要报复咱们的话 我们倒是也可以考虑和他谈判 毕竟我们和樱花的情况并不一样 樱花确实是对华国的那些人造成了伤害的 可我们顶多就是看血 并未伸出援手 这件事情倒是也好商量 只是若他真的死在了浓雾中 我们接下来迎来的 那也一定是死亡了 就连他这样实力的人都无法从浓雾中走出来 我们这些人更是不够看了 总统的话音落下 他身旁倒是没有任何人反对的 所有人如今都在纠结 而总统的话 也的确给了他们一个别样的思路 只是 没有人能够知晓 魏明真的来报复的话 他们究竟有没有机会和魏明谈条件 只是 不管是特离谱的纠结 还是华国这边自己人的担忧 对于这些 魏明自然也是并不知晓的 如今 他身处于浓雾之中 眼前全都是浓浓的雾气 并且还夹杂着些许鬼气 面对这样的环境 魏明也算是打起了精神 注视着眼前 半赏之后 魏明则是微微促起了眉头 这浓雾十分浓密 他根本就看不清楚 远处究竟是什么模样的 而碎嘴和孙妃 也已经一左一右地 紧紧贴着魏明 他们纵然不知道 这浓雾是什么地方 冒出来的 但是他们知道的是 魏明比他们两个 都要强大 只要能够 一直待在魏明身旁 便根本就不用太过于担心 可尽管他们 已经站在魏明身旁了 他们两鬼的眼神 也是一直在打亮着眼前的浓雾 浓雾不散 几人倒也没有任何动静 毕竟在完全陌生的地方 可能走错一步 等着他们的便是万劫不复 只是魏明 却紧错眉头的原因 却并不是因为 这浓雾的可见度 和身旁的鬼气 而是因为 魏明从这浓雾之中 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感觉 你们两个 有没有觉得 这浓雾并不会对咱们造成伤害 甚至 还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好处 或者说 这浓雾身处的东西 是会帮助我们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 碎嘴和孙妃 忽然听到了魏明的声音 两鬼听完她的话 则是纷纷满脸震惊地 抬头看向了魏明 他们眼中的惊疑 落入魏明的眼里 魏明便不再需要他们 回答自己了 主人 你为何会感觉 这浓雾有熟悉的感觉 难不成 这浓雾还有迷惑心神的作用 一旁的碎嘴的双眸 都已经成了一条竖线 他转头看向魏明的时候 眼中也闪过了一丝狠力 此刻碎嘴 也已经提起了万分精神 只是没有人知晓 这浓雾之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 孙妃你呢 也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魏明的眼神 转到了孙妃的身上 他缓缓开口 问着孙妃 而孙妃犹豫片刻 也还是点了点头 主人 我也没有察觉到 有什么熟悉的感觉 我只觉得 这浓雾十分阴朗 总觉得浓雾之中 似乎下一秒 就会冲出来什么东西一般 至于别的 我也实在不知道了 魏明这才点了点头 他们两鬼所说的这番话 魏明倒是并未有别的想法 毕竟不管怎么说 自己和他们都是略微有些不同的 所以自己感觉到熟悉的地方 他们自然不会察觉 三鬼沉默地盯着 眼前的浓雾打量着 不然 我们往前走走看 魏明忽然开口 对碎嘴和孙妃说道 而他这句话 则是让两鬼 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 毕竟如今两人 已经感觉着浓雾的不对劲了 并且他们也深信 若是从浓雾之中 走出来什么厉鬼的话 他们也定然不是 那厉鬼的对手 可就在这样一个 不明环境的情况之下 魏明竟然还想往前走走 一时间 碎嘴看向魏明的眼里 都有了一丝困惑 他似乎是不明白 为什么魏明会想要 继续往深处走 你别忘了 这浓雾一开始 就是从我们脚下开始蔓延的 若是我们想要出去 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等浓雾散去 另一个就是朝着 一个方向一直走 我觉得这浓雾多半 不可能散去 那么我们也只能遵循 第二种方法了 你们两个觉得呢 魏明话音落下 只是 不论是碎嘴 还是孙妃 却都没有开口 他们思索半场之后 也只是冲着 魏明点了点头 主人这话说得不错 我相信主人 碎嘴最先开口 对魏明说着 而一旁的孙妃健壮 也只能冲着魏明点头 三鬼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阵阴风 忽然吹了过来 魏明十分干脆地 停在了原地 没有动弹 毕竟他们都不知道 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异状 而那阴风好似 也只是一阵 很快便消散了 等三鬼再次抬头 看向眼前的时候 却发现 眼前出现了小区的大门 而这小区 正是先前魏明居住的 世纪华府 见此一幕 魏明的眉头 不免微微一条 这里是樱花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建筑 樱花的风格 和华国的风格 相差的可不是一心半点 魏明看着眼前的小区 他十分清楚 一定是幻象 不管这小区 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 总而言之 都不是什么好情况 主人 这一定是陷阱 咱们不能这么愚蠢地 踏入这个陷阱里去 碎嘴连忙转头 对着身旁的魏明说着 而魏明还没开口 眼前的小区大门 忽然便敞开了 很明显 这大门就是希望 三鬼能够进去 毕竟再碎嘴说出 不要进去这句话之后 眼前的大门 便马上打开了 碎嘴盯着魏明 他的眼中 依旧存有担忧 主人 不要太肆意妄为 咱们要不然 先观察一下 毕竟这地方 实在太诡异了 这小区莫名其妙地 出现在这里 定然是一个陷阱 一旁的孙妃 也是连连点头 是啊主人 这件事情定然不能太过于 随随便便了 咱们还是要先观察一番的 听着身旁两鬼的声音 魏明有些无奈地笑了一声 难不成你们 就这么担心 我们会发生什么危险 我是什么能力 你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什么 我不敢去的地方 魏明的话 虽然是这么说的 可碎嘴与孙妃 还是同样担心他 主人 不然 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毕竟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 咱们根本就不清楚 这个地方的状况 碎嘴已经有些焦急了 可是魏明 却仍旧打算进门 放心 我既然说了不会出问题 那就一定不会出问题的 魏明说着 脸上挂着淡然的笑容 他似乎对着陌生 又诡异的地方 也并无一丝一毫的胆怯 分明就是一个幻想 可他还是毫不畏惧 魏明并未管自己背后碎嘴 和孙妃的阻拦 而是直接抬腿 朝着眼前的小区走去 魏明的步子迈得很大 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他便已经踏进了 小区之中 而眼见着魏明 毫不犹豫地踏入了小区 背后的孙妃脸上 瞬间闪过了一丝惊讶 主人 这幻想也是能说近就近的吗 这里边 咱们也根本就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若是出了意外 我们都走不出去的话 该怎么办 孙妃冲着魏明的背影喊着 可魏明却连头都没有回 如果你不愿意 跟着我的话 我倒是也不会逼迫你们 反正我进去之后 如果找到出去的路 我也绝对不会回来 带你们出去的 魏明的话音未落 碎嘴便一个大扑冲上前去 她甚至连考虑都不曾有 便直接跟上了魏明 孙妃看着碎嘴 那毫不犹豫的动作 她则是不由自主地 紧紧皱起了眉头 你们两个 怎么都毫不犹豫的 若是里边 真的有什么危险 那岂不是咱们 都要继续留下来了 孙妃依旧大声地喊着 只是 不管是碎嘴 还是魏明 都并没有开口 回答她的问题 并且 魏明和碎嘴的身影 也在浓雾之中 越来越浅淡 孙妃若是再不赶上去 怕是就真的赶不上了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孙妃转头 扫视了一圈周围 她不得不承认 周围不管是浓雾 还是眼前的小区 给自己的一种感觉 就只是十分的危险 可若是让孙妃 自己留在这里 倒是还不如跟上去 至少魏明的实力 如此强大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也都能保护自己 如果不跟上魏明 一直自己留在这里 说不定也是真的会被 浓雾中莫名出现的 什么东西给伤害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孙妃倒是也不再犹豫 她轻叹了一口气 这才快步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 小区的大门 也已经缓缓地在关闭 看到大门正在关闭 孙妃更是咬牙 加快了步伐 大门如果就这么关上的话 孙妃就是 真的被关在这所谓的 小区门外了 到时候 不管自己想不想进去 也都无法进门了 就在孙妃踏入小区之后 那大门关闭的速度 则是忽然加快 瞬间 孙妃的背后 便发出了砰的一声 孙妃正了片刻 这才转头 看向了自己的背后 果然 大门已经死死地关上了 而这边的动静 自然也是引起了 魏明和碎嘴的注意 他们朝着大门的方向 看了过来 这才看到了 孙妃正一脸困惑地 站在门口 孙妃 你还站在那门口做什么呢 难不成 你要研究研究这门锁 之后当个锁家 魏明的声音传了过来 孙妃听到她的声音 这才猛然回过神来 刚才大门关闭的时候 孙妃只觉得自己 好像忽然意识 都模糊了一般 在方才她发愣的那个时刻 甚至自己的思绪 已经飘到了万里之外 她仿佛也已经完全忘记了 自己如今 是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 魏明及时叫了她一声 这才让她回过神来的 孙妃甩了甩脑袋 连忙快步朝着魏明走了过来 主人 这个地方很奇怪 咱们最好 还是不要走散了 更不要乱走 听着孙妃 若有歧视的话 魏明轻笑了一声 她伸手 在孙妃的肩头拍了拍 不管这小区里边 到底有多危险 我都并不觉得 有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魏明这话说完 孙妃则是有些犹豫地摇了摇头 只是没想到 魏明下一句话 更让孙妃不知 应该如何回答了 因为我足够强大呀 就算这浓雾 这小区真的有什么问题 他们也无法奈我何的 因为他们打不过我 魏明脸上满满的 都是笑容 孙妃则是眼珠子 都瞪大了 她想过了好几种可能性 却唯独没有想过 魏明竟然会这么说 好了好了 这个小区确实隐隐有些危险 只是虽然目前来不知道 这危险是来自什么地方 魏明眼见着孙妃的情绪 已经没那么恐惧了 她这才倾笑了一声 同时 抬手在孙妃的肩膀上拍了拍 魏明安慰好孙妃之后 刚一转头 眼中就挂上了一丝灵力 从一开始 刚进入这个小区的时候 魏明也就已经隐隐觉得 这浓雾之中 好似有危险的存在 只是如今他们都进来了 并且 隐隐已经在这里 站了这么久了 若是有危险的话 怕是他们 也不能安安稳稳地站着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尽管给人的感觉 是十分危险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危险 却迟迟不曾降下 而魏明站 在原地沉默半赏之后 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躁动 而这躁动 指引着他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魏明不免皱了皱眉头 你们觉不觉得 这个小区 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在吸引着我们 魏明的话音落下 碎嘴 则是瞬间警惕了起来 他扫视着眼前 扮上之后 这才转头看向了魏明 主人 我并没有觉得 这里有什么东西 是在吸引我的 只是我总觉得 这个地方不太安稳 感觉好像有一种 莫名的危险 在是不是地盯着我们 或者说 他们就在等咱们 放松警惕之后 便会出现了 碎嘴的话 尹德孙飞 也是连连点头 突如其来的浓雾 再加上 骤然出现的小区 并且 如今他们之中 最强大的魏明又表示 这小区的最深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着他们一般 这种种也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便是这件事情 根本就不是一件 太过于简单的事情 这个地方 一定非常诡异 就看他们到底 能不能绕过这诡异了 主人 咱们还要继续深入吗 碎嘴转头看向了魏明 而魏明 则是微微点头 既然咱们来都来了 若是不进去的话 岂不是有些不合适 不管这里边 到底是有什么东西 至少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都是他们的客人 哪有客人进门之后 就迅速转头离开的道理 魏明说着 嘴角也带上了一丝笑容 他微微转头 看向了小区深处 尽管碎嘴和孙妃 都并未感受到 有什么东西 在召唤 可魏明 却感受得清清楚楚 自己心中 如今只有一个念头 特别强烈 那就是想要 让自己快些 进入到小区最深处去 那么 吸引自己的东西 也定然就是在小区最深处 走吧 咱们继续往里走走看看 说不定 会有其他的发现呢 魏明话音落下 便快步往前走去 碎嘴见壮 倒也是缓步跟了上去 至于孙妃 他现在已经不敢远离魏明了 三轨一点一点地 朝着小区深处挪动 渐渐地 便也远离了小区紧闭的大门 魏明走在最前方 并且 他倒是没有任何距移 碎嘴和孙妃 则是十分警惕地 跟在他的背后 很快 他们便走到了居民楼处 看着处立在自己眼前的楼 魏明缓缓地抬起头来 只不过当他抬头 这才发现 眼前的楼非常高 甚至根本就看不清楚 楼上到底有没有什么情况 并且 整栋楼也毫无人气 果然 幻象始终都是幻象 魏明倾笑了一声 这才微微转头 看向了自己身旁的碎嘴和孙妃 咱们接下来 马上就要靠近这居民楼了 我倒是觉得 这居民楼里 可能藏了什么东西 我们待会儿往前走的时候 一定要打起一万分的精神 一定不能被这群 乱七八糟的东西埋伏了 听着魏明的话 一旁的碎嘴和孙妃 也是连连点头 我们自然是知道 的 主人你就放心吧 我们也并不是彻彻底底的若季 碎嘴十分自信地对魏明说着 魏明这才微微点头 重新看向眼前的楼之后 魏明深吸一口气 这才带上了背后的两人 朝着前方走了过去 果不其然 几人还没走几步 面前便传来了一阵阵的咆哮声 听着声音 应当全都是厉鬼 只不过 他们好像都不会说话 也只会咆哮 这么看来的话 这群厉鬼 很有可能是非常低级的厉鬼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魏明的脸上染上了一层轻松 他脚步丝毫不停地继续往前走 紧接着 眼前便忽然冒出来 乐数不尽的厉鬼 碎嘴只是看了一眼 便冷笑了一声 区区C级厉鬼 根本就不够看的 碎嘴的话音刚落下 卫明就已经动手了 眼前的厉鬼 成群结队地朝着卫明扑了过来 而卫明则是看都没看 便轻轻抬手挥了挥 下一刻 最前方的那群厉鬼 已经消散了不少 主人 这些厉鬼太弱了 让我来吧 碎嘴喊了一声 下一刻便跳到了卫明的身旁 卫明没说话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而在碎嘴消灭这些厉鬼的同时 卫明抬头看向了前方 他十分清楚的是 自己应当要走到小区最深处 也就是说 他们要穿过小区的九栋楼 而第一栋楼便迎来了这么多的厉鬼 卫明已经开始思索 若是这厉鬼之后的数量越来越多 甚至越来越强大 自己究竟还能否应对 只不过 卫明还没想明白 不知不觉间 碎嘴就已经消灭了所有厉鬼 主人 你在想什么 卫明身侧 碎嘴正开口问着他 听到这声音 卫明这才有些意外地转头看向了碎嘴 厉鬼全都消灭了 你怎么这么夸 卫明说着 还不忘转头看了一眼身旁 果然 方才那些源源不断数不尽的厉鬼 现在已经一个都没有了 主人 那些厉鬼 只不过是一些低级厉鬼 他们甚至连碰都没碰到过我 这个速度 其实也不算很快了 碎嘴有些无奈地对卫明说着 那些厉鬼 其实他 很快就已经全部消灭了 只是他意识到 卫明正在想什么事情 所以才一直都没有过来 打扰卫明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卫明依旧在沉思 碎嘴这才终于忍不住站出来 对卫明开口的 而碎嘴的话说完之后 卫明这才点了点头 同时 他转头看向了前方的几栋楼 不瞒你说 我倒是觉得 咱们前方 定然也还是充满了危险的 这才只是第一栋楼 接下来 定然还有许多厉鬼 等着我们 并且 这厉鬼的能力和数量 也有可能只多不少 卫明的脸上充满了严肃 只是碎嘴 却轻笑了一声 放心吧 主人 这些厉鬼实在是太低级了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若是咱们再往后 那些厉鬼等级越来越高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数量了 碎嘴的话多少也有些道理 卫明沉默片刻 这才总算点了点头 行 那咱们继续走吧 话音落下 卫明便走在最前方 碎嘴和孙妃什么话都没再说 只是安安稳稳地跟在他的背后 很快 他们便到达了第二栋楼门口 紧接着眼前 便再次爆发了一阵诡计 卫明往后退了一步 转头看向了身旁的碎嘴 这些厉鬼 看起来也很弱 你应该能解决的吧 碎嘴并未开口 只是连连点头 卫明没再出手 只是看着碎嘴往前冲了上去 而这一次出现的厉鬼 则是B级厉鬼 只不过 尽管这些厉鬼 已经比上次出现的那些 高了一个等级 可在他们面前 却是依旧不够看的 碎嘴处理这些厉鬼的速度 依旧非常快 不多时 眼前的厉鬼 就已经全部消失了 卫明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这才继续带着碎嘴 和孙飞往前走 第三栋楼 A级厉鬼 这一次碎嘴处理的 显然没有那么迅速了 毕竟都是A级 自然不如先前的 那两个等级的厉鬼 碎嘴这次 起码也要碰到他们 这才能够消灭他们 眼见着碎嘴的速度 慢了下来 卫明的眼神 则是缓缓地落在了一旁 孙飞的身上 孙飞意识到卫明的眼神 他没有片刻犹豫 便连忙冲了上去 果然 有了孙飞的帮助之后 两鬼对付这群厉鬼的速度 就更快了 眼前的厉鬼 全部消灭完之后 碎嘴和孙飞 也是迅速回到了卫明的身旁 走吧 下一栋楼了 卫明只觉得自己 心头的那一抹躁动 已经再次冒了出来 他便没有过多停留 直接快步朝着 前方走去 第四栋楼 和SS级厉鬼 在对付S级的时候 碎嘴和孙飞 显然还是打得过的 可是当面临SS级的时候 他们两个 却纷纷转头 看向了背后的卫明 主人 这群SS级同时围上来 我们顶不住太久的 听着孙飞的声音 卫明这才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给了你们那么多鬼惊 你们现在 竟然连这群SS级都打不过 卫明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他的眼中 却也闪过了一丝欣慰 毕竟 他们能够独自对付 S级厉鬼群体 已经有些让他出乎意料了 在吸收鬼惊之前 孙飞也不过是一个S级而已 如今 却也能吊打S级了 很快 眼前的这SS级厉鬼 也在卫明的帮助之下 用最快的速度 清除完毕了 那么紧接着 就是第六栋楼了 可是 卫明身旁的碎嘴 和孙飞却有些疲惫了 他们站在原地大口呼吸着 卫明这才走到了他们的身旁 怎么了你们这是 不过是区区几只SS级厉鬼 就把你们弄成了这个模样 卫明嘴角带着笑意 他开口对凉鬼说着 但他们却都没有对卫明开口 依旧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卫明盯着他们半晌之后 这才觉得不对劲 怎么了 碎嘴这才勉强撑起来了自己的脑袋 我们太累了 那群SS级也会乱心智 甚至还能调动我们内心之中 最为恐惧的东西 虽然知道是假的 可我们还是多少有些被影响的 听着碎嘴的话 卫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方才那些SS级厉鬼 好像确实有些不对劲 虽然他面临这些厉鬼的时候 并没有发觉 有任何被影响的地方 只是身旁的碎嘴和孙飞 倒是动作都慢了许多 他们影响 你们心神了 思索片刻 卫明这才坐在了碎嘴和孙飞的身旁 不错 只不过我们等级和他们相差不多 所以才会被影响 继续往后走的话 也很有可能更难走了 孙飞说着 微微抬头看向了前方 卫明轻笑一声 他毫不在意地开口 那又怎么样 他们总不可能比我还强吧 卫明这番话倒是充满了自信 孙飞和碎嘴听完 他们对视一眼 这才无奈地摇了摇头 卫明的实力确实很强 可是说不定接下来冒出来的厉鬼 便是SSS级的了 若真的是SSS级 他们定然会死无全是 所以 碎嘴和孙飞的脸上倒是出现了犹豫 碎嘴 一开始你不是也说了吗 如果是高等级厉鬼的话 也不会出现太多数量的 那么有我在 你们在怕什么呢 卫明脸上挂着笑意 碎嘴和孙飞对视一眼 这才纷纷冲着卫明点了点头 主人 我们当然相信你 只不过如果到时候 那厉鬼很难对付的话 我们也不得不先走一步了 碎嘴的脸上蒙上了一层谨慎 这倒也不是因为碎嘴太过于胆怯 只是对比一个 根本就对抗不了的厉鬼来说 他倒是还不如先走一步 卫明也并未拒绝 他点了点头 这才继续往前方走去 踏入第六栋楼的时候 半赏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甚至 也根本就没有诡气扩散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 从第六栋楼开始 就没有厉鬼了吗 卫明难难地说着 同时转头 看了看自己周围 可是纵然是扫尸了一圈 却也并未见到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而一旁的碎嘴 也是谨慎地扫尸着周围 半赏之后 碎嘴才往前走了两步 却不曾想 下一秒 剧烈的鬼气 声腾起来 瞬间就朝着碎嘴冲了过去 碎嘴连忙往后 撤了几步 主人救我 碎嘴连忙开口喊着 而卫明早在鬼气出现的瞬间 就已经快步朝着碎嘴冲了上去 在碎嘴开口的时候 卫明也已经站在他背后了 卫明伸出手 直接拎着碎嘴的后脖梗 便把他扯了回来 碎嘴深吸了几口气 而当他们转头的时候 却发现 原本站在他们背后的孙妃 已经不见了 怎么回事 孙妃呢 碎嘴说着 而卫明也瞬间提高了警惕 孙妃原本就在自己背后 甚至碎嘴离他们也并不远 只是上前走了两步的时间 回过头来孙妃便不见了 卫明瞬间警惕了起来 只不过 四周一片寂静 仿佛刚才的鬼气 都是他们因为紧张产生的错觉一般 主人 这个厉鬼可能真的有SSS级 或者也是一个SSS级巅峰 咱们不能掉以轻信 碎嘴的声音 此刻已经夹杂了一丝颤抖 卫明轻笑一声 可尽管如此 他的眼中也还是闪过了一丝紧张 半晌之后 身旁都没有动静 可因为方才孙妃消失的 实在是太过于快速 且太过于诡异 所以卫明并没有放开碎嘴 一鬼一猫缓缓地朝着 前方挪动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卫明忽然听到了 自己背后有动静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正急速朝着自己冲过来一般 卫明连忙往旁边一个跨步 紧接着 一团黑色便落在了卫明的眼前 他定睛一看 地上的这团 黑色不正是孙妃吗 孙妃 怎么回事 你被什么东西抓走了 卫明连忙开口 对孙妃说着 碎嘴也是一脸紧张地盯着孙妃 孙妃倒在地上之后 则是半上没有动静 就在卫明的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这才缓缓抬头望向了卫明 主人 是一只SS级巅峰 他比我强大 但杀不掉我 孙妃一边说着 一边撑着地面 让自己站起身来 听着孙妃的话 缩在卫明怀中的 碎嘴就更加紧张了 他浑身的毛发 都在瞬间炸了起来 卫明紧皱眉头 他低头看向碎嘴的时候 也发现了碎嘴的毛发炸起 他有些无奈地伸手 摸了两把 这才转头看向了孙妃 被丢出来的那个方向 不管你是什么人 或者说 你是什么鬼 起码我们现在 都已经站在你面前了 你总要出来 见一见我们吧 卫明的声音不大 并且十分平淡 瞬间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安静了下来一般 卫明盯着的那个方向 也缓缓走出来了一个 黑色的身影 你们闯进来 打扰我休闲 必须留在这里 那家伙的声音 十分沙哑 并且 好像是很久 都没有开口说过话一般 显得非常僵硬 盯着眼前的黑影 卫明则是轻笑了一声 对方身上的鬼气 并不强大 也许确实是一个 SS级巅峰 可就算如此 在卫明眼前 也是完全不够看的 卫明冲着那SS级 厉鬼招了招手 示意那厉鬼过来 厉鬼很显然 并没有遇到过 这种找死的 他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诧异 这才飞速朝着卫明冲了过来 卫明怀里的碎嘴 瞪大了双眼 他仿佛已经嗅到了 死亡的气息一般 而卫明则是一个甩手 把他丢到了一旁 孙飞的身上 你们两个老老实实待着 这个家伙交给我 卫明话音未落 便已经冲上前去了 那厉鬼的速度很快 可卫明的速度更快 卫明出现在厉鬼面前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当卫明的拳头 落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这才终于意识到卫明 已经出现在自己身旁了 你怎么这么快 那厉鬼开口对卫明说着 可卫明只是冷笑一声 他周身瞬间爆发黑气 而这黑气把厉鬼包裹起来 随后卫明才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比不过我 并且 你打伤了我的手下 这件事情该怎么算呢 卫明的眼中 闪烁着危险的意味 虽然那厉鬼十分强大 甚至在周围 也算得上是 没人打得过他的 可如今面对眼前的卫明 他的心中 却不由得有了一丝恐惧 你想要做什么 我们也不想留在这里的 可是我们出不去 只能一直守护着这里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能离开 那厉鬼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祈求 卫明没再说话 他缓缓地低下了头 只是 就在他低头的瞬间 厉鬼的眼神 落在了一旁碎嘴的身上 碎嘴刚好正在看向厉鬼 和卫明的方向 对视片刻 碎嘴的眼神就变了 他猛然从孙妃的怀中 正拖出来 就要朝着卫明扑过来 碎嘴 你做什么去 那边危险 孙妃吓了一跳 连忙冲着 碎嘴开口喊着 只是如今的碎嘴 却根本就听不到孙妃 对自己所说的话了 可纵然碎嘴的动作 已经不受自己控制 但孙妃的话 也还是给卫明提了个醒 他本就没有对自己背后 有任何防备 所以虽然知道碎嘴冲过来 也只是认为 他是要来帮助自己的 却不曾想到 在孙妃如此焦急的情绪之下 碎嘴都没有任何动作 那么这么一来 就也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便是 如今的碎嘴 已经没有自主能力了 卫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厉鬼想要控制碎嘴来攻击自己 可碎嘴的能力 本就比不上自己 再加上这厉鬼现在 也丧射攻击能力 就算是碎嘴打过来 卫明也只是缓缓地伸出手 把碎嘴也给控制了起来 怎么 难不成 你都被我控制住了 你还是想要 对我下手 你卫明有些过分了吧 还是说 你以为自己很强大 卫明看向厉鬼的眼神之中 不免增添了不少嘲弄 而厉鬼也没想到 碎嘴竟然这么容易 就被卫明给控制住了 若是两者比拼起来 厉鬼都并不觉得自己 能够轻松收服碎嘴 这么看来 眼前的卫明 竟然如此强大 厉鬼心头瞬间冒出来 这样的念想 而片刻之后 他则是无奈地垂下了脑袋 我没你强大 我认输就是了 看着眼前这厉鬼 终于认输 卫明这才松了一口气 尽管对比起来这家伙 卫明也并不觉得 自己会输 可无论怎么说 能少打一架 也算是好事 算你自己识时误 卫明话音落下 他的手微微握拳 下一刻 那厉鬼便瞬间消散了 地上只留下了一颗 硕大的鬼精 而卫明只是看了一眼 便转头望向了孙妃 你们两个补一补吧 一路走来 也消耗了这么久了 卫明的话音落下 碎嘴便从卫明手中正拖出去 他叼着鬼精 便跳到了孙妃身旁 两鬼很快就把鬼精 给吸收完了 卫明看着他们两个 恢复得差不多了 这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行了 你们看样子 也恢复得可以了 暂时就先这样吧 我们继续往前走 深吸一口气 卫明这才看向了 前方的第七栋楼 孙妃和碎嘴 便也快速地站在了 卫明的身旁 他们继续往前走去 而这一次 楼内并没有冒出来厉鬼 只是他们顺着路 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这才发现 前方已经没有路了 怎么回事 前方不是 还有两栋楼吗 我们为什么过不去了 卫明盯着眼前的这一幕 这才紧紧 皱着眉头说着 只不过卫明身旁的碎嘴 看了半上 则是开口了 主人 我们大概要从 这栋楼进去 第七栋楼和第八栋楼 是连接的 我们进去之后 大概是能够找到路的 如果没办法的话 碎嘴虽然没有 继续往下说 但卫明也算是理解了 碎嘴话中的意思 他微微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楼 这楼内并没有 厉鬼的气息 里边 应该是并没有 厉鬼藏 在里边的 可若是对方 是一个非常善于 隐蔽自己气息的厉鬼 那他们 也是无法发现的 所以 此时的卫明 已然有些犹豫了 他转头看向了 身旁的碎嘴和孙妃 眼中也充满了担忧 主人 你放心吧 我们两个 刚才补充了能量 现在 不止是恢复了 甚至还比之前更强了 我们这次 也一定不会拖后腿的 听着碎嘴的话 卫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毕竟眼前 已经没路了 如果他们不抓紧时间 走进去的话 说不准 也只能被困在这里 想要前进 便只能进入第七洞楼 就算他们不知道 前方到底是有什么东西 等着他们 如果进去之后 遇到了其他 更强大的厉鬼 对我们来说 肯定是不利的 毕竟我们不了解 这楼内的构造 卫明说着 看向了身旁的碎嘴和孙妃 孙妃 则是冲着卫明点了点头 没关系的 就算这里边 确实有厉鬼 我们也相信 主人 一定能够消灭他的 孙妃这话 倒是有些捧着卫明的意思了 只不过 卫明倒也点头映下了 他微微转头 看向眼前的楼房 下一刻 他便忽然察觉 自己脑海中 有了一个声音 来啊 快来啊 我们等你好久了 这声音出现的 实在太过于突然 卫明猛然一惊 抬头看向了眼前的楼房 可楼内 依旧是一片寂静 碎嘴和孙妃 也是一脸疑惑地 看向了卫明 他们似乎不太理解 卫明究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卫明盯着那楼 看了半晌之后 这才总算是 吸了一口气 你们方才有 听到什么声音吗 两鬼 依旧是冲着卫明摇头 碎嘴也有些担忧地 走到了卫明的身旁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担心 是不是这个环境 实在太过于诡异 所以 扰乱了卫明的心绪 不过 卫明倒也没再继续犹豫 那个指引自己的东西 已经距离自己这么近了 若仅是因为 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情况 便逐步不前 倒也不是自己的风格 思索片刻 他直接便开口了 好了 我决定了 咱们进入这栋楼 从楼内 找到第八栋楼的入口 与此同时 华国 五大天王这边 也早已经被农物所包裹了 这农物的扩散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导致他们 还未曾反应过来 便已经被农物包裹了 只是 农物出现的时候 还夹杂着一阵阵的诡气 队长 我们分散去探一探情况怎么样 麒麟听着身旁的声音 她由于半晌 却不曾开口 倒是邓夜舟 盯着周围的浓雾 缓缓开口了 队长 我已经看过了 这鬼气 应当是低级立鬼锁 发散出来的 也就是说 目前来讲咱们不用担心 这浓雾 虽然让人分不清方向 并且范围这么大 但终究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听着邓夜舟的声音 麒麟这才终于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先四处探查一番吧 过会儿 不管发现什么情况 都要记得回来 我就在这里 等着你们 麒麟满脸 都是严肃的神情 毕竟 若是一直待在这里 什么都不做的话 他们也根本就走不出去 眼看着周围的几人 一人一个方向的离开 麒麟也是提高了警惕 他们的身影 逐渐消失在了麒麟的眼前 半晌之后 他这才终于深吸了一口气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周围也安静地可怕 甚至没有风声 更没有人的动静 邓夜舟离开之后 则是朝着右侧走去 只不过 他对于鬼气的来源 是很敏锐的 一路都不曾发现 过利鬼的身影 甚至浓雾一直往前走 可邓夜舟 却不仅仅是没有发现 利鬼的身影 甚至是任何活物 都不曾见到 这浓雾 好像源源不断 分明浓雾爆发的地方 是有山有树的 可他面前 如今却什么都没有 余下几人的面前 也是如此 也不知过了多久 麒麟已经逐渐 有些着急了 自己的队员 没有一个人回来 所有人都 仿佛消失了一般 一点声音都没有 麒麟站了半晌之后 这才转头朝着 邓夜舟离开的方向走去 邓夜舟的探测能力 最为强大 只要能够找到邓夜舟 就不怕找不到 剩下的队员 可是 麒麟顺着邓夜舟离开的 方向走了许久 却也不曾见到 邓夜舟的身影 渐渐地他 心头已经有了一丝紧张 难不成 他们几人 都已经出了 什么情况吗 只是这个想法 刚出现 便瞬间 被麒麟给掐灭了 若是真的有什么情况 倒是也不至于 一点声音都不发出来 麒麟顺着路继续搜寻 而其余四人 也是 在顺着路往回走 他们几人 已经发现了 这片浓雾十分奇怪 在浓雾之中 根本就分不清楚方向 并且什么东西 都见不着 仿佛周身是一片 硕大的空地一般 他们走了半场 这才打算转头回去 只是走着走着 几人却也发现 自己好像已经回不去了 在这浓雾之中 他们已经彻底地 丧射方向感 并且 不管从那个方向走 他们眼前的景象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么一来 几人便无论如何 都找不到来时的路了 该死 早知道 就两人一对了 现在倒好 来时候好好的 还回不去了 古拓有些无奈地开口说着 可是如今 他也已经彻底地没了办法 毕竟抬头看向哪个方向 也都只觉得十分熟悉 仿佛无论如何 都找不到先前的路线了 而麒麟走了不远之后 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这浓雾很奇怪 甚至 还有一种会放大情绪的作用 原本不管面对什么事情 都感到十分平静的麒麟 此刻心中竟也十分烦躁 他强行压下了自己心中的烦躁 继续往前走着 只是没过多久 几人的眼前 忽然出现了一栋大楼 这大楼和灵异局总部 是一模一样 麒麟盯着眼前的大楼 则是瞬间就愣住了 除了麒麟之外 古拓四人的面前 也同样出现了这栋大楼 就连后来 进浓雾的赶死队 他们也同样看到了 这栋大楼 他们本不在一个地方 可眼前却都出现了 同样的景象 邓夜舟盯着眼前的大楼 他思索半晌之后 还是往前走了两步 饶使他探测能力 最为强大 站在大楼面前 他却也并没有感受到 任何大楼中 传出来的气息 一时间 邓夜舟之怀疑 自己面前的这栋楼里 该不会什么东西 都没有吧 他们五大天王 也还算是比较强 所以几人 虽然盯着眼前 忽然出现了大楼 却也都不曾有慌乱 只是那赶死队 可就不一样了 他们从进了这片浓雾开始 简直就像是连体鹰一般 无论如何 都不会离开身旁的人半步 这也算是一个好处 最起码几人都没有走散 赶死队的几个人 只不过是普通人 他们并没有遇鬼式的能力 所以看着眼前 忽然出现了大楼 几人都慌张地往后退 都做什么呢 我们是赶死队 你们一个个还在怕死 赶死队的队长 转头看向自己背后的几个人 他的眼中满是不悦 几人对上了队长的眼神 这才咽下心中的慌张 重新走上前来 队长 这楼忽然出现 一定不简单 说不定就是一个幻想 可能是那些厉鬼造出来 想要让咱们进去的 听着身旁的声音 赶死队队长 颇有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件事情 我还用得着你说吗 都小心一点 这个楼断然不能进去 我们从一旁绕过去 赶死队的所有人 绕过了大楼 继续往前方走着 而五大天王 虽然没在一起 可他们每一个人 也都选择了同样的方式 便是不打算随便 闯进这栋大楼 只不过邓夜舟 虽然没有进去 却也不曾离开 他只是围绕着大楼 一圈一圈的转悠 只是看了半晌 却也没有发现 这大楼有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 另一边的赶死队 他们离开的大楼周围之后 走了没多远 便再次看到 眼前出现了这栋大楼 队长 这大楼怎么又冒出来了 咱们不是都绕过他了吗 赶死队之中 有一个人抬手 指着眼前的大楼 他的手颤颤巍巍的 赶死队队长 则是折了一声 他的脸上 写满了刚毅 队长往前走了几步 盯着大楼片刻之后 这才转头 看向了自己背后的队员 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不能 由咱们自己控制了 很大的概率就是 这浓雾 一定要让咱们 进入大楼之中 如果我们不进去 我们就也永远无法走出去 这么说 你们能懂了吗 除了赶死队这边 麒麟也已经意识到 这个大楼 必须要踏进去 只是没有人知道 这大楼里到底存在着什么东西 若是有什么太危险的 厉鬼和陷阱 那五大天王 可能也都要栽在这里了 麒麟站在大楼前 扮上之后 则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他们几个 现在怎么样了 我的面前 是灵一局总部的大楼 那么 若是他们面前 也是 说不定我们会在大楼中遇到 麒麟这么想着 下一刻 他便抬头看向了大楼 接下来 他没有丝毫犹豫地 便抬腿走了进去 可这个时候 五大天王之中 也只有麒麟 是朝着大楼走去的 剩余的四人 都不曾轻易踏进去 此刻的宋启明 已经提高了警惕 正在大楼附近转扬 他并没有远离大楼 却也不曾靠近 眼前的大楼 实在是出现的诡异 宋启明最擅长的 也不过是防御 他不善于攻击 自然不愿 就在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 就闯进去 只是在浓雾边 转悠了很久 宋启明 也不曾发现任何异常 他索性开始 远离那栋楼了 宋启明离开那楼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继续往前方走去 他尽管是一头 扎进了浓雾之中 心中却依旧是 提高了警惕 这一整片浓雾 还有这突然出现的大楼 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说 也都是充满了诡异的 宋启明可不愿意 自己就这么死在这里 所以他提高警惕 在浓雾中继续探查着 只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 自己才刚刚走了没多远 眼前便再次出现了一个 朦胧的巨大黑影 看到那黑影的时候 宋启明几乎是瞬间 就停下了步伐 他震惊之余 微微转头看向了自己背后 方才那大楼屹立的方向 可远处哪还有什么大楼 宋启明惊讶一瞬之后 也还是缓步走上前去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假灵一局不让我离开 一心想要让我进去 你这究竟是想要做什么 宋启明低声说着 同时也朝着眼前的大楼 走了过去 他已经意识到了 这栋大楼 既然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那么就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大楼 在等着自己走进去 只是进门之后 到底还会发生什么 那宋启明就不知道了 可沉思半晌之后 宋启明也还是决定要进去了 毕竟如今的情况 已经很明确了 若是不进门的话 就绝对走不出去 哪怕是现在还不清楚 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这浓雾 已经都已经给出了这栋大楼 便也说明 他们必须要进门 宋启明一步一步地 朝着大楼走了过去 他的眼中并未有任何慌乱 却只是充满了坚定和防备 至于古拓 也已经在宋启明 踏入大楼的同一时间 走了进去 可另一边的薛宇 却是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他已经围着大楼 转悠了许久了 并且 他也尝试顺着来时的路走回去 只是不论他走多久 却始终没有办法 走出去这片区域 该死 也不知道 队长那边怎么样了 薛宇喃喃地说着 他的眼神 尽管落在眼前的大楼上 心思却也根本就不在这里 周围什么动静都没有 薛宇甚至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有更危险的东西在埋伏着 还是说 这浓雾 就只是单纯的雾气 周围本就没有什么危险 可是在犹豫之下 薛宇也还是朝着眼前的大楼走了进去 很快 所有人都已经踏入了大楼之中 尽管他们此刻并未在一个地方 却纷纷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麒麟站在大楼门口 却并没有贸然进门 毕竟如今 对于这大楼内部的情况 还全都是未知的 若是太草率地进门 保不齐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并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若是这大楼之内 关着的全都是厉鬼 那么麒麟知道 自己也许根本就跑不掉 深吸一口气之后 麒麟这才缓步朝着眼前的大楼走去 周围什么都看不出来 若是想要知道大楼之中 还有什么情况存在的话 也只能走进去了 另一边的宋启明 此刻也已经站在了大楼门口 尽管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宋启明也已经展开了防御护照 若是真的打开门 便是无数厉鬼冲出来的话 他自认为自己的防御 也能起到一丝作用的 宋启明抬起手来 缓缓地把眼前的大门给推开 只是下一秒 他便瞬间愣在了原地 大门打开之后 映入眼帘的一幕幕 和林一局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宋启明长大了嘴巴 一点一点地扫视着眼前的这一幕 这分明就是浓雾产生的幻想 可为何眼前的这一幕幕 和林一局总局是一模一样 宋启明还没想明白这一点 随后他便看到了正在大厅里 忙忙碌碌走来走去的人们 他们每一个人都似乎在忙着些什么 宋启明愣了很久 伴上之后 他这才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随后宋启明转头 朝着自己背后的门外看了一眼 出现在自己背后的景象 依旧是浓浓的雾气 一瞬间 宋启明只觉得震惊 这浓雾竟然能够打造出如此一幕 这仿真程度 若是把背后的浓雾忽略 简直就和林一局是一模一样 宋启明咽了咽口水 站在门口半上也没有任何动作 其他人的面前 自然也是这样的情况 麒麟一脸困惑地盯着眼前的这一幕 这群人实在太过于诡异 虽然一个个地看起来都在忙 却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 麒麟并未发出任何动静 她只是单纯地站在门口盯着眼前的所有人 很快 她便发现了这群人的不对劲 他们虽然每一个人都在忙 走来走去的模样 好像手里有着多大的麻烦是一般 可仔细看来便会发现 他们行走的路线是一致的 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动 并且每一个人的脸上也充满了僵硬的神情 就好像 他们只是木偶 或者说是被人摆布的木偶一般 盯着他们 看了半晌之后 麒麟这才缓缓地往前走了一步 只是那群员工 却根本就没有看过来 就好像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面前 突然出现了一个外来者一般 另一边的邓夜舟 也已经踏进了大楼之中 他盯着眼前的这些 专心致志工作的员工 则是深吸了一口气 邓夜舟已经意识到 这群人的身上是存在鬼气的 但好在 鬼气并不强烈 另一边的麒麟 虽然没有邓夜舟这么强大的感测能力 可他往前走了几步之后 也意识到周围充斥着一股奇怪的能量 这种能量并不像是普通的鬼气 又或者是灵力 只是如今五大天王都是孤身一人 也断然不可能贸然冲上前去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五大天王已经陆陆续续地意识到问题了 并且他们也十分清楚 自己绝对不能太过于贸然的前进 最好也不要打扰到这群员工的工作 不然说不准就会引起他们所有人的注意 毕竟他们如今 虽然是进入了一个和灵异局总局大楼 一模一样的区域 可他们所有人的心中更是清楚 现在他们是在这浓雾之中 更是不可能出现在灵异局总部 再说了 灵异局总部的大楼 也不是能被他们直接搬来这里的 所以 一切都是幻想 全都是厉鬼的陷阱罢了 唯一让他们感到不理解的便是 为什么分明是幻想 却又如此逼真 就好像真的是步入了灵异局一般 麒麟缓步走到了一张桌子前方 他一直都十分小心 并未发出任何动静 此刻也是终于成功地站在了桌边 轻轻地松了一口气之后 他这才低头看向了桌面上的东西 毕竟这一切实在是和灵异局太相似了 麒麟不得不怀疑 难不成不论是什么细节 这浓雾都已经一比一地做出来了吗 只是当麒麟低头的时候 他的眼中却闪过了一丝诧异 眼前的这一幕根本和自己先前所想的 根本不一样 他原以为摆在桌面上的东西 也都是和灵异局相同的文件 可靠近了之后 麒麟这才发现 桌面上看起来是放着很多文件 但全都是白纸 根本一个字都没有 麒麟皱起眉头 转头看向了眼前的这群人 只是他们依旧按照自己的路线 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 就算麒麟伸手把桌面上的文件 全部都挪到一旁 那员工过来之后 却也依旧是按照文件之前摆放的位置 走了过去 员工伸手在桌面上抓了一把 随后就转头离开了 麒麟这才确定下来 这群所谓的员工都没有自主意识 也更有可能是因为现在 自己并没有招惹到他们 所以他们才是这么人畜无害的模样 只不过 麒麟也不打算尝试激怒他们 他缓步朝着墙边走去 这些员工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 如果想要离开大厅去往二楼 最明智的一条路 便是从一旁的墙边蹭过去 所以 麒麟目前就是要靠近墙角 随后靠墙往二楼的楼梯走去 其余的四大天王 如今也已经逐渐发觉了这些员工的不对劲 他们都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可五大天王纵然意识到 这群员工不同寻常 只是那敢死队 却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只觉得 这群人很诡异 所以他们便想要 火速离开这里 只不过 敢死队的队长 却朝着大厅的办公室走了过去 队长 你做什么去 敢死队的队员压低了声音 问着敢死队的队长 只是那队长则是转头冲着身旁的人 轻笑了一声 不管这地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咱们去看看办公室 就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 他们的声音都压得很低 所以这些员工也并未听到 他们依旧是机械的动作 流水线一般的路线 半晌之后几人 也是成功地摸到了一楼的办公室 敢死队队长抬手打开门之后 这才伸头看了一眼 只是这办公室内却没有任何人 扫尸了一圈之后 他这才转头打算离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背后一个队员却未曾走出来 队长关门的时候 不小心把那队员关了进去 那队员便下意识地慢慢咧咧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那些员工忽然就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们纷纷转过头来看向了他们的方向 眼中也闪过了一抹冰冷的光芒 意识到这群人朝着他们看过来的瞬间 队长便已经顿时觉得不妙了 完了完了 这群鬼东西肯定已经发现我们了 那队长一边说着 一边连忙往后退 如今他们已经深入大厅 这群员工又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赶死队队长几乎是没有丝毫犹豫 便马上往后退了一步 快点把门关上 咱们先别出去 队长的话音落下 这群人这才连忙关上了门 只是 就算如此 也已经晚了 这群人意识到这大厅里 已经出现了外来者之后 他们便迅速朝着赶死队冲了过来 关门关门 先把门关上 队长 这些好像都不只是普通的人 他们好像是厉鬼啊 队长 咱们只是普通的人 咱们能打得过他们吗 身旁的声音陆陆续续 赶死队队长的脸上也有了一丝慌张 行了 你们都别吵了 厉鬼又怎么样 咱们不是有灵异举给的家伙石吗 正常武器无法伤害到这些厉鬼 但是我们可是有秘密武器的 赶死队队长说着 就拿出来了一柄长剑 对付这群厉鬼 他们自然是无法用寻常武器的 所以才会拿出来这柄长剑 眼前的这群员工瞬间撕掉了刚才那种庞弱无人的面具 一个个地嘶吼着冲着赶死队的人冲了上来 赶死队的人每一个人手中都握着一柄剑 眼前办公室的大门只开了一个小小的缝隙 来一个厉鬼他们就砍一个 虽然所需要的时间很长 只是面对这些低级厉鬼 倒也够用了 也不知道耗时多久 赶死队的几人都只觉得自己手臂酸胀的不行 眼前的厉鬼这才总算是彻底消失了 队长 下次咱们千万不要发出动静了 说实话 我只觉得很危险 眼前的厉鬼终于全部消失之后 背后这才有人开口对赶死队队长说着 队长没再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而与此同时 五大天王每一个人都十分谨慎 毕竟他们和厉鬼打交道多了 如今也都算是比较谨慎 他们都并未发出任何一丝动静 尽管所处的不是同一个空间 但五大天王也都缓慢地到达了二楼的楼梯处 麒麟看着眼前的楼梯 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他刚迈腿踏上楼梯的瞬间 他忽然就感觉自己背后 好像有无数道视线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麒麟微微转头看向了自己的背后 那群员工已经全部停下了自己手中的动作 不管此刻在做什么 却都是纷纷转头望向了麒麟 下一刻 那些员工周身便爆发出了鬼气 只不过 他们周身的鬼气却并不浓烈 扫视了一眼之后 麒麟这才确认 这群厉鬼不过都是C级厉鬼罢了 顶多夹杂了几只B级厉鬼 倒是也不足为惧 松了一口气之后 麒麟这才转身面对着眼前的厉鬼 而与此同时 古拓也已经被厉鬼围攻了 只不过古拓倒是没有丝毫的惊恐 更是不曾慌乱 他意识到那群厉鬼都盯着自己的时候 选择了不再上楼 他竟是朝着那群厉鬼走了过去 古拓的嘴里叼着一根不知道 从哪里找到的棒棒糖 他走到厉鬼面前之后 这才冷笑了一声 这么低级的厉鬼 难不成还想要拦住我 随着古拓的话音落下 那厉鬼也爆发出了一阵嘶吼声 古拓这才皱了皱眉头 他的手中瞬间闪出了灵力 紧接着 他一掌拍在了距离自己最近的 一只厉鬼的脑门上 吵死了 这么吵做什么 随着古拓一掌落下 刚才那咆哮的厉鬼已经消失了 随后古拓便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其余厉鬼 虽然不知道这些厉鬼为什么还没冲上来 但古拓也已经往后退了几步 就在他站在楼梯口的时候 这大厅中的厉鬼 这才再次朝着古拓冲了过来 原来你们是不愿意让我上楼啊 古拓眼中闪过了一丝冷意 他从腰间拔出来一把匕首 直接便朝着厉鬼群冲了上去 那厉鬼群没有自主行动的智商 自然是一个接一个地朝着古拓跑来 面对这些低级厉鬼 古拓自然是毫无压力 不费吹灰之力 这些厉鬼就全部被古拓消灭了 古拓深吸一口气之后 这才坐在一旁的凳子上 小鸭 你们这群低级厉鬼还想伤害我 他转头看向了二楼的楼梯 虽然不知道上了二楼之后还会面临什么 只是他清楚的是 自己一定要保持最好的状态上去 这样的话 不管遇到什么 都来得及应对 除了古拓和麒麟 薛宇和宋启明也已经到了二楼的楼梯口 那群厉鬼仿佛是设定好的程序一般 只要有人踏入第二楼的楼梯口 他们就迅速停下自己手中的动作 转头朝着他们冲上前来 只不过两人也都是已经彻底解决了这群厉鬼 反倒是邓业舟 他从进门起就意识到 这群厉鬼不对劲 所以 他并没有着急去二楼 他一直在大厅里观察着这群厉鬼 渐渐地他也发现 这群厉鬼虽然看上去十分杂乱无章 可仔细分析便会发现 他们每一只厉鬼行走的路线 好像都是安排好的一样 尽管数量很多 可他们却能够从不触碰到身旁的同类 并且邓业舟也已经在大厅中站了这么久了 这群厉鬼却也仿佛根本看不见自己一般 沉默半赏之后 邓业舟的眼神这才转头望向了一旁二楼的楼梯口 整个一楼的布置他基本上也已经看完了 甚至就连那些空白文件 邓业舟都已经有了新的想法 他觉得这些文件之所以摆在桌面上 又之所以是空白的 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这大楼本就是他记忆里存在的 只是因为他们身为天王 压根不怎么会出现在灵异局中 所以这些存在于灵异局的文件 没有他自身的记忆 所以也自然是空白纸张 而另一个可能就是 这个伪造大楼的人或厉鬼 他也不知道这些文件上应该写什么 再者便是背后的那家伙 应该也不会想到 会有人大着胆子走上前来看一眼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之下 若是有什么都不懂的人闯进来 怕是一定会死在这里 更不会有人有机会去探查这里的秘密 邓业舟倾笑了一声 他伸手拿过摆在桌面上的文件 这才朝着二楼的方向走去 而就在他踏上楼梯的瞬间 背后的厉鬼也迅速动了起来 只是这一次的厉鬼 却和其他人的厉鬼群不同 先前不管是敢死对 又或者是麒麟和古拓所面对的厉鬼群 他们都是有一段时间的沉寂 随后才发动攻击的 可邓业舟面前的这群厉鬼 则是瞬间就朝着邓业舟扑了过来 这倒是也多亏了邓业舟早就提高了警惕 所以在意识到背后 有东西朝着自己冲过来的瞬间 他就马上把手中的纸张带上灵力丢了出去 纵然邓业舟的实力 是比不上其他几位天王的 可他也毕竟是S级遇鬼师 手中的文件飞出去之后 便直接把距离最近的几只厉鬼给灭了 而后邓业舟转头看着背后 紧接着冲上来的厉鬼 邓业舟的双手握成拳头 一个接一个地朝着那群厉鬼砸了过去 很快 这群厉鬼就已经被消灭了 随着几人面前的厉鬼都被消灭之后 几人也都踏上了去往二楼的楼梯 只是这一次的五大天王明显放松了不少 毕竟这一楼的厉鬼也就不过如此 可敢死对就不一样了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咱们绝对不能发出任何动静 如果二楼还有这些厉鬼 我们也根本不能保证这次能不能成功离开 该怎么做 该说些什么 你们自己心里应该也都有数 敢死对队长正满脸严肃地盯着身旁的人说着 而其余的队员则是连连点头 他们当然不敢随便再发出动静了 毕竟这一次的教训 已经让他们手臂都快要抬不起来了 几人缓和不久之后 这才纷纷转头朝着一旁的楼梯走了过去 只是敢死对的几人本就已经把厉鬼全部消灭了 所以他们就算是踏上楼梯 也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厉鬼冒出来了 随着一层一层地走上楼梯 眼前出现了防火门 几人的眼里全部染上了一层喜悦 可随着队长走上前去 他伸手推开防火门之后 却直接愣在了原地 背后的几人有些疑惑 也是连忙往前探头看着 几乎是瞬间 所有人都愣住了 只见推开眼前的门之后 迎面便看到了一个员工 那员工的手中还捏着一根烟 看样子是要来这楼梯间里抽烟的 若是被这员工发现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无人知晓 而五大天王那边 亦是如此 看到那员工的时候 赶死队的所有人 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 不快要凝固了 第一层的那些厉鬼 已经如此强大了 若是这第二层的厉鬼 更加强大 那么他们便所有人都在无胜算了 好在 赶死队队长最先反应过来 把他解决了 他压低了声音 对身旁的队员说着 话音未落 他便已经冲上前去了 队长毕竟是队长 他的动作十分迅速 几个队员眼看着队长 已经冲上前去 把那员工给制服了 他们这才纷纷地冲了上去 队长我来 最后边的那队员 拿出一把小刀 这才在员工的脖子上抹了一下 那员工从最开始的平静 到怒气生腾 总共也用了不到三秒的时间 只不过 胆死队等人的速度更快 他们在员工还不曾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把他杀了 而他毕竟也只是一只厉鬼 被杀死之后 则是缓缓地化为黑雾消散了 就连他手中的烟也落在了地上 几人杀掉这只厉鬼之后 则是都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沉默着 也都一动不动 赶死队队长转头看向了防火门外 半晌之后 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来他们在此处所做的事情 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整个第二层依旧是安安静静 没有任何一场 除了赶死队这边 其余五大天王那边也是同样 麒麟在看到那员工的瞬间 就已经冲了上去 区区一只落单的低级厉鬼 自然无法抵挡得过一个S级玉鬼师 很快那厉鬼便也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而其他四大天王遇到这一幕 也是下意识地便做出了动作 根本就没有让这厉鬼发出任何声音 五大天王消灭完这厉鬼之后 他们也如同赶死队一般 所有人都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只是安安静静地等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之后 五大天王也意识到 这二楼总归是没发出什么动静的 他们也不曾引来二楼的厉鬼 另一边的赶死队 此刻已经缓缓地推开了防火门 朝着前方走去 他们并不知道 灵异局原本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背后倒是也有人发出了疑问 队长 咱们也根本就不是灵异局里的人 如果这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咱们是不是也根本就看不出来啊 听着自己背后的声音 队长这才连忙转头看向了 自己背后那说话的人 他打手是示意对方 不要这么大声说话 方才能解决那一只厉鬼 也算是他们运气好 若是这次运气不好 说话的声音太大 直接把那群厉鬼给吸引过来了 那么他们所有人就都要折在这里 那队员看着队长脸上的紧张 这才连忙闭上了嘴 就算不是灵异局的人 咱们也不用管 只要小心不招惹那群厉鬼就行了 队长压低了声音 对身旁的几人说着 他们本就凑成了一个圈 说话的声音自然也是非常小 这声音自然也就不会传出去 赶死队几人 缓缓地朝着二楼大厅走去 而五大天王此刻 也正在穿过防火门 五大天王和赶死队不同的是 他们站在二楼大厅入口处 却是久久没有动作 所有人都在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都在观察眼前的这一幕 他们更需要知道 这个地方究竟和灵异局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而对于这一点 邓业周就更加谨慎了 他盯着眼前的一幕 半赏都没有动作 这整个二楼 和灵异局的场景也别无二致 看来 这背后的家伙 也真的是花费了大心思了 竟然能够把这些打造的 和灵异局一模一样 半赏之后 这邓业周才缓步地朝着前方走去 这一次他更加小心 却还是朝着一旁的桌子走了过去 这桌面上的东西 和一楼的不一样 上面的文件都是有字的 只是邓业周小心翼翼地 拿起来桌面上的文件之后 他这才发现 尽管上面有字体 可他却看不懂 这看上去 根本就是胡乱画出来的东西 盯着那文件 看了半赏之后 邓业周这才缓缓地 放下了手中的文件 他深吸一口气 这才转头朝着一旁 通向三楼的楼梯走去 与此同时 麒麟也已经成功地 踏入了二楼大厅 只不过他和邓业周 甚至和赶死队不相同的是 他并没有直接朝着二楼 通向三楼的楼梯走去 也并未去拿一旁的文件 他直直地朝着二楼的 一间休息室走去 先前在灵异局的时候 麒麟有时候 就会去这二楼的休息室待着 之所以不在楼上待着 是因为对于灵异局来说 越往上 所有人就越为严肃 所以麒麟不太喜欢那种氛围 只是到达休息室门口之后 麒麟却没有推开门 他只是站在休息室门口 往里看着 这门并没有关紧 而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盯着眼前的门 半晌之后 麒麟这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个休息室内并没有任何人 麒麟倒是还生怕 自己在这个地方 会看到一个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厉鬼 看来 是自己想多了 麒麟轻轻转过身子 朝着一旁的二楼楼梯走去 上一层的教训 让他意识到 自己不应该发出任何动静 甚至包括上楼梯的声音 说不定这样 就会让这群厉鬼 根本注意不到自己了 而麒麟正在缓步 朝着楼梯口走的时候 赶死队 和余下的四大天王 他们也已经成功地 挪到了楼梯口 只不过这一次 所有人都比上一次 更加谨慎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动作 都好像是慢动作一般 一点一点地往前方移动 生怕自己意外发出的声音 让这群厉鬼注意到自己 只不过那几位天王 就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的动作 显然自然了许多 尽管也都是一个个 缓慢地往前走 却也根本就没有太过于谨慎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就算这群厉鬼冲上来 他们也能轻松解决 之所以不愿意招惹他们 也只是因为 几人都想要保存体力罢了 只不过 另一边的麒麟 却不像他们这样谨慎了 麒麟的心里还在琢磨着 自己究竟会不会遇到那个 和自己很相似的厉鬼 说不定那只厉鬼 也会从楼上下来 朝着休息室走去 麒麟一边想着 一边往楼梯口挪动 可就在他 站在楼梯口的时候 他微微抬头 下一刻便瞳孔皱 麒麟抬头便看到了 有一个人正在缓慢地下楼梯 只一眼 麒麟便看出来 那根本就是一只厉鬼 尽管浑身上下没多少鬼气 可在麒麟这么一个 S级语鬼师的眼中 他自然还是能够轻松分辨 厉鬼和人类的区别 看到那厉鬼的瞬间 麒麟便想要看清楚他的脸庞 若真的是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岂不是更加危险 若是楼上的厉鬼 和自己的那些队员 长得一模一样 那么 自己究竟能不能成功灭掉他们 麒麟的脑中瞬间就想到了这么一个可能性 半晌之后 他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那楼梯上的厉鬼也已经走了下来 麒麟并不打算打草惊蛇 他缓缓地往一旁挪了挪 他的动作很轻 根本就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而那厉鬼也并未发现麒麟 而是依旧缓步地往下走 紧接着 麒麟便看到那厉鬼 缓缓地朝着二楼休息室的方向走去 看到这一幕 麒麟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 与此同时 他不禁在心里想 原来这伪造出来的灵异局 竟然也和现实中的灵异局一模一样 除了厉鬼和灵异局员工的不同 其他的 倒是别无二致 站在楼梯口思索了半晌 麒麟这才转头朝着楼梯走去 很快 麒麟便和其他人一样 成功地到达了第三层 只不过第三层的厉鬼就少了许多 并且大部分厉鬼都是坐着的 他们盯着自己眼前的电脑 除此之外 什么动静都没有 赶死队依旧是朝着一旁的楼梯口走去 他们毫不犹豫 并且也根本就不打算惹到这群厉鬼 而五大天王抵达三楼之后 看着那群坐着的厉鬼 明显都松了一口气 如今这一幕 不是也恰好证明 灵异局是什么样的布置 这个地方就也是什么布置 和前两层一样的便是 五大天王之中 除了邓夜舟 其余四人依旧是朝着楼梯口走去 他们对这些厉鬼 根本就不好奇 对这个和灵异局长的一模一样的大楼 更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可邓夜舟却不同 他朝着距离自己最近的电脑 走了过去 这些厉鬼都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 邓夜舟倒是也好奇 这电脑上都是什么东西 看了一眼之后 邓夜舟这才满脸 无奈地收回了视线 这些电脑 根本就没有开机 这群厉鬼盯着的 只不过是漆黑的电脑屏幕罢了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之后 邓夜舟这才转头朝着楼梯口走去 既然这三楼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倒是也没什么需要继续 在这里留下的理由了 很快 第三层便已经全员通过了 只是到达第四层之后 众人则是纷纷愣在了原地 第四层的厉鬼很多 并且 每一个厉鬼都盯着四楼大厅的一个大屏幕 那大屏幕上显示的 正是他们每一个人所处的区域 他们这才终于意识到 原来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大楼之中 并且他们所处的 并不是一个空间罢了 赶死队看了一眼 便清楚其他屏幕里的那群人 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们没有犹豫 继续朝着通往第五楼的楼梯走过去 只是这一次 却显然不是那么顺利了 他们先是发现 楼梯口已经被厉鬼给堵上了 若是他们想要从楼梯口走过去的话 也并没有别的办法 看着这群厉鬼的模样 他们倒是根本就不会主动离开的 可如果他们要想办法 引这些厉鬼离开 好像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半赏之后 几人却只是站在四楼的楼梯口 半赏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至于另一边 麒麟已经从中发现了 自己队员的身影 他也清楚 大家如今都在和这群厉鬼战斗 只是没有人知道 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麒麟这才转头朝着楼梯口 看了过去 只不过 这次的楼梯口 和赶死队 他们所遇到的状况 是一样的 许多厉鬼正站在楼梯口 他们都纷纷抬头 盯着眼前的大屏幕 除此之外 便也没有了任何动作 麒麟站在四楼楼梯口 没有过多犹豫 而是直接迎了上去 这层的厉鬼 他已经看过了 最厉害的也不过是A级 剩下大部分都是B级 所以对于麒麟来说 这些厉鬼 也都不过如此 就算一起冲上来 也只是解决起来 麻烦了些 却根本就不会对麒麟 造成任何伤害 麒麟刻意没有压制 自己的动静 脚步飞快地 朝着那群厉鬼 冲了过去 而那群厉鬼 也好像是瞬间 听到了什么命令一般 他们同时转头 盯着麒麟的方向 这整齐华一的模样 倒是让麒麟 只觉得自己背后 有些发凉 只是 现在后悔 也已经来不及了 那些厉鬼 已经朝着麒麟冲了过来 麒麟也毫不犹豫地 便朝着他们发动了攻击 至于其他四大天王 他们亦是如此 面对这群低级厉鬼 他们丝毫不倦 可是 敢死队就不一样了 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普通人 能够穿过这么多厉鬼 到达如今的这层楼 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 虽然他们无法确定 眼前的这群厉鬼 究竟是什么等级的 可是他们清楚的 一点就是 如果这群厉鬼 真的对他们发动攻击的话 他们可能又要拼尽全力地 去抵抗了 队长 咱们应该怎么办 这一次 敢死队分明 小心了不少 就连交流 都已经改为 写字给对方看了 看着自己面前的字 敢死队队长 微微皱了皱眉头 他心中忽然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只是 他也不清楚 究竟能不能实现 如果他们是依靠声音 发动攻击的 那么我们倒是可以故意 造出一些声音 引诱他们朝着那个方向 冲去之后 楼梯口肯定也就都让开了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直接冲上去了 敢死队队长 写下这么几型字之后 这才给身旁的队员们看着 几人看完之后 眼中也都闪过了一丝诧异 方法可行 但队长 你想怎么做 敢死队队长 深吸一口气 这才转头看向了 距离楼梯口 最远的那个角落 下一刻 他就把自己的对讲机 拿了出来 随后 他便用尽全力 直接把对讲机丢了过去 那对讲机 是军方用品 品质这块自然美地说 对讲机掉落在地上 发出了砰的一声 整个大厅都十分安静 这声音自然吸引了 所有厉鬼的注意 厉鬼们纷纷转头 朝着角落 看了过去 可是他们 却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敢死队队长的额角 也已经渗出了一滴汗珠 他转头拿过 身旁队员的对讲机 随后他写下了一行字 塞给身旁队员之后 这才快步离开 几人围在一起 看着手上的字条 他们队长说 要用对讲机 引走这些厉鬼 但是他并不能保证 这件事情的成功率 所以 不管这个计划 究竟能不能成功 他都要让自己的队员 距离自己远一些 也只有这样 自己才能更放心地 去做这些事情 那几位队员 又朝着楼梯口的位置 磨了磨 这才纷纷抬头 看向了他们的队长 只见赶死队队长 站在一旁的角落之后 这才把对讲机 拿了起来 随后 他便冲着对讲机 开口说话了 那些厉鬼则 是瞬间 就朝着角落对讲机的方向 冲了过去 队长说话的声音 倒是不大 可丢在角落的对讲机的声音 则是开了最大 很快 楼梯口的厉鬼 就已经都下去了 见状 赶死队的所有人 这才赶忙朝着前方冲了过去 而赶死队队长 也在一边对着对讲机说话 一边朝着楼梯口磨动 很快 几人 就已经全部踏上了楼梯 只是那群厉鬼 却仍旧未曾发现 他们面前的 其实根本就只是一个对讲机 几人马上就要踏入五楼的时候 四楼大厅的对讲机 忽然就没了任何动静 赶死队队长 这才赶忙闭嘴 他们都明白 那对讲机 应该已经被这群厉鬼 给撕碎了 他们接下来 必须保证 一丝一毫的声音 都不能发出来 那群厉鬼发觉 没有任何动静之后 倒是也开始缓慢地往后移动 赶死队的几人 一边缓慢地朝着楼上移动 一边转头 看着自己背后的厉鬼群 很快 他们这才终于到达了 五楼的入口处 几人毫不犹豫地推开门 就踏上了五楼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五大天王 也都已经成功抵达五楼 他们纷纷推开了 五楼的防火门 而下一刻 所有人的眼前 便闪过了一层白光 这白光十分刺眼 几人瞬间就被刺得 睁不开双眼了 随着白光缓缓消失 几人这才纷纷睁开了双眼 只是下一刻 他们便被身旁 忽然冒出来的人 给吓了一跳 五大天王 包括赶死队 齐聚五楼 我们终于回合了 这一路走得 倒是十分艰辛 一旁的薛宇兴奋的 都快要哭出来了 只是他的这番话刚说完 背后便是又一束 刺眼的白光闪过 五楼的厉鬼群 瞬间密密麻麻地 站在大厅中 几人这才意识到 因为他们 忽然见到了对方 所以这些厉鬼 也已经入合一了 糟了 这一下更难搞了 赶死队的人 则是瞬间开口说着 麒麟转头 看了他们一眼 眼中闪过了一丝怪罪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出来 那群厉鬼 已经被赶死队的声音 吸引过来了 瞬间 这群厉鬼嘶吼着 便朝着他们 冲了上来 糟了 都怪你们 怎么还乱喊乱叫啊 邓夜舟吓了一跳 就差直接跳起来了 他连忙转头 看向自己背后的这群人 眼中也充满了怪罪 只是如今 赶死队那几人的话 也已经说出来了 厉鬼也已经被引过来了 现在不管说什么 都已经晚了 所有人 准备好 这群厉鬼不好收拾 咱们所有人 都必须要打起来 十二分的精神 五大天王 也算是见过很多风浪的 如今 这群厉鬼群 虽然看上去 数量很多 只是他们都不够强大 换句话说就是 只不过是打起来 有些消耗时间 并且有些消耗体力罢了 除此之外 倒是也没什么别的弊端 你们 外来者 闯入 消灭 站在厉鬼群里的一只厉鬼 盯着麒麟一帮人 这才嘶吼着 对他们喊着 下一刻 这群厉鬼 便纷纷爆发鬼气 朝着距离他们最近的宋启明 冲了上来 宋启明倒是瞬间开启了防护 那些厉鬼 一时间也根本就触碰不到他们 先看看这个防火门 能不能打开 这些厉鬼 倒也不是打不过 只是若是真的打完 我们很有可能 就没有体力了 一路过来 我也已经观察过了 越往上走 这厉鬼就越强大 这一点和灵异局是差不多的 所以上去之后 我们很有可能遇到更加危险的厉鬼 我们最好还是保存好体力 不然之后 很有可能会折在这里 麒麟转头 看向背后的赶死队队员 这才一脸严肃地 冲着他们开口 那赶死队的人 方才也是被吓了一跳 所以才会发出那么大的动静 如今 他们也已经缓过神来 听着麒麟的这番话 他们也是连连点头 随后便有两个人 朝着背后的防火门冲了过去 只是背后的防火门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关上了 糟了 快看看 这个门能不能打开 赶死队队长当即便马上快步地冲到了防火门前方 几个人拉着防火门 想要把防火门打开 只是这门却不知为何 就好像是被焊死了一般 无论他们用了多大的力气 甚至好几个人上来 都无法打开 眼见着几人轻轻爆起 这门都纹丝不动 麒麟也已经看出来了不寻常的地方 他微微转头 看了一眼背后那一群叙事待发的厉鬼 这才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行了 这防火门看样子 应该是彻底打不开了 都先别管那门怎么样了 都回来吧 随着麒麟的话音落下 几人这才纷纷转头 走到了麒麟的背后 如果这个防火门打不开的话 那对方的意思 也已经很明显了 要么 把我们困死在这里 要么就是把我们的体力消耗殆尽 总要选择一个 你们要怎么选 麒麟并没有问五大天王 而是转头看向了赶死队 赶死队几人也是迅速开口 我们本来就是赶死队 倒也不是很怕死 只是 如果就这么耗死在这里 未免也实在是有些丢人了 对啊 所以我们觉得 还是直接冲上去吧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最起码咱们杀几个赚几个啊 听着这几个赶死队队员的话 麒麟的脸上 这才露出了一丝赞赏 这群普通人能有这样的想法 在他看来 倒也已经足够了 既然这样 我们今日便避免不了一场恶战了 随着麒麟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眼前的这群厉鬼 不就是一群低级厉鬼吗 直接杀了他们 五大天王和赶死队 正在和这厉鬼群对峙的时候 另一边的麒麟 此刻 他也成功地进入到了第七栋居民楼里 只是 刚踏进楼内 麒麟便瞬间意识到 一阵熟悉的感觉 这种感觉来的实在是太过于突然 麒麟不由地停下了脚步 他转头 审视着身旁的环境 片刻之后 他才转头看向了一旁的碎嘴和孙飞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栋楼里 好像有着什么熟悉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奇怪 就好像是咱们先前来过这里很多次一般 为民紧皱眉头 看着身旁的两只鬼 孙飞倒是摇了摇头 他从进入这里开始 就从未感受到任何感觉 如果非要说的话 那应该就是感到 这地方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可若是真的要说 孙飞却又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来 毕竟这地方的厉鬼 大部分都很弱 就算有强大的 也不过就是区区几只而已 而随着孙飞摇了摇头 卫名的视线 则是再次落在了碎嘴的身上 碎嘴有些意外 他抬头看向卫名 刚好与他对视 那个 主人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 这个地方和咱们在华国的时候 待的那个小区长的一模一样 甚至那些十分细致的东西 也都是一比一地打造出来了 所以 主人你才会感到十分熟悉 听着碎嘴的这番话 卫名倒是轻轻点了点头 不得不承认 你这话说的倒是也很有道理啊 说着 卫名就轻笑了一声 随后 转头看向了眼前的场景 经过碎嘴这么提醒来说 他这才意识到 眼前的景象竟然真的是和自己所在的那小区一模一样 怎么可能如此相似 至于一旁的孙飞 也是骤然明白了过来 他往前走了两步 便站在了卫名的身旁 是啊 主人 这个地方确实和咱们的小区很相似 说来我都在小区生活那么久了 却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听着孙飞的话 卫名的脸上倒是没有任何神色的变化 他只是微微皱着眉头 扮上之后 这才转头看向了身旁的碎嘴和孙飞 好了都不要继续在这里待着了 就算这个地方和咱们之前的小区那么相似 又能怎么样呢 像归像 咱们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是仿造的就行了 走吧 咱们上去看看这个地方怎么通往第八洞楼 说着 卫名就快步朝着前方走去 眼见着卫名离开 碎嘴和孙飞自然也是迅速跟了上去 在这种诡异的地方 如果他们两个和卫名走散了 那么结局也是很显而易见的 他们一定会被这地方暗藏的危机给撕碎的 他们两个也只觉得 自己还没有活够呢 随着在一楼转了一整圈之后 他们这才停在了楼梯口 卫名抬头盯着破旧的楼梯 扮上之后才转头看向背后的碎嘴和孙飞 这一楼没办法通往第八洞楼 那么我们可能也只能上去看看 说不定可以从楼顶过去 只是这一路上 我们不一定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如果你们两个觉得 你们无法解决的话 倒是可以 主人 我们要跟着你 卫名的话还没说完 碎嘴便马上开口了 他的视线随即又转移到了一旁孙飞的身上 只见孙飞也是点头如捣算 见状 他便没再继续开口了 而是直接踏上了楼梯 随着他们成功抵达第二层的时候 前方却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一只厉鬼 盯着那厉鬼看了一眼 卫名就已经知道 这个厉鬼也是低级厉鬼 甚至还不达A级 他轻笑了一声 眼神刚刚落在那厉鬼身上 下一刻 厉鬼就已经像是那被扎破的气球一般 他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了黑气正在一点一点地扩散 主人 这楼上竟然还有更高级的厉鬼吧 碎嘴一边说着 一边跳到了卫名的前方 卫名有些意外 他并不理解碎嘴为什么会主动跳到自己前方去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出来 他便看到碎嘴直勾勾地朝着鬼精冲了过去 感情碎嘴跑得这么快 也只是为了拿到鬼精啊 只是卫名低头看了一眼地板上的鬼精 区区A级的厉鬼 鬼精也只是小小一个 卫名只是扫了一眼 便没再看过去 他转头就朝着通往三楼的楼梯走了上去 一路走上去 见到了多不胜数的厉鬼 只不过大部分情况下 独路的也只是一些低等级的厉鬼 并且只有一只 唯独在第五层的时候 卫名这才遇到了S级厉鬼 可那厉鬼只是出现在卫名面前 就再次被卫名给灭了 这些厉鬼卫名也太弱了吧 我都没有用尽全力 他们就都没了 消灭第五层的厉鬼之后 卫名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而一旁的孙妃快步冲上前去 捡起来地上的鬼精 随后才转头看向了卫名 同时她的眼中也带上了一丝忧怨 可是主人 你有没有想过 根本就不是这些厉鬼不够强大 而是因为主人你是在太强了 听着孙妃的话 一旁的碎嘴也是连连点头 卫名有些无奈地摆了摆手 但她却也什么都没说 只是心中却是不由地吐槽 难不成真的是因为自己太强大了 所以这些厉鬼在自己面前 才根本就不够看吗 但卫名也没有思考太久 紧接着她就已经踏上了六楼 六楼的厉鬼道不是突然出现的 他们刚踏上楼梯 就已经听到了一阵咚咚咚的声音 听起来很像是有小孩子在拍皮球的声音 听到这个动静 碎嘴浑身的毛都扎了起来 主人慎重一点 这层的厉鬼很有可能是母子鬼 听着碎嘴的话 卫名倒是并不放在心上 母子又怎么样 打一个也是打 打两个一样的 她说着 就已经踏上了六楼 走上来之后 他们果然发现了一个小男孩 正在走廊上拍着手中的皮球 只是他的动作十分僵硬 那皮球落在地板上也十分有节奏 看着那小孩 卫名没有说话 只是那小孩却微微转头看向了他们 他的整个毛子是纯白色的 似乎根本就没有眼珠一般 哥哥 陪我玩好不好 我自己一个人玩好孤单啊 妈妈不让我出门 只让我在这里 哥哥你们陪我玩 那小男孩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卫名走了过来 尽管他身上没有鬼气 可孙飞和碎嘴 却依旧是盯着那男孩 卫名倒是毫不畏惧地走上前去 他伸手接过男孩手中的皮球 这才倾笑了一声 我可以陪你玩 但是玩一会儿 你就乖乖回屋里好不好 小男孩倒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碎嘴和孙飞便站在楼梯口 看着卫名陪着那小男孩 玩了好一会儿 可那小男孩 却好像根本就不知道疲惫一般 听着卫名的话 碎嘴和孙飞 这才低头看了一眼 这东西 该不会叫做传送门吧 也赫然出现了一个门 他们就能直接踏上楼顶了 步入第十层之后 卫名这才看向了眼前的厉鬼 毕竟这次 这只厉鬼冲过来实在是太快了 听着卫名的话 小男孩没有多说 而是点头 随后便转头离开了 他们玩了很久之后 卫名这才把皮球递给了小男孩 随后 他便转头朝着楼梯走了过去 快点 鬼精别浪费了 说完之后 他便四处查看着 究竟哪里能够通往第八栋楼 直接便把那S家厉鬼吞噬进了自己的鬼气之中 可因为这一次 是卫名的鬼气直接吞噬掉了这只厉鬼 随后便是第八栋 紧接着 就是第九栋 可里边却是一阵雾气 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是什么东西 碎嘴捡起来地上的鬼精之后 这才跳到了卫名的身旁 一个硕大的鬼精再次落在地上 随后 卫名才转头看向碎嘴和孙飞 眼看着走廊上空无一人 卫名背后的碎嘴和孙飞都已经瞪大双眼 碎嘴定睛一看 这才转头望向了身旁的卫名 可卫名却依旧毫无阻碍地走到了自己的面前 你怎么走得过来的 随后他们便朝着通往楼顶的楼梯走了上去 很快 卫名带着一猫一鬼 就已经成功地抵达了最顶层 碎嘴冲上前来问着卫名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咱们暂时还不清楚 碎嘴和孙飞这才快步跟了上去 你们的实力应当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了吧 那厉鬼也迅速朝着卫名发动了攻击 随后才快步走上前去 一边开口回答着卫名 所以厉鬼并没有爆出鬼精 听着碎嘴的回答 卫名这才点头 主人 只是这楼顶我也已经看过了 根本就没有可以离开的道理 只不过 也确实是实话罢了 怎么了主人 孙飞和碎嘴一边吸收鬼精内的鬼气 卫名的脸上带着笑容 卫名说着 转头看向了碎嘴和孙飞 毕竟卫名身上根本就没有鬼气 随后 他便转头看向了自己背后的碎嘴和孙飞 不管这门的背后是通往什么地方的 卫名几乎又是不费吹灰之力 便已经把这只厉鬼给消灭了 我们去闯一闯 有我再不会让你们有任何伤害的 别说卫名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给消灭了 可下一秒 卫名手中的鬼气化为匕首 直接便刺入了那厉鬼的脑袋 下次我注意 会留下来鬼精给你们的 只是片刻之后 厉鬼未曾得到任何答案 便直接消散在了原地 好了 哥哥陪你玩了这么久了 你快点回去吧 而卫名这才开口道 倒是碎嘴和孙飞赶忙冲上前去捡了起来 85-239-38-115 方才爆发的那阵阵鬼气 如今也已经缓缓消失了 所以 也就是说 可能我们只能从这里离开 我们的实力如今也只是达到了顶峰 却还没有突破 卫名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卫名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看向了背后跟着自己的两鬼 卫名缓缓走上前去 地上已经有血迹了 只不过不知道这些血迹是从哪里出现的罢了 他却是连看都没看 便直接转头离开了 有些时候 能不打架就不打架 果不其然 地上已经有了不少血迹 不过卫名只是告诉了他们这些话之后 便继续往上走了 第九层的厉鬼 已经是S家级别了 他安安静静地盯着楼梯口 所以 像是主人你这么强大的厉鬼 也是根本就见不到第二个了 他们还想说些什么 但卫名却冲着他们打了一个手势 示意他们不要说话 看到卫名之后 则是迅速冲了过来 卫名鬼气瞬间爆发 碎嘴和孙妃倒是没有意义 第十层只要闯过去 那门是敞开的 听着卫名的问题 主人 自从上了S级之后 咱们的等级提升就已经非常缓慢了 说完之后 卫名便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 就是第十层了 你们两个这一路 一直跟在我背后捡鬼惊 便看到了有一个身影正站在不远处 刚才那厉鬼被斩杀的位置 如果卫名没有消灭他的话 那个小孩看上去 倒是也没什么危险性 还不如把他哄回去 可是 第八层去往第九层的时候 卫名明显有了一丝缓慢 这一层往上的厉鬼 很有可能也高了一个级别 碎嘴这话说得十分武断 只是他们刚刚踏入天台 所以他也自然而然地认为 卫名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上下打量一番之后 他却也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在主人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的 听着碎嘴的话 卫名这才微微转头 看了他一眼 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现在躺在地上爆出鬼惊的 就不一定是谁了 不然过一会儿 数不定你妈妈就要过来了 那厉鬼愣了一瞬 刚开口想要询问卫名 几人继续往前走 主人 这个是一只S家的厉鬼 第七层的厉鬼 也不过是S级厉鬼 依旧是一只S家的厉鬼 那厉鬼看到卫名之后 便瞬间爆发出了周身的鬼气 他打算用自己的鬼气 直接把卫名逼退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纵然自己的鬼气 已经爆发出来了 所以他根本没打算出手 卫名快速消灭之后 鬼惊落在地上 随后他的视线 就再次落在了这门的身上 只是不过一个回合 那厉鬼就已经消散了 这场打斗 也根本就算得上是毫无悬念 他们倒是也没有丝毫犹豫 便冲着卫名点了点头 眼见着他们答应了下来 卫名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直接带着一猫一鬼 踏入了这充满雾气的门内 下一刻 他们三鬼 只觉得眼前一阵白光 等他们缓过神来的时候 却发现他们如今依旧 在一栋居民楼内 一旁的孙飞扫尸一圈之后 这才转头看向了卫名 主人 这个地方应该是第八栋楼 咱们已经进入到第八栋楼了 果然 第七栋楼的楼顶 才能开启通道 孙飞有些兴奋地对卫名说着 孙飞微微点头 他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转眸看向了一旁的卫名 还有他面前的厉鬼 第一层就遇到S家级别的厉鬼 你在此处等着我们 是要做什么 我们马上叫上最后一层了 他并没有着急上楼 毕竟在这种地方 根本就不清楚 哪里会有危险 他的眼里也丝毫不见一丝兴奋 尽管是如今抵达了第八栋楼 主人 可卫名只是微微抬了抬手 那气刃便瞬间消散了 好了 咱们两个 别走上去 给咱们主人增添麻烦就可以了 碎嘴最先回过神来 他赶忙开口问着卫名 碎嘴和孙飞刚上来 看到正站在中央等着自己的卫名 两人的脚步结实一顿 很快 那鬼精就已经消失了 卫名继续不费吹灰之力地消灭 一路上行 可直到第五层的时候 碎嘴和孙飞的脸色却都变了 卫名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这么一来 倒是让卫名只觉得自己的腿挺累的 足够了 能不被对方抓住就可以了 就算是碎嘴没有太过于直白地说出来 但是卫名也算是已经明白了碎嘴的意思 看着碎嘴眼中的光芒 再听着他口中的话 主人 我已经到达SS加等级了 主人 再往上的厉鬼 就已经是SS级的厉鬼了 随后 他便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孙飞 他拍了拍手上本部存在的灰尘 这才转头看向背后的碎嘴和孙飞 越往前走 反而是会越来越危险 那厉鬼冲着厉鬼丢来一团鬼气 卫名倒是轻松闪开 孙飞的眼神有些暗淡 也许是觉得自己比不上碎嘴 根本无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我们就不上去给主人添麻烦了 他们两个吸收鬼精 至于卫名 则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们 怎么了主人 只是这一次 卫名倒是停了下来 已经消灭了 你们可以上来了 可在这种地方 而卫名这才轻笑了一声 随后转头看向了身旁的两只鬼 只是一旁的碎嘴 却谨慎地盯着周围的环境 碎嘴率先睁开双眸 随后便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卫名 他们则是刻意放缓了脚步 等着卫名消灭厉鬼之后 他们再跟在背后捡地上的鬼精 所以他们每一步倒是也都走得缓慢 也需要一接一接地往上爬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你们两个就还是不要上去了 卫名落下之后 卫名这才转头朝着楼梯走了过去 卫名的卫名落下 他已经踏上了通往下一层的楼梯 等主人消灭那厉鬼之后 我们再上去好了 他们还不曾往前走 倒是有一只厉鬼忽然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卫名落下 他也不等碎嘴和孙妃的回答 便马上快步朝着楼上走去了 听着楼上的动静 碎嘴和孙妃则都是摒弃凝神的听着 就算是真的在这里对上一只SS级厉鬼 也定然是可以打得过的 其实对于碎嘴来说 这件事情也算不得什么的 85-239-38-115 主人小心一点 毕竟他自己的实力也已经没那么弱小了 那厉鬼甚至未曾来得及发出一声哀鸣 便已然像烟雾一般的消散了 卫名这才站直了身子 他轻笑了一声 这才冲着碎嘴点了点头 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主人就可以了 消灭厉鬼这件事情 对于卫名来说 好像确实没什么难处 这只厉鬼 目测是一只S家的厉鬼 只是很快 卫名的声音就已经从楼上传了出来 碎嘴缓步走到孙妃身旁 这才开口对孙妃说着 孙妃什么话都没说 而是直接朝着地上掉落的鬼精走了过去 我先继续往上走着 你们跟在后边就可以了 而碎嘴也冲了上去 你们两个现在是什么样的等级 他只是沉默地盯着眼前的厉鬼 紧接着 手中一团黑雾升腾起来 便重重地砸在了厉鬼的心口 看来这栋楼多少有点难度了 他一个跨步 便直接冲到了那厉鬼面前 主人快小心 那一团鬼气丢出去之后 竟然在空中爆炸了 爆炸开来之后 中间包裹的鬼气 则是化身为锋利的气人 他朝着卫名冲了过来 同时 他的视线也望向了一旁的孙妃身上 若是这SS级厉鬼 专条软柿子捏呢 听着碎嘴的话 卫名略微思索片刻 倒是也点了点头 这次 就算是碰上高等级的厉鬼 也是有足够的一战之力的 至于碎嘴和孙妃 碎嘴一边盯着 那只忽然出现的厉鬼 卫名的话音落下 只是孙妃的实力 却远远不如他 看在孙妃 如今也是卫名的手下 所以碎嘴倒是觉得 自己也应该照顾一下孙妃 可是对卫名来说 最难的事情 其实就是爬楼梯 那你们两个 就在这里等着我 等我消灭了那只厉鬼之后 你们再上来就好了 孙妃发现这一幕 这才连忙用自己的鬼气 挡在了卫名的面前 只不过听着孙妃的话 卫名却依旧是点了点头 很快 就已经到达第九层了 如果遇上SS级厉鬼 就算没把握打败他 二楼的走廊上 依旧是一只S加厉鬼 快点捡了鬼精 咱们继续往上走了 卫名的脸上 倒是丝毫情绪都没有 对于卫名的实力 他们自然是不担心 只是让他们没料到的是 卫名笑着 手中的动作也十分迅速 只是 最起码 我也不会随随便便 落入对方手中的 我现在也已经有SS了 而孙妃也很快就看向了卫名 可一旦那只厉鬼冲下来 那么他们两个 就要和那只厉鬼 爆发一场战争了 碎嘴盯着卫名 他十分严肃地对卫名说着 既然你们两个 现在等级也都有提升 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咱们就直接去顶楼吧 通往下一栋楼的通道 也一定是有一只厉鬼看守的 卫名话音落下 便转头朝着楼上走去 看着卫名 已经朝着楼上走去 碎嘴和孙妃对视一眼 他们也是迅速踏上了楼梯 今天这番打斗下来 卫名算是没得到什么东西 毕竟他也看不上那些鬼精 只是跟在他背后的碎嘴和孙妃 那可算是转翻了 两鬼毫不犹豫地 跟在了卫名的背后 继续朝着楼上走去 他们尽管也害怕 比自己等级还要高的厉鬼 这是第九栋楼的入口不错 卫名这才停下了脚步 微微转头看向了 自己背后的那厉鬼 他们生怕厉鬼冲上前来 对他们动手 难不成这里边根本就是陷阱 卫名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大门 深吸一口气之后 这才准备朝着那门走去 可这厉鬼 竟然拦着他们 不让他们进门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 这才转眸看向了身旁的卫名 我都没动手 你们应该不至于上来 就把我给灭了吧 这样也足够表达我的诚意了吧 两鬼对视一眼之后 这才纷纷转头看向了卫名 一时间 卫名只觉得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厉鬼对碎嘴和孙妃说完之后 这才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卫名 可卫名的态度 却依旧是毅然决然 他转头看向了自己背后的碎嘴和孙妃 还有这位大哥 卫名缓缓开口 问着眼前这厉鬼 等你再提升等级之后呢 已然是一只SS家的厉鬼 卫名缓步朝着那只厉鬼走去 这么一说 他们两鬼就不乐意了 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只不过 这里边你们两个 如果进去的话 必定都是直接去送死了 而一旁的碎嘴和孙妃 听完他的话之后 不过这些东西不论如何 和自己的关系也没那么大 所以 卫名也并未在意 他们自然也是知道 他们自己是打不过你的 我也清楚 在你面前 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深吸一口气之后 这才冲着他们开口 毕竟卫名的实力 也是摆在他们眼前的 只要有卫名在 便根本就不可能 有厉鬼可以伤害到他们 他们一眼就看到了 正在顶楼站着的厉鬼 那厉鬼并未压制自己浑身的诡计 说不定之后的厉鬼更难对付 而碎嘴和孙妃的眼里 也充满了诧异 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你们两个 不能进入这个门 他愣了片刻 这才消散了手中的诡计 也顿时只觉得很有道理 咱们要不然再考虑一下 或者说 找一个一定能够 打败他们的方法呢 与此同时 他眼中的谨慎 也消失了大半 从你踏入这栋楼开始 我就已经感受到了你的强大 碎嘴和孙妃 纷纷对卫名说着 方才要不是这厉鬼 忽然喊了一嗓子的话 怕是他们也都进去了 而碎嘴和孙妃 虽然也是紧跟在卫名背后 包括你在楼下 和那些厉鬼战斗的时候 我其实都是知道的 那厉鬼似乎也发觉了 未明对自己的警惕 听着这厉鬼的话 我还没有对你们做什么呢 这里边当然不是陷阱 这家伙说的话 确实有道理 他二话不说 直接便把通往下一栋楼的门打开了 这位大哥 你看我都已经给你开门了 他冲着厉鬼点了点头 只是他仍旧用着充满了警惕的眼神 盯着那厉鬼 85 239 38 115 那厉鬼的眼里 似乎也带上了一丝无奈 主人 随着几人走上顶楼 未明微微垂下了脑袋 再说了 我也不想死 所以 还不如直接认输来得快呢 那厉鬼的脸上 挂满了担忧 可是当未明 挡在他们身前的时候 他们便也忽然就觉得 自己好像没那么慌张了 要不然 你再重新考虑一下呢 但是没办法 打不过你也是死 放你上楼也是死 你就不用对我这么警惕了 我真的害怕 我下一秒就被你给灭掉了 同时 他的眼中 也依旧充满了对未明的担忧 厉鬼的脸上 充满了慌张 不是的不是的 好在那厉鬼 也是连忙 冲着他们解释 可他们两个的目光 却也是一直落在那厉鬼的身上 这位大哥 你放心 我不是阻拦你 进入第九洞楼之后 毕竟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 我是打不过你的 如果就这么贸然闯进去的话 怕是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啊 你们想啊 这第八洞楼 都已经是SS加级别的厉鬼了 遇到的 岂不是更加高等级的 他好像也根本就不会 对他们动手吧 一时间 他们倒是有些困惑了 那厉鬼眼见着 都快要哭出来了 魏明盯着一旁的大门 又转头看向了厉鬼 正当他想要开口 说些什么的时候 到时候 他说不定连自己都顾不上 你们一定要跟着他进去 也只是死路一条 不过 你既然都知道躲开我 那么那些 死在我手下的厉鬼 怎么不知道提前投降呢 那SS加厉鬼的举动 则是瞬间 把魏明给看梦了 说不定和这位大哥一样 也是SSS级的了 上下打量了面前的 这只厉鬼之后 眼中也逐渐闪过了一丝意外 他却只觉得自己心中的 那股莫名的召唤 已经更加强烈了 但他还什么都没说 那厉鬼便在下一刻 便马上举起了双手 稍等稍等 孙妃和碎嘴 当即便想到了这么一个可能性 只是 再一看这厉鬼脸上的恐惧 这倒是有些奇怪了 尽管不知道 那边到底是什么 要不然 你还是再想一想 之后也不是说一定没机会了 魏明转过身子 这才继续盯着眼前的厉鬼说着 听着这厉鬼的话 魏明一时间有些诧异 就在他们朝着那门走去的时候 厉鬼却再次扑了上来 等一下等一下 这第九洞楼里的厉鬼 定然不是容易解决的 厉鬼也连连点头 当然 我当然是要认输的 只要你把主人骗进去了 你就能对付我们两个了 看了片刻之后 这才冲着厉鬼点了点头 你这是做什么 我们刚打照面 你就开始投降了 我只是说 让他们两个不要进去 说着 他还转头看向了碎嘴和孙妃 所以他们也宁愿死在你的手中 你们在这里守着我 等我解决了这门内的麻烦之后 会回来找你们的 魏明对碎嘴和孙妃说完之后 他则是毫不犹豫地 便直接一跃进入到了传送门之中 魏明瞬间就消失在了三鬼的面前 主人 这位哥们 未免实在是太冲动了 既然如此 我们只能等着主人回来了 三鬼倒是各有各的想法 只不过 等在门口的时候 他们三鬼却没有爆发战斗 他们都安安静静地站在原地 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看向身旁的对方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五大天王和赶死队这边 他们已经和那群伪装成员工的厉鬼们 展开了战斗 邓叶昭 除了咱们面前的这群厉鬼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厉鬼存在 麒麟一边穿梭在厉鬼群中 一边开口问着邓叶昭 邓叶昭的鹅脚已经有了汗珠 周围厉鬼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这让他一时间根本就无法更准确地探测 周围究竟有没有厉鬼在躲藏 邓叶昭 快回答队长的话 一旁宋启明一边支撑着护盾 一边开口对邓叶昭说着 邓叶昭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他站在了宋启明的身旁 你护盾撑好了 别让那群厉鬼冲上来 邓叶昭说完之后 便也没在管身旁宋启明的回答 他已经开始使用灵力 进行对整个楼层全方位的探测了 约莫这四五分钟过去之后 邓叶昭这才忽然睁开了双眼 队长 旁边的小屋里 还有厉鬼的存在 只是他们好像暂时 并没有要冲出来的可能性 尽管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咱们还是先把眼前的厉鬼解决完 再考虑那几个房间里的厉鬼吧 邓叶昭这番话说出来之后 几位天王倒是没有任何的诧异 他们纷纷冲着邓叶昭点头 随后便一个一个地冲进了厉鬼群中 只是那敢死对的人 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们先前本来就是一批普通人 现在在这群厉鬼的刺激下 这才有了灵力 可除了那敢死对的队长 其余几个人都只能称得上B级罢了 就连敢死对队长 也只能勉强算是A级 这么一来 悬殊便十分巨大了 五大天王在这群厉鬼群中间 那简直就是四个字 游刃有余 可敢死队们明显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们虽然也穿梭在厉鬼群中 但他们的动作 根本就做不到五大天王那般流畅 更无法做到 从这群厉鬼之中钻过去 却根本就不受到任何一点的伤害 对于五大天王来说 这些厉鬼并不强大 但麻烦就是麻烦在数量上了 只不过这些厉鬼 倒是也算得上是聪明 他们已经发现了 敢死队的人更弱一些 一个个的都不再主动攻击五大天王 而是直冲冲地朝着敢死队冲了上去 敢死队的队员 转眼间就伤了好几个 甚至还有死亡的 敢死队队长 红着眸子望向了五大天王 你们能不能帮一帮我们 这群厉鬼一直朝着我们来 很明显就是觉得我们太弱了 还请几位天王能够对我们伸出援手 听着敢死队的声音 麒麟这才转头看了过去 看到了敢死队 已经有伤亡情况发生之后 麒麟这才沉了沉眸子 宋启明 给他们加个护盾 剩下的人加快速度 把大厅的这些厉鬼消灭 随着麒麟一声令下 周围所有人的动作 自然是更加迅速了 他们几乎每一次攻击 都能连着斩杀三五个厉鬼 在五大天王猛烈的攻势下 大厅的厉鬼这才逐渐被消灭殆尽了 队长 现在大厅的厉鬼没有了 那么那些房间里的厉鬼 咱们怎么做 邓夜周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转头看向了一旁的麒麟 麒麟转头朝着一旁的几个房间看了过去 随后示意鼓拓跟上自己的步伐 两人配合十分默契 麒麟揣开门之后 鼓拓便也直接发动攻击 很快 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消灭了大部分躲在房间中的厉鬼 眼见着厉鬼越来越少了 麒麟也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最后一个房间里的厉鬼也被消灭之后 麒麟这才转头看向了邓夜周 现在再看看 这层楼还有没有残留的厉鬼 邓夜周缓缓地闭上了双眸 半晌之后 他这才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眼 没有了 这层楼的所有厉鬼都已经被消灭了 听着邓夜周的话 在场众人这才纷纷松了一口气 好在厉鬼已经没有了 若是依旧还有的话 也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到底还会面临什么呢 只是身旁的威胁既然已经全部消灭了 下一刻 麒麟的目光便还是落在了那赶死队的身上 这些厉鬼的清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 这些厉鬼的等级都实在是挺低的 所以根本就无法对他们产生什么太大的威胁 只不过 这群 赶死队 却也算得上是遇到了最大的威胁 甚至如今也伤亡惨重 没有受伤的人只剩下了赶死队队长 余下的人 便只剩了三个身上有伤的 盯着他们半晌 麒麟这才开口 先打扫打扫这个地方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咱们需要的东西 厉鬼若是有爆出鬼精的话也带着 打扫完之后 我们就先在这里休息片刻 等所有人的体力都恢复好之后 再进行下一步 麒麟的话音落下之后 几人这才快步分散开来 而赶死队的几人也打算站起身来 只不过 他们还没有起身 麒麟就已经转头看了过去 你们这是想要做什么 听着麒麟的话 赶死队队长这才抬头看向了麒麟 我们也跟着一起去清理一番战场 毕竟我们也参与了这个战斗不是吗 麒麟轻轻点头 赶死队的几人 这才连忙站了起来 只是下一秒 麒麟就再次开口了 用不着 你们继续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就行了 这些事情 倒也还不用你们 这么一群受了伤的人去做 话音落下 麒麟这才转头离开 而赶死队的人愣了一下 这才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们都不曾想到 麒麟竟然会让他们留在这里 毕竟他们到目前为止 好像也确实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 这么看来 赶死队的人忽然就觉得 这传说中的五大天王 貌似也挺好说话的 赶死队的队员靠在墙边休息着 而五大天王也是用最快的速度 把刚才战斗的痕迹全部抹去了 只是在抹除战斗痕迹的同时 他们也已经发现了一些 可以给遇鬼师提升修为 还可以治疗自身伤势的灵珠 只是这灵珠的数量却并不多 扫视了一眼之后 麒麟这才转头朝着赶死队的几人走了过去 你们是赶死队的人 可是我却记得 一开始我们来到这附近的时候 并没有听说过有赶死队 再加上这浓雾里也根本就分不清楚方向 你们在不知道 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 就来到了浓雾之中 麒麟看向赶死队 她的眼神十分平淡 只不过 她却也没有怀疑这些赶死队队员的身份 毕竟麒麟可是五大天王之首 若是有人想要对她说谎 欺骗她的话 麒麟可并不觉得自己看不出来 而如今这些赶死队的队员 很明显的 就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 他们每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正气 只是一眼 麒麟就知道他们确实是赶死队的的人 只不过 麒麟却不知道 在他们五个人被浓雾吞噬之后 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听着麒麟的话 赶死队队长也意识到了 他是想要知道 外边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赶死队队长这才看向了麒麟 我们是在浓雾出现之后 才收到命令的 你们灵异局研究部的人 已经研究过这些浓雾了 他们表示 这些浓雾倒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危害性 只不过 因为不知道人进来之后 这些浓雾又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 他们才安排了我们来尝试一番 不然的话 我们这些赶死队也不是送死队啊 干嘛非要明知山有虎 还偏向虎山行 听着对方的话 麒麟倒是也微微点了点头 他不得不承认 对方的话好像说的也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 若是真的是研究部的人已经研究过 并且标明这浓雾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话 这一切问题 也就都怪不到这浓雾身上了 对了 我看你们大部分也都已经受伤了 那边有灵珠 是可以恢复伤势 并且可以提升修为的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收集一下 我们倒是也用不上 所以不需要 话音落下 赶死队队长 这才缓缓站起身来 我知道了 多谢你们 麒麟没多说 只是冲着 他摆了摆手 随后便朝着一旁的薛宇走去了 他们自然是有薛宇可以帮着他们治疗的 毕竟不论从什么方面来说 薛宇身为五大天王之一 是当然不可能随随便便 就对陌生人伸出援手的 麒麟坐在薛宇身旁之后 这才微微转头 看向了一旁的赶死队队员 他盯着那几人看了半赏之后 这才转头看向了身旁的几人 你们说 这个赶死队他们所说的话 咱们能相信吗 邓夜舟听到麒麟的话 倒是微微转头看了过来 他没想到 麒麟竟然已经开始怀疑赶死队的这些人了 他转眸盯着赶死队的动作 看了半赏之后 这才转头看向了麒麟 可是队长 不管这些赶死队的人究竟是想要做什么 至少他们看样子 也确实是帮助了我们 甚至进入到这里之后 他们的人也舍了这么好几个了 如今 他们也就只剩下了这么几个人 如果说是对咱们有什么别的想法 他们倒是也不用这么拼吧 听着邓夜舟的话 麒麟这才点了点头 这赶死队的身上 也并没有带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 不管赶死队他们这群人怎么说 麒麟他们也最终都是 见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身份的 只是 一旁的骨拓则是也凑了过来 刚才麒麟所说的话 自然是听到了 如今便也是凑了过来打算开口 怎么 你有什么事情要说 麒麟意识到身旁的骨拓 这才缓缓开口问着骨拓 骨拓倒是轻笑了一声 队长 要我说 不管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反正至少目前来说 他们也确实是在帮助我们的不是吗 还有就是 这件事情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说 他们也都得不到任何好处 所以 他们也大概率就是来帮助咱们的 如果说 咱们是在对他们放不下警惕心的话 咱们就把他们留在这里 反正他们死的死 伤的伤 也没什么战斗能力了 如果咱们带着他们上去的话 保不齐还要时时刻刻地盯着他们保护他们 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拖累啊 干脆就直接让他们留在这里好了 咱们五个人该上去就接着上去 这样 咱们也不用担心 他们会不会在背后是小动作了 队长 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听着骨拓的话 一旁的邓夜舟和宋启明 也是连连点头 宋启明吸了好几口气之后 这才转头看向了麒麟 队长 真不是我说 刚才队长 你让我保护他们的时候 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听着宋启明的话 半赏之后 麒麟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行了 都别在背后讨论人家了 你们都已经休息好了吗 如果都休息好了 咱们就准备收拾收拾 直接离开这里了 我们接下来 就准备去下一层了 麒麟的话音落下 身旁几人则是纷纷站了起来 扫射了他们一圈之后 麒麟这才转头看向了一旁 不远处赶死队的几个人 我们继续往上面去 但是你们就不要上去了如何 听着麒麟的话 几人对视了一眼 随后 则是赶死队队长站了出来 我们当然是听从你们的话 毕竟在网上 厉鬼的等级也只会更好 我们就算跟着你们 好像也只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换句话说 就是成为你们的拖累 那队长有些无奈地对麒麟说着 麒麟倒是没有多说话 而是转头看向了自己身旁的队员们 既然这样 咱们就不多说了 走吧 话音落下 麒麟率先朝着一旁的楼梯走了过去 几人对视一眼 也是匆忙跟了上去 如今 他们确实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了 除了这条路 他们也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路可以走 他们所有人 都已经别无选择了 很快 麒麟等一行人 就已经成功地来到了第六层 站在防火门后 麒麟示意邓夜舟先探测一番 外边有多少厉鬼 还有就是 若是贸然打开防火门 究竟会不会把这群厉鬼给引过来 邓夜舟站在门口 半晌之后 他才转头看向了背后的几人 这第六层的厉鬼 好像不是很多 粗略估计应该是 有个二三十个 就算咱们打开门 倒是也不一定会发生任何变故 大部分厉鬼 都和咱们有一定的剧烈 咱们可以先进门 随后不发出任何声音就可以 邓夜舟转头对着身边几个人说着 麒麟这才点了点头 随后 他便走上前来 缓缓地推开了眼前的防火门 很快 几人眼前的门 就被一点一点地推开了 防火门打开之后 几人这才朝着前方看了过去 只见这层楼内 果然没有多少厉鬼 也就只有二三十个 只是下一刻 麒麟却皱起了眉头 他意识到 这些厉鬼的等级好像不低 随后 他便转头望向了邓夜舟 而邓夜舟倒是也看懂了 麒麟想要说的话 他伸出手指 在墙面上缓缓地画了一个A 随后又写上了加合两个标识 周围几人都纷纷促紧了眉头 他们都已经意识到了 这一层的厉鬼 虽然看上去数量不多 可他们却已经比起来前几层的厉鬼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 这层楼最低等级的厉鬼都在A 而最高则是A加 换言之便是 虽然厉鬼的数量少 可危险系数 却是大幅度地提升 几人对视了几眼之后 这才纷纷下定了决心 反正这么久以来 他们也消灭了这么多厉鬼了 多一个少一个 好像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更重要的就是 五大天王每一个都是S级的御鬼师 堂堂S级御鬼师 怎么可能会对一批A级厉鬼 感到恐慌呢 几人对视了一眼之后 便也纷纷从队友的眼中 看出来了队友的想法 刚刚第五层的时候 那些厉鬼明显是变异了 杀死那些厉鬼之后 竟然能够爆出灵珠 常理来说 厉鬼是根本就无法爆出灵珠的 他们只能爆出鬼精 可现在看来 说不定 咱们能借助这些厉鬼变异的这个机会 直接把他们全部消灭 说不定也能看到 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麒麟深吸一口气 这才转头对着自己身旁的几人说着 几人也是连连点了点头 随后 他们便也马上分散开来 几人不约而同地 朝着和自己距离最近的厉鬼冲了上去 他们都刻意放缓了步伐 这也就导致 那些厉鬼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 而邓夜舟则是一边走 一边探测着 这层楼的那些房间里 到底有没有厉鬼 探查一番之后 邓夜舟这才终于确定 这第六层的厉鬼 只存在于大厅之中 房间里根本就没有任何鬼气波动的气息 邓夜舟这才冲着麒麟点了点头 下一秒 几人便同时朝着自己身旁的厉鬼 发动了攻击 只是 所有人都采取了最为安静的手法 这厉鬼已经死在了几人的手中 余下的那些厉鬼 却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一丝一毫的不对劲 他们仍旧是做着各自的事情 脸上甚至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眼看着这群厉鬼 压根就没有发现 几人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只是 就在他们一个一个解决厉鬼的时候 也终究还是出现了意外 一个孩子模样的厉鬼 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就连邓夜舟都没有看到 那孩子究竟是从哪里出现的 那孩子冒出来之后 就已经走到了麒麟的身旁 麒麟吓了一跳 但她也没有贸然对这个孩子出手 姐姐 你长得好漂亮啊 可是 你好像和我们不一样 孩子的声音显得十分的空灵 而就在这孩子的话音落下的时候 身旁的那些厉鬼 则是纷纷朝着麒麟的方向看了过来 在这个瞬间 麒麟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 都快要凝固了 这么多数量的A级厉鬼 哪怕他们都是S级浴鬼师 可若是想要消灭他们 也还是需要一番时间的 而这个瞬间 其余几人也没再看向自己面前的厉鬼了 而是纷纷朝着麒麟的方向看了过去 与此同时 宋启明也已经开始 缓步朝着麒麟挪了过去 若是这群厉鬼 真的忽然发动攻击的话 那么宋启明觉得 自己起码也能及时 把自己的护盾开启 可宋启明还没有挪过去 下一秒 那群厉鬼 就已经纷纷朝着麒麟冲了上来 眼见着厉鬼全部暴走 几人也瞬间朝着麒麟的方向冲了过来 他们所有人迅速朝着身旁的厉鬼 发动了攻击 而麒麟也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五个人配合十分默契 宋启明的护照从始至终 都是笼罩着五个人的 而古拓则是在厉鬼群中闯来闯去 只是那些厉鬼 根本就进不了古拓的身 至于麒麟 他倒是没有在厉鬼群里跑动 而是站在了那小孩的面前 他低头盯着那小男孩 而那小孩也同样盯着他 下一秒 小孩就迅速朝着麒麟发动了攻势 只不过 麒麟早就有所防备 那团黑气落在麒麟面前之后 则是迅速便消散了 紧接着 一旁古拓就也冲了过来 他不等麒麟开口 就直接把手中的刀 插入了小孩的心口 小孩瞬间化作黑色烟雾消散了 而其余几人的战斗 也都接近了尾声 终于 这二三十个A吉利鬼被解决之后 大家也都是纷纷松了一口气 只是 这口气还没有松下来 一旁的邓夜舟便忽然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 正有一股强烈的鬼气波动 正在朝着他们快速冲来 并且 根据这波动的强烈程度来估算 这次出现的利鬼 很有可能是S级的利鬼 几人瞬间面面相去 而很快 他们的目光便也都落在了邓夜舟的身上 不是说好的这层楼 只有这一批A级利鬼吗 从哪里又冒出来的更强大的利鬼 区区第六层楼 竟然就有S级利鬼 那么他们若是想要继续走 还走得通吗 五大天王几乎都是在瞬间 便瞬间意识到了一旁传来的危机 每一个人都迅速提高了警惕 可尽管如此 也为时已晚了 糟了 那只利鬼已经展开鬼域了 咱们暂且都不要乱动 不然有很大的可能会乱掉 说不定在这利鬼的引领下 咱们还可能会对同伴发动攻击 所以 大家一定都不要相距太远了 邓夜舟瞬间就意识到了 这鬼域的不同寻常 这鬼域看上去和外边的迷雾 竟是差不了多少 他们目光所致的能见度 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 一旦分散开来 他们很有可能 就根本无法再次回到队友的身旁了 听着邓夜舟的话 几人也是瞬间警惕了起来 只是他们全神贯注地 盯着眼前的鬼域看了半上 却也未曾看出来 任何一丝一毫的危险 邓夜舟 如今 我们在他们的鬼域之中 你能感应得到 那只利鬼究竟在什么地方吗 麒麟环视了一圈之后 这才转头开口 问着身旁的邓夜舟 邓夜舟没有开口 他只是沉默地盯着眼前的黑雾 半上之后 这才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只是他能感受到的是 这鬼域所覆盖的区域非常广 广到邓夜舟 根本就察觉不到 那只利鬼究竟在什么地方 闭上双眼感应了半上之后 邓夜舟也还是转头看向了麒麟 队长 我感受不到 那只利鬼的位置 并且 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有了变化 随着邓夜舟的声音落下 几人眼前的场景 忽然就缓缓地亮了起来 原本黑色的鬼域 也已经逐渐地变成了灰色 甚至还在朝着更浅的颜色过渡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几人眼前也瞬间亮了起来 可纵然如此 他们却还是只能 看着眼前这弄弄的雾气 这只利鬼 咱们能解决吗 到目前为止 它甚至都还没有出现 便已经让咱们警惕给拉满了 麒麟一边警惕地盯着周围 一边缓缓地开口 对身旁的几人说着 只是 听着麒麟的话 周围却根本就没有人开口 这件事情 恐怕不只是那么简单的 纵然咱们 到现在开始 还没有见到那只利鬼 也并不能证明 它的强大 可是 咱们纵然不知道 对方到底强大与否 至少也是一个S级 但很有可能 是一个S 半赏之后 邓夜舟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缓缓地开口 对身旁的几人说着 几人沉默半赏之后 最终也是麒麟开口了 不管怎么说 咱们 现在 也已经到这一步了 从下边往上走的时候 咱们也就应该意识到 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 充满了诡异的 并且 咱们越往上走 路途也会越危险 遇到的利鬼 也只会更强大 所以这一切 也都是咱们早就应该有所预料的 既然如今遇到了 咱们就继续打起精神 继续对抗部就好了 麒麟这番话说完之后 余下四人 也是冲着他点了点头 队长你说得对 咱们一开始来到这里 就也知道 咱们最惨的结局是什么 所以 倒也完全不必担忧 一旁的鼓拓 忽然开口说着 听到话音落下 几人也是连连点头 咱们往前走走看 这个利鬼 总不可能就这么把咱们 就困在这片鬼域的 邓夜周转头 对身旁的几人说着 麒麟这才率先应了下来 可以 咱们走走看 麒麟身为他们的队长 他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么余下的几人 也自然是连连点头 随即 他们几人便马上朝着 前方走去了 只是他们的步伐 却依旧如此缓慢 他们倒也生怕自己 稍微加快一些步伐之后 便被那利鬼抓了空子 几人挪动了好久 却也依旧不见 此处的任何边缘 这利鬼的鬼域 当真如此强大吗 也不知走了多久 宋启明 这才深吸一口气 转头看向了身旁的几人 只是 他身旁的人 却也没有一个人 开口回答他的 他们都沉默着 半上 却也没有任何动静 小心 忽然 邓夜舟大喊了一声 而周围的几人 也是瞬间 就转头看了过来 邓夜舟 快速往前跑了两步 而几人 也连忙跟了上去 而就在他们 离开刚才所站的地方之后 那地方却忽然 从地上冒出来了一堆触角 那触角看上去 十分恶心 只不过麒麟 只是看了一眼 就冷笑了一声 不过是鬼气 幻化而成的罢了 算不上什么东西 只不过 这个厉鬼迟迟不现身 并且 用这种低级的手段 想要让我们乱了阵脚 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对于他来说 他自己心知肚明 是肯定打不过我们的 所以 他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想下退我们 麒麟说着 再次转头看向了邓夜舟 想办法 找到他的位置 咱们必须把他直接消灭掉 听着麒麟的声音 邓夜舟 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下一刻 邓夜舟的周身便迅速爆发出了一股白色的光芒 他的灵力刹那间爆发出来 让他身旁的几人都瞬间被这光芒给刺到了眼睛 除了邓夜舟外的几人纷纷半眯双眼 但他们的视线却也不曾从邓夜舟的身上离开 毕竟 若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想必邓夜舟也是能够最快地意识到的 只要时间来得及 那么便一定不会出任何差错 邓夜舟闭上双眼之后 便开始感应自己周围的鬼气强弱 扮上之后 他才忽然意识到 就在自己背后不远处 正有一丝非常强烈的鬼气朝着他涌来 几乎是瞬间 邓夜舟便肯定 这个鬼气十分强烈的地方 一定就是这只S吉利鬼的所在之地 但是下一秒 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身旁几人这个消息 他便感受到了那鬼气正在朝着他飞速移动 邓夜舟连忙睁开双眼 同时看向了宋启明 在看向宋启明的时候 邓夜舟还伸手指向了自己的背后 宋启明瞬间会议 他连忙一个胯部冲了上来 瞬间 护照展开 几人全部都被笼罩在了护照之内 而邓夜舟的背后 则是发出了刺耳的支一声 那声音听起来 很像是什么力气相撞的声音 几人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 纷纷转头朝着背后 看了过去 邓夜舟的鹅脚 也已经渗出了些许汗水 他抬手擦拭了自己鹅脚的汗水 这才转头看向了身旁的麒麟 队长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有些失误了 我没有想到 他已经偷偷地摸过来了 麒麟没说话 他只是冲着邓夜舟挥了挥手 下一刻他便朝着那一抹 黑色的身影冲了上去 一旁的骨唾 也连忙冲了上去 两人作为队伍的主力 一前一后地 夹记着那黑色的身影 至于余下的三人 则是跟在两人背后 是不是地冲上前 给那厉鬼一击 随着试探下来之后 他们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这只厉鬼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别强的存在 恰恰相反的是 这厉鬼只是一只S等级的厉鬼 若是对抗上正常S级的厉鬼 怕是几人还要深思熟虑一番 只不过 如今对上这么一只厉鬼 他们却忽然就已经信心被增了 继续冲上去 绝对不能让这只厉鬼跑了 眼见着他们的攻势越来越猛 那只厉鬼已经打算撤离了 就连鬼域也渐渐地有了收缩的征兆 见状 麒麟这才连忙开口 对着身旁的几人说着 闻言 几人手中的动作则是更加猛烈了 那厉鬼的眼中已经闪过了一丝慌张 他匆忙地往后撤 可尽管如此 几人一刀一刀也依旧是砍在了他的身上 你们 别逼我 如果我自爆了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忽然 那厉鬼开口对眼前的几人说着 花音落下之后 他便马上转头看向了麒麟 他也已经看出来了 麒麟就是这几人之中的头领 若是能够让麒麟放下对自己的攻击 想来也会好做一些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听着他的话 麒麟只是冷笑了一声 我自然是知道 对于你来说 我们继续攻击下去的话 你必然是死路一条 但是 你也要清楚的一点就是 哪怕是你现在说要自爆 我们也依旧不会对你手软的 麒麟嘴上说着 手中则是凌厉划刀 下一秒 便在那厉鬼未曾反应过来的时候 便马上抬手刺进了那厉鬼的心口 那厉鬼瞪大了双眼 他微微低下头看向了自己心口的那伤口 麒麟已经撤掉了所有灵力 如今厉鬼的心口 只剩下了一股股黑色的鬼气 正在往外渗 你们 竟然丝毫不过我的劝阻 难不成 真的不怕就这么死掉吗 厉鬼的鬼气 消耗的实在是太过于严重了 他甚至说完这两句话 便已经止不住地开始颤抖了 而几人身旁的鬼欲 也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开始消散了 很快 鬼欲就已经彻底不见了 至于厉鬼 也已经散成了一团黑雾 随着空气的流通 渐渐地没有了任何痕迹 几人的精神紧绷了两久 如今眼见着这只厉鬼 终于消失了 他们也是 在一瞬间就纷纷松了一口气 咱们竟然消灭了一只S级厉鬼 半晌之后 一旁的骨唾语气里 也是充满了兴奋 只不过 他的话刚说出来 邓夜舟就倾笑了一声 我们确实是消灭了一只S级厉鬼 只不过 这只S级只不过是区区S 我们也算是走了运气罢了 不要太过于庆幸 邓夜舟话音刚落 方才那厉鬼站着的地方 忽然发出了咚的一声 就好像是什么重物落地的声音一般 几人瞬间转头 看了过去 方才那厉鬼所处的位置 地上出现了一颗硕大的珠子 只是看了一眼 几人便也清楚 这是能让浴鬼师提升等级 恢复体力的灵珠 并且 这一块甚至也能让他们为之心动 毕竟 从S级厉鬼身上掉落下来的 这块头也自然是晓不到哪里去 他们纷纷盯着眼前的灵珠 半晌下来也没有人开口 这个灵珠 确实挺大一颗的 邓夜舟说着 微微转头看向了麒麟 麒麟也是点头 这一块挺大的 已经比得上之前 我们屠杀的第六层了 当时那么多厉鬼 他们掉落的也只不过是区区几个 甚至还小得不行 所以我们才没有考虑收下来 说着 麒麟微微俯身 他把地上的灵珠捡了起来 随后才转头看向了自己背后的几人 不过这一块 咱们倒是可以留下来 对于咱们来说 应该也是足够发挥它的作用了 说着 麒麟深吸了一口气 他转头看向了身旁的几人 如何 你们考虑一下 这个灵珠给谁呢 又或者 是咱们一起分了呢 还是 麒麟的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薛宇就站了出来 队长 对于我们整个队伍来说 你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实力 自然都是不如队长你的 所以 还不如把这个留给队长你 只要队长你 能够提升实力 对我们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麒麟听着薛宇的这番话 他倒是有些诧异 可他还没开口 说出来一个字 一旁的邓夜舟 就也点了点头 确实 队长 我也觉得这个东西 在我们手上 是发挥不了 最大的作用的 还是队长你拿着吧 直接吸收了里边的能量 就可以了 邓夜舟也开口对麒麟说着 正在麒麟想要拒绝的时候 一旁的古拓 和宋启明 也都开口了 他们的意思 也很明显 就是希望麒麟 能够收下灵珠 毕竟接下来 要面对什么样的厉鬼 他们都不清楚 下一层的厉鬼 只可能强大 不可能再弱小了 所以他们队伍之中 最为强大的队长麒麟 他也必须保证 自己的体力 眼见着麒麟 还想拒绝 邓夜舟 则是忽然开口了 队长 你不用太过于担忧 这只厉鬼 也给咱们留下来了一些 普通的小灵珠 话音落下 邓夜舟 忽然站起身来 朝着方才厉鬼 所在的位置走去 几人的视线 全都纷纷追随着邓夜舟 而他则是 缓缓蹲下身子 从地上捡起了几颗 正常大小的灵珠 随后 他才转头看向了麒麟 并且 冲着他挥了挥手 队长 这厉鬼 不是只有那么一颗灵珠的 我们有这些 也足够了 那大的 还是留给队长提升吧 邓夜舟话音落下 他便开始给身旁的几位队员 发着自己手中的灵珠 见状 麒麟倒也只能点了点头 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吸收 这灵珠的能力 也是希望自己在下一层 能够保护好他们 麒麟虽然没再多说 只是他的眼中 倒是也闪过了一丝坚定 在这一刻 麒麟已经做好了决定 只要如今 自己还在这里 那么他也就绝对不会 让自己的队员出现任何的意外 既然这样 我们也就先不要上去了 先把这个灵珠 吸收了再说吧 麒麟一声令下 几人随后便纷纷冲着 麒麟点头 五人盘腿坐下 每个人的手中 都拿着活大或小的灵珠 他们经历了 这么一只S级厉鬼的战争 就算是不那么费力地 让这只厉鬼消散了 可不论怎么说 这只厉鬼 也终究不是什么好收拾的存在 他们也都是消耗了 很大一部分的体力 所以如今 若是想要进入第七层 就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情况 恢复到最佳 他们坐下之后 便都开始吸收 这灵珠其中的能量 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几人这才终于 纷纷睁开了双眼 他们对视一眼 紧接着便纷纷站了起来 咱们的体力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 咱们就准备去第七层吧 麒麟说着 她微微转头 看向了一旁 通往第七层的楼梯 而身旁几人 也是冲着麒麟点了点头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邓夜舟忽然走到了麒麟的面前 她的动作十分突然 倒是把麒麟给吓了一跳 怎么了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麒麟的眼中充斥着疑惑 而邓夜舟则是轻笑了一声 队长 如果我看得没错的话 你的等级 现在已经到了SS了吧 听着邓夜舟的问题 麒麟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差不多了 你们呢 麒麟说着 转头看向了几人 却不曾想到 几人听着麒麟的这番话 则是瞬间一个个都垂下了头去 怎么 你们总不可能一点实力不增吧 麒麟看着几人的反应 她有些诧异地对几人开口 队长 我们虽然实力也有精进 但是无论如何 也是比不上队长你的 我们没有那么明显的 一旁的宋启明 缓缓开口对麒麟说着 文言 麒麟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没关系 反正大家的实力 都是有了提升的 那么咱们现在 只管往上冲就行了不是吗 至少有我在 也会保护你们的 麒麟的话音落下 几人这才纷纷点头 他们转身已经踏上了通往第七层的楼梯 这第六层的厉鬼都已经被全部消灭了 所以他们上楼梯的时候 也并未刻意压低自己的步伐 很快 他们就已经站在了第七层的防火门外 接下来 我就要开门了 不管开门遇到什么 大家也一定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麒麟一脸严肃地转头 对着身旁的几人说着 他们也是连忙冲着麒麟点头 麒麟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下一秒 防火门被他缓缓推开 而映入眼帘的一幕 却让他们纷纷陷入了震惊之中 这一层的厉鬼 并不多 只有区区十几个 只不过 每一个厉鬼的等级都是A加级的 并且 他们几人竟然觉得 这十几个身影 看起来都极其熟悉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几人便面面相去地不知道 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做 这些家伙 到底是厉鬼幻化而成的 还是 邓夜周咽了咽口水 有些艰难的开口 问出这个问题 只是 他背后的几人 却没有一个人说话的 这几个人 已经在瞬间 让他们纷纷乱了心神 那些人不是咱们自己 小队里的队员吗 这个地方本来就很奇怪 说不定 他们也不是厉鬼 是咱们自己的队员 也进来找咱们了吧 一旁的鼓拓亮了亮眸子 这才转头 对身旁的麒麟说着 只是 麒麟却未曾开口 五大天王在平常的时候 自然是不可能 进行五人的群体行动的 毕竟正常情况下来说 整个国内 也没有什么需要 他们五人同时出手的厉鬼 所以正常巡逻 又或者是消灭厉鬼的时候 五大天王都是分散开来行动的 他们五个人 每个人都有一只 属于自己的队伍 当时的五大天王 一人便是一只小组了 并且他们会选择 带上三个组员 因此 面前这十五个人 刚好是他们五人的队员 正是如此 他们根本就无法 对这些厉鬼下手 尽管明知他们 不是自己的队员 五人凑在一起 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那么这十几只厉鬼 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也自然不会 贸然转头看过来 麒麟一脸严肃地 盯着眼前的厉鬼们 看了半声 这才终于深吸了一口气 咱们小心一点 这些家伙 根本就是厉鬼 麒麟尽管已经表达得 如此明显了 可是身旁几人 除了邓夜舟之外 全都满目期待地 盯着那厉鬼们 麒麟微醋眉 几人索性 未曾进入到第七层内 他便一个转身 就把防火门 重新关上了 不过 他依旧小心地 注意着力度 所以 也并未引起 那群厉鬼的注意 防火门被关上之后 几人眼中的炙热 也暂且恢复了正常 队长 你这是做什么 难不成 你不愿意把他们救出来吗 古拓微微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麒麟 眼中更是充满了不解 麒麟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古拓 本来就是 他们几个人之中 最为在乎情义的了 所以 如今遇到了那几个 简直和自己队员 一模一样的厉鬼 古拓便瞬间 就乱了心神 他也认定那几人 正是自己的队员 倒是不等麒麟开口 一旁的邓夜舟 就一脸严肃地 冲着古拓开口了 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队友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散发的 都是鬼气 根本就不是灵力 如果贸然上去 那群厉鬼 必定会趁着咱们不注意 就发动攻击的 他们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A家 所以 是已经有了足够的智慧 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厉鬼 本来就一个个 都显得特别奇怪 所以 你真的以为 他们若是看到了咱们 会无动于衷吗 邓夜舟话音落下 下一刻 他却也低下了头 尽管他能这么劝说古拓 可他自己看到那一群厉鬼的时候 心头也是 忍不住地颤抖 他们心中知道 这定然是幻境 可他们也止不住地想要去靠近 半晌 之后 麒麟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转头看向了身旁的几人 咱们必定要安稳地渡过这一层 从一开始踏入这栋楼 你们就应该清楚一个道理 整栋楼的所有场景 都是和咱们灵异局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尽管我们如今看到的这些 也都是和咱们队员一模一样的人 可是 你们更要清楚的一点就是 这群厉鬼 终究是厉鬼 他们不可能是我们的队员 麒麟的神情十分严肃 几人对视一眼 这才有些无奈地 冲着麒麟点了点头 他们又何尝不清楚麒麟所说的这些事情了 可是如今看着那几人的面容 他们就忍不住地想要靠近 那毕竟是顶着自己队员脸庞的厉鬼呀 就算心中知道 那根本就不是自己的队员 他们又能如何应对这件事情 又能如何对他们发动攻击呢 几人沉默半赏都没在开口 麒麟缓缓地扫尸过他们 半赏之后 这才终于开口了 我知道 你们心里会慌 也会对此 有些不能理解 甚至有些不能接受 并且过一会儿 咱们可能还要对他们发动攻击 但是 你们要清楚的一点就是 咱们不能就这么 被这些厉鬼给蛊惑了 我们五大天王 若是都折在这里 那咱们以后该怎么做 每一个人都要打起精神 也一定要死寂 那群厉鬼 终究是厉鬼 压根就不是咱们的队友 你们明白吗 听着麒麟的话 几人这才终于 冲着麒麟点了点头 我们明白了 请队长放心吧 一旁的邓夜舟 缓缓开口对麒麟说着 麒麟这才点了点头 他倒是并不觉得 邓夜舟会怎么样 他最担心的 其实还是自己身旁的古拓 古拓 你一定要警戒 这几个只是厉鬼 并不是你的队友 听着麒麟的话 古拓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重重地点了点头 放心吧队长 我不会对他们做什么的 我知道他们是厉鬼 麒麟转头 看着身旁古拓的眼神 沉默半晌之后 这才终于点了点头 至少目前从古拓的眼中 他倒是也能看出来 古拓已经坚定了下来 他的眼中也没有方才的那种期待了 只不过 几人对视了一眼 他们的眼中除了坚定之外 其实另一种情绪 就依旧是慌乱 他们并不清楚 等会儿 他们面对上那群厉鬼的时候 自己究竟会面对什么 再者便是 若是那群厉鬼一言不发地 冲着他们发动攻击 他们是应该躲开 还是应该打回去 一时间 几人的眼中都蒙上了无奈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面对这件事情 自己应该怎么做 倒是一旁的麒麟 看出来了他们的心思 这才冲着他们开口 不管他们顶着的是谁的脸 你们都要记得他们是厉鬼 都记住了吗 麒麟的声音已经十分严肃了 几人挣了片刻 倒也是纷纷冲着麒麟点头 麒麟这才满意 随后转头看向了自己背后的防火门 随后 他便深吸了一口气 那么接下来 我们便准备开门了 都提高警惕了 咱们马上就要去迎接一场恶战了 麒麟说完 一旁几人则是连连点头 深吸一口气之后 麒麟这才抬手打开了眼前的防火门 几人再次看到眼前的十几个人 眼中却依旧充满了慌乱的 他们原本是打算直接离开 并且就连自己的动作 也已经放得十分轻了 只是他们尽管已经没有过多的动作和声音发出 可那些厉鬼 却也已经意识到了 身旁有人闯入 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 一旁的宋启明 紧皱眉头 对着身旁的人说着 而下一刻 几人则是都提高了警惕 甚至宋启明的手中 也已经时刻准备着 打算展开护照了 只是当他盯着眼前的厉鬼的时候 他却沉默了半声 也不曾打开护照 这群厉鬼 盯着他们队友的脸 也属实 是让他们的发挥 都受到了限制 几人都盯着眼前的厉鬼 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他们冲过来之后 却也不曾直接触碰他们 那些厉鬼的脸上 全部浮现出了兴奋 并且一个个都围在五人身旁 队长 你们终于回来了啊 队长 这次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算是已经结束了吧 队长 你们都好久没有带着我们去出任务了 队长 队长队长 五人倒是没想到 这群厉鬼冲上前来 第一句话 竟然就是叫自己队长 一时间 几人的脸上都出现了动容 更甚至是 他们如今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应该如何 从这种情绪抽离出来 任务差不多算是完成了吧 只不过 如今应该还是有一些收尾工作要做的 你们别着急 咱们以后 定然是能不再次组队的对吧 没事没事 你们永远是我的队员 正在麒麟犹豫的时候 一旁的古拓 就已经开始 开口回答这群厉鬼的话了 瞬间 麒麟的脸色都变了下来 她微微转头 看向了自己身旁的四人 除了邓夜舟还能保持自己的理智之外 其余几人 则是都已经对着这群厉鬼 笑脸相迎了 他们一边开口 回答着对方的话 一边还要提出来一些问题 半赏之后 这厉鬼也不曾对他们 发动任何攻击 他们一如既往 看样子 和他们之前的队员 没什么两样 并且 双方十分和睦 也好像对方根本就不是厉鬼 就仿佛 一切都是他们的错觉一般 麒麟微皱了皱眉头 眼前三人一直叫着自己队长 麒麟深吸一口气 这才看向了那三人 只是下一刻 她的瞳孔 就已经不受控制地缩了缩 这些 绝对不是我们的队员 他们都是厉鬼 麒麟的话音落下 倒是一旁的古拓 最先开口了 什么呀队长 这些分明就是我们的队员 你可别这么说了 古拓的话 让麒麟瞬间转头看了过去 紧接着 她就一巴掌拍在了古拓的脑门上 眼前的这些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队员 之所以 古拓现在沉浸其中出不来 倒也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 他们几个人的精神 都已经紧绷了许久了 如今忽然看到了 几个熟悉的面孔 瞬间就已经有了一些放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是最容易被偷袭的时刻 麒麟毫不犹豫地 伸手就把古拓往后拉了 随后 她才冲着古拓开口 你自己看看 他们几个的肢体 僵硬成了什么样子 难不成这副样子 你还依旧觉得他们 是你的队员不成 他们分明就是厉鬼 你看清楚 麒麟压低了声音 在古拓耳边说着 至于其他的几人 早在麒麟把古拓拉走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回过神来了 对于自己方才的沉沦 他们一个个都有些尴尬 而麒麟倒是也不怪他们 刚才就连麒麟自己 都有些失神了 毕竟这些厉鬼 盯着一张自己队员的脸 还队长队长地叫着 这谁能受得了 只是麒麟之所以 能够快速回过神来 也只是因为 方才她看到了一个 本不应该出现的脸庞 麒麟自己的三个队员 已经有一个早就死了 在一开始去往卫明的小区之前 那个队员就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如今 她更是不应该存在于这里 所以 麒麟才能最快地回过神来 随即她便是一身冷汗 若是他们几人 都已经陷入了这种情绪之中 想来无论如何 也定然是无法从 这群厉鬼的手中逃脱了 古拓被麒麟拉开之后 又听了麒麟的话 她这才定睛 朝着前方的他们看了过去 也直到这个时候 她这才看清楚 原来眼前的这几人 真的看上去十分僵艳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盯着那面旁 也只觉得十分熟悉 可如今看来 不只是他们四肢的动作 甚至脸上的笑容 都像是刻意挤出来的一般 古拓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而与此同时 宋启明几人 也已经站在了麒麟的身旁 他们都已经彻底清醒过来了 五人盯着眼前的厉鬼们 尽管此时已经意识到 这厉鬼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队友 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也无法让自己 真的对他们发动攻击 所以 几人只是沉默着 却久久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只不过 那群厉鬼 发觉自己 无论做什么 说什么 眼前的五大天王 都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 他们也已经清楚 自己暴露了 紧随之 他们便是冷笑了起来 那笑声 让五人瞬间就觉得 自己汗毛都竖了起来 那种声音 就好像是嗓子深处 冒出来的一般 几人尽管想要说些什么 尽管想要做些什么 却被这刺耳的声音 冲击得没有任何办法 倒是一旁的宋启明 强忍着这些噪音 他迅速地把护照打开 这么一来 这群厉鬼发出的噪音 倒是也终于 被宋启明的护照 给挡在了外边 半晌之后 这群厉鬼 这才停了下来 队长 你为什么不理我 队长 你们是不要我们了吗 你们五个人 身为我们的队长 为什么要对我们展开护照 难不成 你们想要对我们动手吗 他们十五个人 一人一句地 对五大天王说着 那声音十分刺耳 并且一人一句 丝毫不听现 如今就算是有 宋启明的护照 他们也只觉得十分刺耳 行了 他们都已经这样了 如果你们其中 还是有人认为 这是你们的队友 那我也实在是 没办法救你们了 麒麟说着 手中逐渐凝聚 出了一股灵力 紧接着 他便把手中的灵力 朝着前方的厉鬼 丢了过去 只不过 麒麟并未用尽全力 而这群厉鬼 也飞快地闪开了 可是下一刻 麒麟便微微皱了皱眉头 只因为 方才这群厉鬼 躲开攻击的时候 那动作 简直就是 和他们原本的队员一模一样 队长 咱们真的要对他们 发动攻击吗 他们就连招式 都和咱们的队员一模一样吧 面对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下得去手啊 一旁的骨头 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微微转头 看向了自己身旁的麒麟 麒麟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如今 若是不对他们发动攻击 等着的 不就是自己的灭亡吗 所以 麒麟并没有开口 她只是紧皱眉头 盯着眼前的厉鬼 而那群厉鬼 倒是不等他们动手 一个个地 便马上朝着他们扑了过来 他们的招式 和五大天王的手下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几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并且他们 也依旧是盯着他们手下的脸庞 在这个时候 他们甚至不知道 如今到底应该如何应对 他们本就不是什么 太过于心狠手辣的人 如今面对这些 和自己队员 长得一模一样的厉鬼 他们也确实不知道 自己究竟应该如何动手 几人的脸色 都仿佛在一瞬间就沉了下来 队长 咱们现在怎么办 咱们总不能真的灭了他们吧 他们每一个 都和咱们的队员那么相似 谁能真的很下心来 对他们动手呢 麒麟身旁的队员 小声地开口说着 而麒麟 则是微微皱了皱眉 宋启明 护照加强一线 断然不能让他们 冲破护照 还有就是 你们看清楚了 这群家伙手里的 到底是灵力 还是鬼气 那到底是黑色的 还是白色的 不要因为这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先乱了自己的心神 麒麟的声音 很是严肃 他的话音落下之后 几人则是连忙 冲着他们的手中看去 果不其然 他们看到的是 黑色的鬼气 而并非是白色的灵力 古拓看到那鬼气的瞬间 便宁某准备发动攻击 却再次被麒麟 给伸手拦下了 古拓 你就不要贸然出击了 你一个这么重感情的队长 说不定 他们在叫上两句队长 就又给你叫得 失魂落魄的 麒麟拦下古拓之后 则是抬头 看向了眼前的厉鬼群们 他并没有动手 杀掉自己的队员 毕竟 也正是因为自己的那名队员 这才让他意识到 这一切 都是厉鬼的伪装 可是 尽管他们如今都已经意识到 这些所谓的手下 都只是伪装 只是面对着眼前熟悉的面孔 甚至他们一模一样的招式 他们却根本就无法狠下心来 宋启明 护照撑好了 切莫把护照收了 麒麟转头盯着身旁的几名队员 同时也转头 对着宋启明严肃地说着 宋启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如今 他们几人的脸上 都挂上了些许的不忍 对上这种和自己队友 一模一样的面容 他们也真的无法下手 就连麒麟 也是缓了好久的情绪 这才终于深吸了一口气 他们只是一群A家级的厉鬼 咱们只要不太过于动感情 便一定能够消灭他们的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他们只是一群 伪装成为我们队员的厉鬼 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队员 并且根本就不是人类 所以 对他们动手的时候 也根本就不用顾忌太多 明白了吗 麒麟的话音落下 身旁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回答他的话 麒麟不免有些不耐地 转头看向了身旁的几人 我再和你们说话 你们都听到没有 邓夜舟微微点了点头 放心吧队长 我知道的 他们身上的鬼气 我早就感应到了 我自然是不会对他们留情的 听着邓夜舟的回答 麒麟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下一秒 他便转头看向了一旁的骨托 宋启明的护照一直撑着 就已经标明了他的态度 薛宇虽然没说话 可他的脸上也挂着一丝绝然 麒麟自然看得出来 对于他们来说 不管对方顶着的是什么样的面孔 他们几人也不会对这群厉鬼 手下留情的 只不过 如今麒麟最担心的 便是古踏了 古拓如此重感情的一个人 再加上古拓便是这五大天王之中第二强的 若是他到时候不出手 只让麒麟出手的话 那么麒麟倒也真不能确定 自己究竟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群厉鬼给解决掉 古拓 刚才我说的话 你听到了吗 麒麟深吸一口气 继续开口 对古拓说着 古拓微微皱了皱眉头 这才看向了麒麟 队长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只是他们这群人 也实在是太相似了 话音落下 古拓便抬腿朝着前方走去 下一刻 他就要走出宋启明的护照了 古拓你做什么 麒麟的眉头都瞬间皱紧了 只是古拓却宛如不曾听到他的声音一般 依旧朝着前方走去 古拓从护照之中走出去之后 那些厉鬼虽然看到了 却彼此之间都不曾有任何动作 他们只是对视着看了一眼 随后才有三人朝着古拓走了过去 而那三人 正是盯着古拓手下的三只厉鬼 他们朝着古拓走来之后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仿佛露出了笑容 队长 你终于舍得过来看一看我们了吗 队长 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日子 我们究竟有多难熬 队长 你要来陪着我们了吗 听着三人声音的声音 古拓微微皱了皱眉头 可尽管如此 他却依旧不曾离开 仍旧盯着眼前的三人 古拓 你看清楚了 他们根本就不是你的队员 麒麟紧皱眉头 只是外边那么多只厉鬼 正在虎视眈眈 他也根本就不方便直接冲出去 倒是古拓微微转头 看向了背后的麒麟 队长 他们也许不是咱们的队员 但是他们至少目前为止 也并未对咱们有过伤害不是吗 古拓的话音落下 便有一只厉鬼 朝着古拓发动了攻击 他的攻击非常隐蔽 只是从背后 隐隐冒出了一柄气刃 便朝着古拓飞了过来 眼见着那气刃 马上就要朝着古拓的脖子扎进去 可古拓却依旧不曾察觉到 任何异常的时候 麒麟顿时也着急了 他皱了皱眉头 便马上冲了上去 麒麟的灵力也化作气刃 直接和那鬼气相撞 鬼气瞬间消失 而麒麟也已经伸手 把古拓拉了回来 重新进入护照的时候 古拓的眼里 已经戴上了一丝不可思议 他自然是听到了 方才自己背后传来的 两者相撞的气息 消灭了那么多厉鬼 也在天王的位置上 坐了这么久了 古拓自然是清楚 方才那声音 到底是什么声音 在这个瞬间 古拓的脸色 都瞬间沉了下来 麒麟这才微微 转头看向了身旁的古拓 不是说 他们不会伤害你吗 若是按照你的话来说 他们根本就不会伤害你的话 那刚才的那攻击 又是谁发出来的 这么明显的鬼气 和灵力相撞的声音 你总不会听不出来吧 难不成都已经到了 如今这个时候了 你还打算欺骗自己不成 麒麟立生对古拓说着 而这一次 古拓却只是微微垂下了脑袋 他当然清楚 方才如果不是麒麟的话 自己很有可能 已经在不注意间 就已经被那几只厉鬼 给杀死了 身为一个天王 他竟然连这点警惕心都没有 在这个瞬间 古拓只觉得自己十分愧疚 并且也特别懊恼 看着古拓低着头半上 都没有开口 说出来一句话 其实麒麟道 也大概知道了 他心中是在想些什么了 麒麟没有说话 只是走上前去 轻轻地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 好了古拓 你现在清醒过来就行了 失败或者被迷惑双眼 一次两次 这都是小问题 但是 你要知道的是 绝对不能每一次都在 麒麟的话音落下 古拓这才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看向身旁的麒麟 队长 我不得不承认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的错 是我太重感情了 所以才会导致 如今的结果 不过 队长你放心就好了 这种事情 我绝对不会让它 再发生第二次的了 看着古拓眼中的坚定 麒麟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好啊 既然你明白过来了 倒也是好事 话音落下 麒麟转头 看向了围在身旁的 众多厉鬼 半晌之后 这才冲着古拓开口 那么 等你还好自己的心情之后 我们就对他们 发动攻击吧 宋启明的护照 也不一定能够 一直撑下去 这对他的影响 也不小 说着 麒麟望向了古拓 古拓重重地点头 随后他便转头 望向了那群厉鬼 那么 这次就是他们等死吧 随着古拓的话音落下 他马上就朝着眼前的厉鬼们 发动了攻击 古拓冲上去的时候 那群厉鬼 压根就没有回过神来 他们还在想着 方才古拓 对他们的善意 更是根本就没料到 古拓竟然会 忽然对他们发动攻击 在这个瞬间 这三名厉鬼 都已经瞬间 慌乱了起来 而剩下的厉鬼 也纷纷朝着古拓的方向 围了上去 好了 都别激动 既然古拓 都已经打头阵冲上去了 咱们自然 也是不能示弱不是 趁着现在 所有人都一起上 这群厉鬼 今天是不可能 从这里走出去的 麒麟大喊了一声 下一刻 宋启明的护照 就收了起来 而那群厉鬼发现之后 便没再继续朝着 古拓冲去了 而是一个个的 又转过头来 朝着他们四人 冲了上来 看着这群厉鬼的动作 邓夜舟倒是轻笑了一声 这群厉鬼倒是 也有些本事 竟然能够分得清楚 自己的目标 究竟是谁 倒不是漫无目的的 看到谁距离自己最近 便对谁下手 这些厉鬼背后 定然是有人控制的 而那人说不准 也还有更大的目标 邓夜舟的语气 倒是十分严肃 可他的脸上 却依旧挂着笑意 就算是如今知道 这件事定然不普通 可对于他们来说 好像也确实无法做得更好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 尽管如此 他们也做不到更多了 他们只能选择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除了这个之外 便没有了其他任何的办法 麒麟又何尝不清楚 这个道理呢 他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便朝着眼前的厉鬼 发动了攻击 这些厉鬼 每三个便朝着一个天王围上去 倒是也让他们省去了 挑选目标 而是迅速地 对眼前的厉鬼 发动攻势 麒麟依然化身SS 即遇鬼师 对付起来 这群A家厉鬼 也算得上是非常轻松 所以 他是最先解决掉 眼前这群厉鬼的 解决完自己的三只厉鬼之后 他并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转头 看了一眼身旁自己的另外四位队员 他们每一个人 都正在对抗着自己 眼前的厉鬼 鼓托倒是显得得心应手 只是一旁的薛宇面 对眼前的三只厉鬼 就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尽管薛宇也是 一名S即遇鬼师 可他毕竟是主攻治疗的 比起来三只厉鬼的同时攻击 自然还是稍显逊色 见状 麒麟便马上冲了过去 队长 薛宇看到身旁的麒麟 则是略微有些兴奋地 冲着麒麟说着 麒麟微微冲着他点了点头 可他什么话都没说 便直接对着薛宇面前的 厉鬼打了过去 麒麟周身环绕着灵力 那些厉鬼的攻击 倒是根本就无法对麒麟 造成任何伤害 而就在麒麟帮着薛宇 消灭眼前这群厉鬼的时候 一旁的古拓也已经彻底地斩杀了 自己面前的三只厉鬼 只是 尽管明知道他们三个是厉鬼 可看着面前空荡荡的一团团 黑雾飘散开来 古拓的眼里也还是无法避免地 染上了一层悲伤 也许他已经想到 等之后 说不定自己的三名队员 也是终究会死在自己眼前的 而到了那个时候 他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古拓还未曾缓过神来 一旁的麒麟 就已经注意到了古拓这边的情况 古拓 你的那厉鬼消灭之后 去帮着邓夜舟 我们必须要快一些 把这群厉鬼给全部消灭掉 听着麒麟的声音 古拓这才终于重新回过神来 他微微转头 看向了邓夜舟的方向 对于邓夜舟来说 同时对付两只厉鬼的话 他倒是也有方法 甚至有足够的余力 可是同时面对三只厉鬼 对于他来说 倒也算得上是一种挑战了 盯着邓夜舟的方向 看了片刻之后 古拓倒也不再犹豫 他直接冲上前去 帮助邓夜舟 很快 麒麟和古拓同时解决完薛宇 和邓夜舟面前的厉鬼 随后他们四个人便一起转头 朝着宋启明走了过去 宋启明有护照保护 所以无论如何 他也不会被厉鬼所伤害 这也是他们最后才选择 帮助宋启明的原因 而宋启明自己心中也清楚 自然也不会怪罪他们 很快 这十五只厉鬼 都已经全部被消灭了 几人也是纷纷松了一口气 这十五只A加级厉鬼 自然是十分强大的 只是 他们在面对五大天王的共同合作之下 他们也只能被消灭 并且连渣渣都不剩 只是 尽管他们已经把眼前的十五只厉鬼 全部消灭了 他们却也未曾掉以轻信 邓夜舟 看看这层楼到底还有没有厉鬼了 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若是像上一层那样 忽然有厉鬼跑出来了 那你可就等着吧 麒麟转头看向邓夜舟 他缓缓开口对邓夜舟说着 而邓夜舟则是微微点头 下一秒就开始审视着周围 他一边看着 一边还往前方走着 麒麟则是缓步跟在了他的背后 至于余下的三人 也都选择了跟上去 毕竟 若是跟上去的话 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 他们倒是也可以及时反应过来 这么一来 他们就完全不用 会不会有人掉队了 很快 他们就跟在邓夜舟的背后 把这整一层楼都看了一遍 邓夜舟 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转头看向了自己背后的麒麟 这里 已经没有危险了 麒麟这才点了点头 随后他的视线 就落在了一旁地上的那些灵珠 既然已经确认 没有危险了 那就先把这些吸收了吧 虽然量不大 但是 起码也能给咱们 起到一些作用 说着 麒麟就朝着那些灵珠 走了过去 见状 几人这才点了点头 随后便是一人三颗 席地而坐 就开始吸收 这灵珠内的能量 两久之后 他们这才 纷纷吸收完毕 队长 我们现在是继续上去吗 还是咱们可以继续在这里 恢复体力 一旁的邓夜舟转头 问着麒麟 继续往上走 话音落下 他便率先朝着楼梯走去 四人见状 也是连忙跟了上去 只是 让他们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是 他们几人才刚刚踏上第八层的 下一秒 身旁便再也没有了任何身影 队长 邓夜舟转头 看着周围 可半晌 却也不曾看到任何人的身影 下一秒 他便马上开始感应着周围 只是片刻之后 他却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并没有感受到自己身旁 有任何人的存在 也就是说 在踏上第八层的时候 他们五个人 就瞬间被分开了 并且他们之间 也没有任何人会料到 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每一个人如今都 已经被单独地隔开 他们身旁 再也没有了自己的同伴 麒麟微微皱了皱眉头 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并没有开口 甚至什么动作都没有 他只是四处打亮着自己的眼前 眼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至少麒麟目前是这么认为的 站在原地半晌之后 麒麟这才缓步朝着前方走了过去 只是让麒麟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才刚走了两步 眼前却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那身影是背对着自己的 并且 麒麟还在对方的身上 感受到了遇鬼师的灵力波动 感受到灵力的瞬间 麒麟就已经又往前走了两步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难不成 你也是从浓雾之中误入进来的吗 麒麟一边说着 一边靠近那人 只不过 由于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 所以麒麟也并没有太过于靠近对方 他只走了没几步之后 便停下了步伐 这个距离足够让麒麟看清楚 对方的面容了 可看着对方的背影 麒麟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眼前这个人 怎么会和自己长得这么相似 在这个瞬间 麒麟忽然就觉得 眼前这家伙和自己非常相似 甚至他说不出来任何一个 对方不是自己的原因 他盯着那身影看了半赏之后 对方就缓缓地转过身来了 你好啊 麒麟 麒麟浑身一颤 他愣愣地盯着眼前这人 他竟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甚至周身发散出来的气息 也和自己是一模一样的 麒麟张了张嘴 扮上却也不知道该开口说些什么 他已经彻底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怎么了 麒麟 看到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我 你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接受了吗 那人看着麒麟脸上的震惊 这才再次开口对麒麟说着 麒麟往后退了两步 但尽管如此 他的眼神 却也是依旧紧紧地盯着对方的 你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并且 就连身上灵力的波动 都和我一样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麒麟尽管已经十分克制了 可他的语气之中 也依旧是充满了慌张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般平静 而另一边 邓夜舟也已经发现了 站在自己面前 那和自己十分相似的背影 只是邓夜舟和麒麟不相同的便是 他以最快的速度 就感受到了对方的存在 并且 在意识到自己眼前 站着一个人的时候 邓夜舟的眼神 就已经快速地 落在了对方的身上 他已经意识到 对方好像 根本就不是普普通通的遇鬼师 对方身上那灵力等级 和自己 简直是一模一样 并且 就连周身的灵力波动 都和自己的习惯 是一样的 邓夜舟盯着 对方看了半晌 却都没有开口 那人仿佛意识到邓夜舟 一直不和自己开口说话 这才终于缓缓地转过身来 看向了邓夜舟 从一开始的时候 邓夜舟就有想过 如今站在自己面前的这家伙 该不会是自己的复制体吧 毕竟有了刚才第七层的经历 那些和他们的队员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也属实是让他心有余悸 如今出现了一个 和自己如此相似的人 他便是一瞬间 就有了这个念想 但这个想法 也只是一闪而过 邓夜舟从未想过 厉鬼会伪装自己 再者便是 哪怕厉鬼 真的是伪装出了他的模样 可是他们遇鬼师 和厉鬼最大的一个 区别就在于 他们是灵力 可厉鬼是鬼气 这一点 是根本就不可能改变的 可是 在对方转过头来的时候 邓夜舟盯着 那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孔 他瞬间便愣住了 你 为什么会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邓夜舟有些颤抖着嗓音 开口对那人说着 只不过那人倒是冲着 邓夜舟笑了一声 那笑容 邓夜舟无比熟悉 根本就是 和他一模一样的笑容 你好啊 邓夜舟 我就是你 可以成为你 更可以替代你 对方这番话 说得十分平淡 甚至语气之中 也还带着一丝善意 可邓夜舟 却根本就感觉不到 任何的善意 他只觉得自己眼前这 忽然冒出来的家伙 定然不对劲 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那家伙 就已经朝着他挥了挥手 示意他过去 而另一边 不管是古托 还是宋启明和薛宇 他们如今 面临的也是同样的状况 五人尽管被分开了 可他们眼前的情况 竟然也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五人一致的便是 尽管如此 可他们没有一个人 轻举妄动 每一个人都未曾有一丝一毫的动静 而是仍旧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并未靠近那家伙 快来啊 你们都跑了这么久了 难道不累吗 过来 来我这里 你便能选择休息了 并且 以后再也不用这么劳累了 快些过来 只要你们来了 以后就都不用担心 那些人类的事情了 麒麟盯着眼前 正在冲着自己说话的那家伙 他则是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你让我们过去 原因是什么 是希望我们能够留在这里 还是说 替代你们待在这里 麒麟的话音落下 眼前的自己倒是忽然就笑了起来 你很聪明 不错 我确实是这个打算 你们也在外边已经辛苦了这么久了 倒是还不如安安稳稳地待在这里呢 以后 你们就不用担心外边的那些事情了 我们是会代替你们的身份 不管是造福人类 又或者是拯救人类 我们自然都是可以做到的 这样 你们应该都可以放心了吧 听着此人的话 麒麟则是瞬间明白了 看来不仅仅是自己遇到了这种事情 自己的其他队友 必定也遇到了这种事情 只是 他们五人都听完眼前这家伙所说的话之后 他们却半上都没有任何动作 自己和自己打招呼 并且还想让自己留在这里 这种诡异的场面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更没有贸然出手 与此同时 另一边 此时的卫明 已经成功踏入传送门了 而下一秒 他的身影就彻底消失在了碎嘴和孙妃的眼前 两鬼尽管站在一旁 他们的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厉鬼 他们如今更怕的是 这厉鬼趁着 卫明如今不在这里 便直接对他们发动攻击 但是事实证明 好像也确实是他们想多了 那厉鬼根本就没有想要与他们动手的样子 反而一直在冲着两鬼开口 大有一幅画牢的模样 唉 你们也是不知道啊 我在这里已经好久好久了 甚至久到我都不知道时间的流逝了 一直以来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楼顶 看着下边那些厉鬼们游荡 但其实他们也都是在这里待着 根本就无法从这地方出去 这个小区好像压根就没有门一样 我们只能被囚禁在这里 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这里 但是每次有人闯入的话 我们还是要进行消灭人类的 不管这群人究竟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只要是他们踏入了我们厉鬼的领地之中 他们所要面临的 便也只是我们的攻击 这么久以来 你们还是我头一次看到的会动的 之前我甚至是连死雾都没有见到 你们也是不知道啊 看到你们勇猛地冲上来的时候 我是有多开心 你们刚才在另一栋楼的时候 我就已经注意到了你们 并且也一直在等着你们过来 好在你们终于是过来了 也不枉费我等了这么久 那话 劳力鬼自顾自地坐在了地上 甚至看都没有看向碎嘴 和孙飞 更别提对他们两个 有什么防备心之类的东西了 他就好像 是在和好久未见的老友闲聊一般 一直在说着自己的状况 听着话劳力鬼念叨了半赏之后 碎嘴的猫眉微微一皱 随后 他便看向了自己身旁的孙飞 孙飞意识到了碎嘴的动作 这才微微转头看向了碎嘴 只是让碎嘴不曾想到的事 那孙飞根本就没有看懂自己的意思 他只觉得自己分明 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可孙飞的脸上却依旧是充斥着疑惑 见状 碎嘴也有些无奈了 他只能冲着孙飞招了招手 示意孙飞过来说话 孙飞转头看了一眼 那画劳力鬼 画劳依旧坐在地上 嘴里依旧是喋喋不休 甚至他根本就不曾转过头来 看向碎嘴和孙飞在做什么 见状 孙飞这才小心翼翼地 朝着碎嘴挪了过去 做什么啊 那只力鬼 说不定咱们两个都打不过呢 咱们如果动作太大 甚至太过分的话 保不齐 他会不会对着咱们动手啊 孙飞已经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了 不过碎嘴看着孙飞这么怂的模样 则是有些无奈地 冲着孙飞翻了一个白眼 你怕什么呢 这家伙根本就没有看咱们一眼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根本就不在意 咱们在做什么 那么 咱们倒是不如趁着他不注意 直接冲进那个传送门怎么样 碎嘴的声音压得很低 并且他一边说着 也一边时刻注意着 一旁的那只画牢厉鬼 好在 画牢果真是画牢 一直都在自顾自地念叨 甚至根本就不曾注意到 碎嘴和孙飞在做什么 碎嘴说完之后 发觉那画牢没有任何的动作 他这才继续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孙飞 只是 孙飞确实有些犹豫 咱们真的要去吗 若是咱们还没有成功进去 就已经被这厉鬼给拦下来呢 看着孙飞这般犹豫 碎嘴直接就是一个 恨铁不成钢的一巴掌 拍在了孙飞的脑袋上 两人的动静有些大 倒是引起了那画牢的注意 他微微转过头来 刚巧也看到了 孙飞正抱着脑袋待在一旁 你们两个之间啊 这情意倒是挺好的 说实在的 我都多久没有见到过 这么和谐的关系了 在我们这里 大部分厉鬼 都是单独守着一片区域的 你们一路走来 应该也发现了 更低级的厉鬼 才会有群体的情况出现 可是 那又如何呢 那些厉鬼 太过于低级了 他们甚至也根本就感受不到 这孤独是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啊 我只能说 你们两个 还是好好珍惜对方吧 不然小心以后 再也见不到对方了 我先前也有一个好兄弟 先前我们两个 更是一直待在一起 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被抓来守护在这里 但是他却不在这里 我也没办法呀 我根本就出不去这个地方 估计他也找不到我的位置吧 那画牢说着说着 也已经开始伤感了起来 不过碎嘴和孙飞这个时候 可是根本就没有听他在说什么 碎嘴冲着孙飞使了个眼色 孙飞这才连忙 冲着他点了点头 下一刻 他们便迅速起身 他们两个直冲冲地 朝着那传送门冲了上去 只不过 他们的动作 也确实是动静太大了 自然是引起了一旁 那只画牢厉鬼的注意的 不过 尽管他已经发觉了 碎嘴和孙飞 朝着那传送门冲过去 可是他却并未起身阻拦 他只是闭上了自己的画牢嘴 沉默地盯着两鬼看着 碎嘴发觉 那画牢不打算阻拦自己 他的心头也是 瞬间就闪过了一丝喜意 他们两个飞速靠近了传送门 眼见着传送门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不论是碎嘴 还是孙飞 他们两个的脸上 都挂上了一抹笑容 他们甚至已经想到 过一会儿 穿过这个传送门之后 他们就能成功见到卫明了 可是他们不曾料到的便是 他们刚一触碰到那传送门 下一刻 他们两个就瞬间被弹开了 那力度十分猛烈 倒是直接就把碎嘴和孙飞给创猛了 他们两个呆愣地坐在地上 同时双眸也还盯着眼前的传送门 他们似乎不能理解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被弹开 难不成 是因为那华牢厉鬼 不打算阻拦的原因 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 该怎么拦下来他们吗 碎嘴想着 就已经微微转头 看向了一旁的华牢厉鬼 而孙飞的目光 也已经缓缓地转了过去 意识到他们两个看向自己 华牢厉鬼 这才轻笑了一声 他知道 现在他们两个被传送门弹开之后 心中一定是充满了疑惑 并且也有很大的概率 是怀疑这是自己造成的 不过那华牢厉鬼 也不等碎嘴和孙飞开口询问 便是已经自顾自地 冲着他们两个开口了 你们两个呀 真的就是太冲动了 这个传送门 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如此冲动 你们也应该想一想 若是这门被你们给撞坏了 那到时候 刚才进去的那个人 究竟还能不能出来了 华牢厉鬼说着 他便走到了碎嘴的身旁 毕竟碎嘴是一只梨花猫 哪怕现在化身厉鬼 可他也依旧是一只猫 大部分人对毛茸茸的小动物 是没有抵抗力的 看来 这句话放在厉鬼的身上 也是同样适用的 那厉鬼朝着碎嘴走来之后 便打算弯下身子 把碎嘴从地上给抱起来 可是让这华牢厉鬼没想到的是 自己才刚刚蹲下来 那碎嘴就马上往后跳开了一步 并且 他的毛子还紧紧地 盯着眼前的华牢厉鬼 眼中也充斥着 对华牢厉鬼的警惕 见状 华牢厉鬼也只能无奈地冲着碎嘴摇了摇头 小猫咪 你对我不用这么警惕 我压根就不打算对你们动手啊 只不过碎嘴 却根本就不相信这华牢的话 也许你确实是不打算对我们动手 但是刚才 我们会被那传送门给弹开 也定然是有你的功劳吧 碎嘴浑身的毛都快要炸起来了 他盯着眼前的华牢说着 听着碎嘴的这番质问 华牢则是表示 自己非常的无辜 不是 这个真的不是因为我 我可以很直白地告诉你们 这个传送门 只有刚才的那个人才能进去的 你们不是也教那个人主人吗 这不是也表明了 你们也是知道他有多厉害的 所以啊 我又比不上他 这门都进不去 难不成你们两个还觉得 你们能进去不成 咱们都进不去的 大家都不是天选之鬼 这个传送门啊 看看就好 再说了 里边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一个两个的 也都别这么激动 要我说 就安安稳稳地守在这里 等着就可以了 反正他总归会从这个传送门里出来的 如果没出来的话 也很有可能是死在里边了 听着这话牢厉鬼的喋喋不休 碎嘴显然是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碎嘴微微转过身子 他再次看向了那传送门 紧接着 便是直接跳了过去 而这一次 他毫无意外地再次被传送门给弹开了 不过这一次 碎嘴倒是用余光盯着不远处的那话牢厉鬼 他也很清楚地看到 话牢厉鬼并没有冲着自己动手 可是 自己却依旧被眼前的这个传送门给弹开了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碎嘴也知道自己 好像不能再继续怀疑人家化牢厉鬼了 毕竟 他也只是化牢了一些 但好像从头至尾 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假的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碎嘴这才继续朝着传送门走去 不是 你还要去啊 这还不够明显吗 咱们都是进不去的 你干嘛非要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难不成就因为你是一只猫 所以 你这么随意 但是这也不行啊 毕竟尝试次数太多的话 就连我也不知道 这个传送门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化牢一看碎嘴 还要继续尝试 他则是连忙开口 继续对碎嘴说着 只不过 碎嘴却连一个眼神 都没有看向化牢 这一次 碎嘴选择了从传送门的后方尝试 可疑就是再次失败了 被弹开之后 碎嘴一个翻身又转过来 继续朝着传送门冲了过去 从侧面尝试 背过身子后退着尝试 甚至一个跳扑 要从上方尝试 只是毫无例外的事 每一次都失败了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碎嘴也不由得有些发狂了 这个破门到底怎么样才能进去 刚才主人进去的时候 分明没有消耗一丝一毫的力气 就已经成功进去了啊 碎嘴有些生气 而一旁的化牢 则是接上了碎嘴的话 刚才我不是都已经说了吗 只有你们的主人才能进去的 咱们其他不论是谁 都是无法进去的 你还不愿意相信我的话 这下相信了吗 化牢依旧在一旁说着 而碎嘴则是转头看向了身旁的孙妃 深吸一口气之后 碎嘴这才冲着孙妃开口了 你去试试 我还不信了 今天这个门咱们进不去 孙妃点了点头 这才朝着那传送门走了过去 只是一旁的化牢厉鬼 也是在不停地开口念叨着 哎哟 我都跟你们说了 不要继续尝试了 你们怎么非试不听呢 这真的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解决的事情啊 随着化牢厉鬼的话音落下 孙妃刚尝试了没两次 眼前的传送门 却忽然缩小了一圈 等等 你先别去 眼见着那传送门缩小 碎嘴这才连忙开口 叫住孙妃 我就说了 尝试的次数多了 这传送门可能会产生变化的 过会儿 你们主人还要从这里出来呢 你们这时候 还是不要在这里乱来了 听着化牢厉鬼的话 碎嘴和孙妃也只好作罢 他们确实是 已经不知道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了 半晌之后 碎嘴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化牢厉鬼 不过 你守着这个传送门这么久了 你应该也是知道 这传送门的背后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吧 是不是第九栋居民楼 你去过吗 碎嘴开口询问着 化牢厉鬼 现在他的想法 倒是也十分简单 反正也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导致了他们 根本无法进去 但是既然无法进去 倒是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多了解一下 有关于这个传送门的事情 只不过 让他们没料到的是 化牢厉鬼则 是冲着他们摇了摇头 我并不知道 那门背后 到底是什么东西 说实话 很早开始 我就已经来到这里了 对于之前的记忆 我只能说 我是一片模糊了 并且 我们根本就出不去 而且我会在这里 也是为了等你们的主人 虽然我没见过他 但他能够一路闯过来 并且成功进去 我就知道 我等的就是他 只不过这门背后 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进去过 我根本就没有进去过 我贵了 大忠祥